3.改制与王制 10.抵制资本 1.使建国元年四月 元汉朝的徐湘侯流快谋反 消息从焦东送到了长安 王莽并不紧张 对受善之后可能会发生小规模的叛乱 他早有心理准备 此刻 他能清晰地感觉到权力在手中牢牢握着 这些叛乱只是新朝的选戒之极 而真正可能影响新朝的稳固 需要他下功夫做的事情 是继续推进改制 推进并完成改制 是往往称帝之前给天下 给神职许下的承诺 上天颁布扶命给他 朝野的臣民拥戴他 是盼望着他能够改制到底 从而建立太平式 恢复尧顺的三代之制 皇帝把刘快谋反的竹简 拿到一边 不再理会 转而拿起另一份竹简 这是皇帝昔日被罢免大司马之职时 继任者施丹给汉挨地上的一封奏书 那里面详细描述了一项夭折的改制措施 古之圣王莫不赦景田 然后至乃可平 一 汉氏创造了宏伟的基业 但却因为没有解决土地兼并问题 以致丢掉江山 所以新朝一定要解决 办法就是恢复景田之二 往往私存 施丹的这封奏书当年确实颁布了 但为什么没有执行呢 一来 汉哀帝带头不遵守 他让官民献田 自己却一次就划给董贤两千请田产 二来 献田令虽然下达并重申了多次 但是大家百般抵制 敷衍色泽 汉哀帝一死 就不了了之 到了汉平帝原始年间 王莫当载衡的时候 也曾重定过奴婢田宅制度 但当时没有定出细则 也没有专意去推广 现在已经是新朝 新朝新气象 皇帝绝不会重蹈汉哀帝的覆辙 与之相关的是奴婢问题 如果儒家只用一个字概括自己 那一定是人 仁者爱人 大量的私人奴婢造成了人和人的不平等 董仲书就曾经建议禁止主人善杀奴婢 说明任意杀害奴婢并不显见 而且 奴婢问题和土地问题根本上有关联 一个人土地被兼并了 就会不得不卖身当奴婢 因此 倘若将田地平均分配 施行景田制 奴婢问题也就能迎刃而解 况且 往往曾因为儿子杀了一个奴婢而迫其自杀 拯救奴婢是他的夙愿 也是新朝改制的一面旗帜 很快 往往就在国师刘新等人的协助下 正是颁布了新朝的土地法王田令并配套以私属令 依往往细致缜密的风格 这套王田私属令应该有详细的操作规程三 估计会包括怎么确定田地的优劣分等 怎么计算不同地形的土地面积 何种家庭分配何等土地之类 不太可能只是几句话 但这些史书未载 班固只提到三点 第一 天下的土地叫做王田 奴婢改名为私属 都禁止买卖 第二 南丁布满八口 但占田超过一井 也就是九百亩的 要把多出来的土地分给家族的亲戚和邻居 以前没有田地的 可以分给土地 第三 如果胆敢非议法令 迷惑众人导致无法施行的 要流放到边境 从后世角度看 王田制并非所谓的古代景田制 只能说具有景田制的某些精神 四 王田制主要聚焦一点 大家占有的田地不能差别太大 改名王田 就是说田地名义上都是朝廷的 但朝廷并不没收田地 而是通过禁止交易来防止兼病 同时 规定占田的最高限额是九百亩 意味着有些家庭仍然可以占有较大的土地 但不允许拥有成千上万亩的土地 导致田连千墨 总之 这道法令似乎并没有那么不切实际 也不是纯粹的复古 法令的实施 由名学男爵张寒 地理侯爵 孙杨具体负责 从孙杨的爵号来看 应该是为了督办这两条法令 而被赐爵为地理侯的 而张寒是讲师既久满昌的弟子 也是经师 从他的爵号看 应该在这次改制里发挥了理论作用 法令颁布不久 往往再次收到来自焦东的消息 果然不出所料 刘快的叛乱得不到当地利民支持 已经自行溃败 王田私属令的下达 在新潮引起热烈的反应 大多数如生如臣们 哪怕是拥有许多土地和奴婢的既得利益者 此时也是欢呼的 他们选择王莽为皇帝 已经包含这样的期许和自我牺牲 编户其民和奴婢们也非常高兴 至少从法令本身来看 他们将会收获土地和部分自由 往往觉察到这种热烈的气氛 刘欣等人也大受鼓舞 土地制度的改革已经启动 就有条件开展下一步的经济和金融的改制了 儒家的话语系统里 关于经济金融最爱说的一个词语就是本末 本是农业 末是工商业 手工业 在儒家看来 天下之所以贫富不均 一遇到荒年战争就会饿死人 除却土地制度不合理的客观原因 主观原因就是人出于短视都会舍本逐墨 何况 汉朝是一个铺张扬丽的朝代 追逐高官厚禄 奢侈炫耀 本来就是汉朝人独特的时代精神 儒家对这种风貌忧心忡忡 多年以前 假意 朝措先后提出 国家一定要误本 多存粮食 打击商人 没错 官方的确也重农易商 商人地位伪实不高 但实际上 只要成平日久 商人可以从容积累财富 在社会上的实际地位并不低 有时还会对朝廷甚至皇帝的大政有着微妙而间接的影响 打个比方 贾义等人谈论重农易商 就好比今天互联网上的忧国忧民者在呼吁抵制资本 在后世有些人看来 两汉之际的大变局要比周秦之际的大变局更有意义 就是因为新潮的一大使命便是解决资本肆虐下的社会不公以及贫富差距问题 要致力贫富分化 就要重农易商 就要损多余而补不足 就要管制货币以截制货物的流通 就要削弱社会上那些特别容易发财的经济部门 儒家的逻辑在这里一步步演进 忠于有贡余等人开始主张 前世万恶冤走 是造成富人愈富贫者愈贫的根本 应该取消货币 于是到了始建国二年 刘欣正式向皇帝上奏 说 周有全府之官 收不受 与欲得 即 亦 所谓理财政词 尽名为非者也 六 全 就是货币 全府 可以姑且认为是央行 刘欣认为 周朝有专门管理货币的部门 凭价收购卖不出去的货物 卖给买不到的人 这就是周易所说的理财之道 如门理财要以道义为先 不能只求利 要禁止百姓发不易之财 姑且不论刘欣所说的全府之官和周易的理财是不是一回事 但刘欣等人的意图是清楚的 该尽快启动财政 金融 税务 以及经济方面的改制了 十一 抵制资本 二 刘欣的奏书帝上去之后 接下来的几年 甚至直到新朝末年 皇帝雷厉风行 持之以恒 改制的诏令一道道下达 大家把这些改制的措施统称为六管 管 就是管 六管 指的是六种财经、税务、经济方面的管制 目的就是按照儒家的要求抑制平复分化 实现人和人财富上的平等 那六种 用皇帝诏书里的话说 敷衍 石窑之将 酒 百药之长 家汇之好 铁 田农之本 名山大则 饶眼之脏 武军奢贷 百姓所取平 扬仪给担 铁不铜也 通行有无 被民用也 此六者 非编户其民所能加作 避养于世 虽贵数倍 不得不买 豪民富甲 急要贫弱 先生之其然也 故卧管之 每一卧为社科调防禁 犯者罪至死 用现代的话说就是 第一 酒的砖卖 第二 盐的砖卖 第三 铁的砖卖 这三种最容易理解 就是由朝廷官办专营酒、盐、铁 要知道 酒、盐、铁是任何人的必需品 因此利润很高 实施国家专卖 朝廷就能获得一大笔财政收入 但问题来了 盐铁专卖早在汉武帝时期就实行过 而且儒家不正是把盐铁专卖看作当时的恶政吗? 汉昭帝的时候举行盐铁会议 儒家不是猛烈抨击并废止了盐铁制度吗? 怎么到了这里 反而成了儒家的改制大政 要实施了呢? 逻辑正在刘新所说的理财二字上 儒家并不反对理财 而是反对以徒利为目标的理财 强调伦理高于赚钱吧 所以大学里有一句话特别有名 百成之家不处聚敛之臣 与其有聚敛之臣 宁有道臣 就是说诸侯之家 宁可有贪污的家臣 也不任用专门从老百姓身上赚钱的家臣 所以在刘新以及皇帝看来 汉家的盐铁专卖就是聚敛 收了钱去打仗 去搞奢靡之风 而新朝的盐铁专卖 是为了抑制以往通过经营盐铁酒而发财的商人 两者虽然看上去一样 事实就是一样 但性质是不同的 这就好比以前反对专卖 是反对与民争利 现在施行专卖 是抵制资本 总之 儒家理财学对经济学意义上的私人部门和国家主义都很警惕 第四 明山大则产生的所得税 所谓明山大则 山未必名 则未必大 这里的意思是靠山吃山 靠水吃水 靠近山水的地方 老百姓不必专意于耕种 去山里采山针 到海里捞海味 就能养活自己 再卖一把还能赚钱 所以在皇帝眼里 山和水都是天然的宝藏 这些人不通过耕种就能获利 也是不公平的 是造成贫富差距的原因之一 所以也要管起来 向这部分人征收个人所得税 对所谓明山大则的征税 到后来拓展到几乎全部的工商部门 诸取重物 鸟、兽、鱼、鳖、百虫于山林水则 及畜牧者 贫富丧残、知刃、仿计、捕缝、工匠、衣物、补助 及他方计商贩假人 做四列里驱夜舍 皆各自占所为于其在所之县官 除其本、既其利、十一分之 而以其亿为共 9.总之 凡是打鱼、打猎、采山针、搞养殖、种残桑、做纺织、赤脚医生、堪于风水 无论是行商还是做商 都要从利润里征收时的个人所得税或者说营业税 往往为什么连这些普通的商业活动也要征税呢? 因为打个猎、捞条鱼拿去卖 虽然利润微薄 但归根到底也是末业 用这种方式来引导百姓必须从事农业耕种 才是往往的目的 第五 五军奢贷 五军奢贷 虽然放在一起说 实际上是相辅相成的两样政策 所谓五军就是平衡物价 往往把长安和洛阳、林兹、宛、成都、邯郸这六座全国商业和物流最发达的一线城市作为枢纽 进行物价管制 之所以叫做五军 是因为除了长安外、洛阳居中、林兹、成都、宛城、邯郸分别位于帝国的东西南北 合起来就是五军了 这六座城池都非常繁华 是全国或区域的经济中心 它们的市场上商品琳琅满目 稀数的摇钱树、岭南的博山炉、草原的胡佳、冬月的代帽 几乎随处可见 就更不必说丝绸、漆气、铜镜之类了 商品经济发达 供求关系发挥作用 价格就会波动起伏 就有投机的空间 儒家恰恰不怎么喜欢投机 所以 皇帝把这几座城池的市场管理者、市长 改成五军司士师 除了原有的市场管理职能外 还兼有平衡物价的职责 配备了五名交易城和一名前辅城为署官 交易城 顾名思义具体管理市场交易 也就是物价平衡 前辅城管理奢贷 也就是国营贷款 按照设计 五军司士师要在每个季度的中间月份 也就是二、五、八、十一月审定一次物价 把商品按照质量分成三个档次 根据本地的供需关系确定价格 其中 五股不博之类的生活必需品 或者说初级生产资料 如果供大于求导致滞销 那么交易城就负责以保护价收购 不能让老百姓舍本 如果商品供不应求 导致价格上涨到高于官方价格 交易城再把前期收购的商品平价售出 以平易物价 如果供应充足 价格低于官价 那么允许老百姓自由购买 防止商人囤积居齐 如果说交易城是物价局 那么前府城就是社区银行 祭祀等礼仪是一个家族最重要的事 老百姓如果没钱搞 能从前府城借无息贷款 还款期限也很宽松 一般祭祀不超过一旬 丧礼等大事别超过三个月 如果是因为太穷了 要借钱谋生 比如购置农具之类 也可以从前府城处借款 虽然不是无息 但只收不超过十年利率的利息税 可谓非常普惠金融的时 武军和奢贷虽然是两码事 但彼此补充 调剂工商金融 以求既能支持农民农业 又平衡收入 事实上 武军与汉武帝时期的军书有些相似 但与盐铁砖卖一样 目的并不相同 第六 钱币同也 就是铸币和货币发行 铸币倒是不新鲜 关键是货币制度 这是六管里最曲折的一项改制措施 汉氏货币制度的确立 本身就经历了复杂的过程 遥想刘邦当年还允许民间铸钱 私人铸钱自然会偷工减料 以较少的铜鞘洞较高的面值 就造成了通货膨胀 为此 汉氏一再改革 发行过八珠钱、五分钱、四珠钱、三珠钱、半两钱等等 百般试错 直到汉武帝时期铸造了五珠钱 轻重事宜 从此一百多年不再变更 达到了金融基本稳定、货币发行有序的状态 五珠钱一直使用到隋唐 唐朝废止五珠钱、改住开源钱 形质其实没有实质变化 可谓一脉相承 行稳致远 标准的五珠钱大约重四克 大略同一时期的古希腊货币德拉克马、古罗马货币蒂纳尔 也都大约重四克 这就说明 这一重量和币值是符合当时的经济发展水平的 十一 金融虽然稳定 但并不能解决贫富的问题 早在居社期间 往往就启动了币制改制 延续了儒家把货币看作万恶之源的精神 不过 他当时没有共语那么激进 他更在意的是恢复上古时期的货币形制 居社二年、公元七年 朝廷发行了两种刀壁 一种大权 面值都很高 但含铜量并不高 比如大权重十二珠 面值是五十珠 这与当时的经济金融水平不相称 这倒还好 关键是他同时下令 列侯以下不准 持有黄金 要主动到官府兑换铜钱 史书称 王莽并没有履行承诺 只收了黄金 却拖着不给兑换铜钱 这个记载倘若真实 就很有意思了 当时王莽尚未称帝 还在收买人心 所以他这么做 收买的是什么人的心? 没有黄金的人的心 也就是普通老百姓、穷人的心 因此 收缴黄金又拖着不予兑换 打击的就是那些手里 家里藏有黄金的富人 所收的人又是列侯以下 一个人不是列侯还有黄金 那就主要是豪杰商股了 所以 墓地仍然是一致贫富分化 当时的老百姓八成会乐见这条政策 到了始建国元年 皇帝正式推行新朝的货币改制 废除了会令人想起留字的刀币 也禁用了五株钱 然后分两步推行了新朝的货币改制十二 第一步 发行了新的种一株面值为植一的小泉 和居舍期间发行的种十二株面值为五十的大泉并行 实行一年 发现不太好用 老百姓私下里还是爱用五株钱 这不纯粹是因为习惯 而是小泉的面值太小 大泉的面值又过大 就好比只发行了一元钱和一百元钱的两种货币 用起来当然不方便 出于纠正货币种类太少 面值不变的目的 到了始建国二年 皇帝启动了第二步 这次的动作很大 结果把币种和面值又搞得太复杂 有五物六明二十八品 统称宝货 五物就是金、银、铜、硅、备这五种铸币的材料 六明就是有黄金、银货、硅宝、布货、备货、全货六个币种 细看来 其中的布货、全货都是由铜铸造 所以五物才有六明 二十八品就是上面的这六个币种 又各自有层次不同的币值 加起来一共是二十八个 太过复杂 就不超路了 只说其中的硅宝、备货是按照尺寸大小来确定面值 其他的是按照重量 显然 这么复杂的币种和币值 使用起来很不方便 一个老百姓拿到一个钱 如果他目不识盯 不认识上面的面值 只掂量一下重量是白搭的 若是不幸收到备货和硅宝 还要找尺子量一量 才放心 这样的货币 不必说流通 就算是收藏也很复杂 一段时间以后 皇帝发现确实不方便 就废止了硅宝、备货、不货、只留下金银 以及面值为一的小权和面值五十的大权 换句话说 这次在历史上空前绝后的宝货制也就名存实亡了 其影响大概也有限 而且 道士建国天凤元年约公元十四年 皇帝对以往的货币改制进行了彻底检讨、重定改制 这次终于简单了 其中最常用的货币只有两种 一是货权 重五珠 面值为一 一是货布 重二十五珠 面值二十五 其实 这个面值唯一重五珠的货权 就是原来的五珠前 皇帝的货币改制重新回到了原点 此后 新朝的货币制度也就逐渐稳定了 从居设二年到士建国元凤元年的六七年间 先后改制三四次 造成了较大的混乱 但得承认最后一次终于稳定了 但许多臣民却遭受了不小的损失 因为这数次改制有一个共同点 就是每一次发行的货币都比以前重量小 面值大 形成了事实上的贬值 在贵金属充当货币的年代 贬值就意味着财富转移 也就是转移到了朝廷手里 而这正符合往往最初的意图 谁手里的钱越多 谁遭受的损失就越大 那么社会也一定会更公平 以上就是往往在儒家精神 或者更准确地说 是在周里的框架下 推动的财政、金融、经济改制 也是后世所谓往往改制的最重要部分 它会成功吗? 至少在最初的岁月里 刘欣、杨雄、环潭等人都充满了希望 十二 改革的成功与虚无 后世有人问 从王田私属到五军六管 新朝的改制是一种社会主义吗? 当然不是 因为新朝改制是通过强化国家统治经济 打击商人豪杰 扩大私人工商部门征税 从而试图消除贫富分化和土地兼并 与社会主义所蕴含的工业化时代的政治、经济、文化以及意识形态内涵 不是一回事 其思想的源头是儒家崇尚民本、人政、患不均的政治精神 后世还有人问 那是否属于计划经济呢? 当然也不是 新朝的改制虽然把国家统治经济作为核心 但既没有计划经济所蕴含的分配思想 也不具备计划经济得以实现的统计、财政收支等数目管理的基础 这种统治经济的思想源头 是儒家崇尚、大义统和圣王统治 警惕利益集团侵害百姓的政治精神 这两种政治精神 在当时是通过周理体现的 周理的来源无论是否可靠 是否为六国阴谋之书十三 在当时许多儒生眼中 就是周代传下来的三代之治 也就是新朝的理想之治 当金文经学无法提出改制的具体措施时 周理填补了这种空白 但是 用后世的眼光来看 周理的经济措施 近乎人类社会进入工业文明之后 才出现的极权主义与统治经济十四 回到新朝 无论是王莽、刘欣这两位主脑 还是具体负责这些改制的官员 如负责王田私属令的张寒、孙杨、负责六管、人颂外号智囊的哲威侯、西河鲁匡十五等人 都没有意识到 这种极权主义与统治经济 几乎就是法家 或者说是用法家的措施在推行 这就导致一个奇异的后果 失败的改制未必有太坏的影响 成功的改制可能才是往往覆灭的重要原因 第一类是早早失败的措施 王田私属是较为纯粹的儒家改制 也寄托着往往最大的希望 然而 令下仅仅三年 始建国四年 这道法令就在事实上被取消了十六 原因不难想象 要实施王田制 首先要丈量土地、搞土改 这得有大量忠诚可靠的人 耗费相当大的财力 还得掌握切实的丈量办法 其次 当时的社会相对稳定 天下成平日久 各地利益集团盘根错节 就算测量了也未必能够推行下去 以当时的水平 光丈量就得花费若干年 结果 皇帝希望一纸法令就完成改制 这显然是不切实际的 而禁止奴婢买卖是和王田制相配合的政策 王田制不能施行 奴婢改私属也就无法坚持 况且 奴婢改私属只针对私人 对于官奴是不涉及的 但王田制虽有过于理想的因素 却不能简单施之为复古的空想 设想 如果是战争过后 人口锐减 田地抛荒 地方利益集团灰飞烟灭 这个时候 踏踏实实搞一搞类似王田制的军田 受田措施 未必搞不下去 货币改制是另一种失败 一来 货币改制对贫富阶层的剥夺是一视同仁的 尽管有许多富人在货币改制中被收割了财富 但穷人也被收割了呀 穷人的财富没有增加 二来 使建国天凤元年的最后一次货币改制 基本上恢复了五诸钱 这意味着货币制度重回原点 因此 从儒家改制的意义上来说也是失败 但也说明货币制度日趋稳定 没有继续造成更坏的影响 王田思蜀和货币改制 是一系列改制中最具儒家精神的 但都早早失败 不过 恰恰是因为失败较早 反而不能为多年以后往往地覆灭承担主要责任 当然 这两项改制在实施时 确实有许多利民因为犯法被流放处刑 而且状况颇为悲惨 农商失业 食货俱费 民人致替弃于世道 做卖买田宅奴婢 住钱 自诸侯清大夫置于庶民 抵罪者不可胜数 十七 这段描述似乎印证了王田思蜀和货币改制造成的悲惨状况 但实话说 比起西汉动辄足诸 千连万人 死伤不计其数的大案 为时不慎突出 也就不太可能是多年以后往往覆灭的主因 第二类是成功实施的 因为有汉朝的成功经验在先 盐铁酒的专卖和明山大则的征税 运行最为成功 这几项改制一直到往往覆灭前的始建国帝皇三年才取消 说明推行得比较顺利 而从往往覆灭后 皇宫里储存的巨量黄金来推测 也的的确确挣了很多的钱 但正是这一成功 对经济基础造成了破坏 专卖制度可能打击了一批富商 但普通百姓并没有获得实际的好处 他们又回到当年盐铁会议上审视的局面 不得不从官府购买专卖品 质量不高 价格昂贵 对工商部门的征税 则几乎残害了社会的商业流通 那些紧紧挖几棵山针 打击网鱼 四处游方看病 看风水的社会底层 能养活自己就不错了 还要被征税 尽管数额不大 其恶果显而易见 这几项改制越是成功 越意味着法家的程度更深 儒家的初心被玄制 剩下的第三类 武军奢贷 最有可能因为人的原因而溃败 武军司逝施 交易城 全府城 众多的官员被安置在负责供销 信贷 定价的位置 出现权力寻租很正常 结果很有可能是 制度没有发挥出应有的效果 反而养了一群蛛虫 为了保证政策的实施 皇帝在每个郡都配备了命事来监督 有趣的是 他着意从负商中选派人员担当、命事 如洛阳的薛子仲、张长书、林姿的姓韦等 都是家财千万以上的负商 皇帝为什么一面千方百计打压商骨 一面又选拔负商来监督 大概是借鉴汉武帝时期出身于商人家庭的桑红阳 善于理财的先例 既然是财经经济的改制 选拔技术官僚来负责应该更妥当 但这些富商并不具备桑红阳的政治品质 而是迅速腐化下去 他们的专业技术不仅没能保证改制的公平 谋取私利反而更方便 广大利民没有得到改制的多少实际好处 而是动辄得救 苦不堪言 有些人可能想到了记忆里并不遥远的汉武帝 还有些人则可能想到了记忆里遥远的秦始皇 无论是改制背后的统治经济思维 还是以严刑酷法约束执行的理念 无不透露出新朝在迈向儒家目标时 采取的是管制的办法 走的是秦制的老路 轰轰烈烈的新芒改制 也没能撼动甚至触及秦制最根本的三个要素 编户齐民 言行酷法 文法力 有些方面甚至还加剧了 秦造就了一台国家机器并开足马力 汉朝慢慢地运转这台机器 王莽和他的儒生们在有意无意间把这台机器的马力又开到了最大 究竟什么才是王制? 驻士 《一汉书》《十货制》第1142页 二历史上的景田制到底是什么? 怎么实施的?尚未有公认答案 但这不妨碍后来人如王莽想象景田制的模样 三汉书《王莽传》 故无田 今当受田者 如制度 第41111页 这里的制度应该是这道法令的具体内容 但详情已不可知 四 此次按照孟子的说法 景田制不仅是土地制度 还是一种邻里宗族的社区制度 当然 也有学者坚持认为 王莽施行的就是景田制 《无履思绵》 《秦汉史》 《总论》 第1页 六 汉书 《十货制》 第1179页 七 汉书 《十货制》 第1183页 八尘换章 孔门理财学 中央编译出版社 2009 九汉书 《十货制》 第1181页 《十汉书》 《十货制》 说年稀时 往往传说月稀三 两者有差别 苏承建认为是前者 建玉法五帝与父慧周礼 论王莽六管及其税民之志 在中国史研究1989年第四期 林建明认为应是最高利息和最低利息的区别 建秦汉史 第658页 实际上 以今天银行利率情况推断 各地经济水平不同 利率 息差都会不同 所以林建明说应更进实际 十一彭信威 中国货币史 第七十页 上海人民出版社 1988 十二 一些学者认为这是两次改革 考虑到两次时间挨得很近 且史建国元年主要是废除刀臂和捂诸钱的政治行为 因此将其与史建国二年的避制改制和为一次更符合当时的时期 从行政的习惯来看也可以把前面的一次视为试点 十三 何修 十四侯家居 周理研究 续言 联京出版事业有限公司 1987 转引字里若辉 九旷大仪 第188页 十五智囊见厚汉书 鲁公列传 第873页 鲁匡丰哲微侯 《简新芒简急症》 第五页 十六史建国四年 王芒已经允许王田买卖 王田治实际上极已失效 但法令直到帝皇三年才被全部废除 十七汉书 《王芒传》 第4112页 第七章 天下 一 奇怪的战争 第刘之秀 九明之士 第刑德 封克正 河图河谷篇 1.1枚印章引发的反叛 使建国元年 公元九年底 往往派出的十二队五威将帅 已经陆续抵达天下的边界 其中前往北方的一队 是由五威将王骏率领 手下五个五威帅分别是真父、王萨、陈饶、博厂、丁业 他们已完成向新朝臣民搬行扶命的任务 接下来要将扶命搬给匈奴 并把匈奴手中汉朝册封的印喜更换成新朝的印章 时值冬季 又是北方 天寒地冻 五威将帅们为了显示新朝威德 仪仗服侍 凡胜不减 但王骏心中仍不免有些担心 生怕此行犹如使命 他的担心 来自六年前的汉平帝元始二年 公元二杠三年 当时王莽强迫匈奴 废除了与汉宣帝汉人逃入匈奴 匈奴不受 匈奴逃入汉朝 汉朝不受的约定 重定新约 要求不仅汉人 包括乌孙 乌桓及西域配汉朝印售的各国居民 只要逃入匈奴 匈奴都不得接受 这对匈奴显然不平等 当时从长安赴匈奴颁布新约的 正是时任中郎江的王骏和副校尉贞父 他们会记得 当时乌朱刘缠鱼虽然接受了新约 但双方并不愉快 这次出使匈奴 颁服命应该比较顺利 但把匈奴丹鱼洗换成新匈奴丹鱼章 将乌朱刘缠鱼身份大大降低 恐怕就不容易办到了 五威将帅一行抵达匈奴王庭 乌朱刘缠鱼接见了并不陌生的王骏 按照往往的授意 这次给缠鱼的金伯远多于以往汉朝的赐语 气氛变得缓和亲切 王骏这才告诉缠鱼 如今汉朝已经善让给新朝 皇帝也换了 所以 以前汉朝的赐印 也得相应换成新朝的 缠鱼对中原的局势应该是关心的 自汉宣帝以来 汉兄之间基本上没有战事 匈奴的内战倒是持续了很久 汉朝逐渐介入匈奴内争 杀北匈奴的智之丹鱼 帮助南匈奴的呼寒邪丹鱼 还将王昭君嫁给呼寒邪 双方的关系更加密切 呼寒邪仰慕汉朝 看到汉朝皇帝的 是号里都有孝字 就令今后新丹于即位 名号里也要加上若低的字眼 意思是孝 乌珠刘若 低缠于 是乎寒邪的儿子 对汉朝怀德 当年为了配合王莽 特意把名字改成之 新约的事情虽然不愉快 但并没有严重影响双方的关系 正因为这种坦然 乌珠刘缠于在草原上拜售了新朝的诏书 正要解下旧印交给王骏 一旁的左姑息喉 名字叫苏 拦住他说 还没见到新印文 最好先别给 苏的担心 恰恰是王骏的担心 乌珠刘果然没有交出旧印 王骏由于心里有鬼 也就没有坚持 接受诏书的仪式结束 大家进入穷炉开始盛大的宴会 考洋饮酒 唱歌跳舞 宾主双方又热络起来 大家互相敬酒 等乌珠留给使者们敬酒时 王骏趁机提出 该把就印给我们了 乌珠刘缠于已经有了醉意 表现得非常坦荡 说了一个字 诺 就准备解下就印 旁边的苏看到 再次提醒 还没见到新印文 先别给 蝉瑜大概是饮酒的缘故 说 印文怎么会变呢 就解下来给了王骏 结果新印寿 看也没看就佩戴上了 王骏心中的石头终于落地 双方饮酒吃肉 喝到半夜 回到使者的住处 武威右帅陈饶说 刚才 姑息侯几次怀疑印文会变 蝉瑜险些不把就印给我们 现在一旦发现印文确实有变 一定会来索要就印 到时候 你给还是不给 得而复失 那就有如使命了 不如砸碎就印 以绝祸根 大家一听 颇有道理 但是把就印砸碎了 万一惹出事端 谁来承担责任呢 所以没人作声 陈饶是燕赵人士 做事彪悍 二话不说 自己拿起斧子就把就印砸坏了 就为这种担当 陈饶后来被往往败为大将军 封微得子绝 第二天 蝉瑜果然派右股都侯 名字是须补当 前来索要就印 须补当是王昭君女儿的丈夫 他夫妇俩是匈奴里面的建制派 对汉朝忠心耿耿 他很生气 汉印是喜 而且没有汉这个字 说明匈奴不隶属汉朝 汉朝尊重大胆余为北方的首领 现在心印较张 前面又有新字 这是把匈奴当成你们的诸侯了 我们要拿回就印 王骏等人就把杂坏的就印拿出来 故作镇定 又假装傲慢地说 就印以坏 蝉瑜要奉天命 遵循新事的制度 须补当回去禀报 乌珠留蝉瑜 蝉瑜无奈 考虑到这次接受的金银步驳特别多 就暂时作罢 派遣弟弟又贤王带着牛羊等谢礼 跟随五威将帅返回长安致谢 一行人走到缠于另一个地地 匈奴左离汉王 名字叫贤 的地界 发现了许多乌桓人 按照当初和匈奴的新约 匈奴不能受降乌桓人 就勒令匈奴把乌桓人退回去 这件事成了压垮双方关系的最后一根稻草 乌珠留蝉瑜想到过去的种种 想到匈奴连劫掠一些乌桓的人口都不行 决定不再对新朝服软 不是要把乌桓人送回去吗? 行啊 缠于派遣十余人 率领兵马万骑 以护送乌桓人回故乡的名义 屯兵朔方俊以边境 兵器一下子就起来了 中原与匈奴多年的和平关系 再使建国元年年底终结 与此同时 在西域诸国 在西南的沟亭等国 五威将帅们同步更换了他们的印寿 将他们的王浩 将为侯 诸国心中也颇不满 匈奴在朔方屯兵的消息传来后 诸国嗅到一些特别的味道 使建国二年 公元十年 针锋的儿子针巡制造福命 怂恿皇帝拜针锋为幼伯 幼伯居西 兼至西域 针锋有到西域调研的打算 消息传至 诸国并不欢喜 因为这意味着繁重的接待任务 从车师国奋出的车师后国对此更是苦不堪言 因为物己校尉就在附近屯田 物己校尉是仅次于西域最高行政长官西域都护的高官 也是负责屯田的武官 针锋如果来 必定会到车师后国 车师后王二就和大臣抱怨 按照惯例 要提供牛羊粮食 还要担当向导 翻译 但整个邦国也就一千户 三四千人口 去年五威将帅来宣服命时 尽力接待都达不到要求 如果是针锋这样的高官前来 那国家就算掏空也没法完成接待任务 车师后王的想法是 不如干脆逃到匈奴去吧 大概是身边有耳目 他的这个打算虽然并没有实际行动 却被物己校尉雕户探知 雕户把车师后王招来询问 王不敢不说实话 但没想到 雕户丝毫不留情面 给王带上刑具 押送至西域都护府发落 车师后果虽然小 但人家好歹也是王 尚没有叛乱的实情就如此羞辱 实在没必要 囚车离开时 许多居民哭着送别 因为他们了解中原的习惯 他们的王怕是回不来了 果然 囚车一到 西域都护 但卿立即斩杀车师后王 王的兄长听说后 悲愤交加 带领国中两千多居民和大量牲口 举国投降匈奴 蝉瑜正在为钱翻的事情恼火 见此情景 偏要违反约定 不仅接纳了车师后王兄的投降 还派兵和王兄一起 返回车师地区 这里还有车师国愤出的另一个小国车师后成国 九月 匈奴攻杀了后成国的首领后成长 还击伤了西域都护司马 匈奴来势汹汹 祸不单行的使雕户赶巧又病了 为了防备匈奴进攻 他派遣蜀官校尉使陈良屯兵还且谷 另一名蜀官校尉使中代负责粮草 司马成、韩玄和左驱后任商分别带兵守卫 但万万没想到陈良、中代等四人觉得形势不妙 西域很可能在匈奴的压力下背叛 到那时 孤悬西域的他们必将死于战士 再加上他们对王莽的登基颇有不满 就谎称匈奴来袭 率领三四百军士冲入雾己校卫府 将雕户及全部男性亲属杀光 携裹着女眷儿童以及其他驻扎此地的官吏及家属两千多人 打出费汉大将军的旗号 向北逃入匈奴 陈良、中代被委认为匈奴的乌奔都卫三 就住在乌珠流缠于那里 常常陪单于饮酒吃肉 颇得信任 匈奴屯兵朔方的挑衅和陈良等人的叛乱 并往往不得不证实边境问题 他大概没有想到 只是更换一枚印章 竟然前前后后惹出这么多麻烦 他并不认为将四一将阁有什么错 新朝自己都取消了王浩 按照五等爵志 皇子只是公爵 很多高官也只是侯爵 西域的城邦有些还不如中原的县大 将为侯有何不妥? 何况他们都是蛮夷 儒家金文经学 关于国际秩序的一个重要原则 就是意内外 即内其国而外诸下 内诸下而外一敌 意思是说 文明和野蛮是有内外区别的 文明的华夏就是要高于野蛮的一敌 新朝比汉朝都要文明 比匈奴就更不必说了 在匈奴的印章上加一个新字 本意并不是要高你一头 而是文明的新朝要拉野蛮的匈奴一起奔向文明吗? 换言之 建立符合儒家理想的国际秩序 本身就是新朝改制的一个重要关节 其实早在汉宣帝时期 汉廷就争论过对匈奴的礼仪 当时呼喊邪丹于来朝 丞相皇霸等人也根据意内外的原则 主张以诸侯王礼仪对待匈奴 为赐在诸侯王下 太傅肖旺之战出来 据理力争 认为不可 他的理由有二 第一 匈奴虽然现在关系好 但本质上是敌国 也就是独立国家 不能以臣下之礼待之 朝建为赐应在诸侯王上 双方的关系本质上是鸡迷之意 即笼络而非实际控制 第二 如果把匈奴当臣属 现在双方关系好 还可以维持 但保不起以后关系便差不来朝建了 那就是叛臣 天子必须得讨伐 反而被动 打输了政治后果更严重 打赢了也会劳民伤财 以兄弟之国代之 将来关系差了也没有讨伐的压力 反而更能凸显华夏比蛮一样文明 肖旺之的观点 却属老成人之言 因此被汉宣帝采纳 往往实际上是推翻了这种政策 回到当时被否决的意见上去了 于是 肖旺之的预言不幸言中 匈奴的兵马已经到来 北方边境持续几十年的安定已经被打破 有些百姓开始逃亡内地 西域也出现不稳的争相 西域督户 但亲已经上书提醒 匈奴男将军似有可能入侵西域 二不平静的草原 往往不得不做准备了 始建国二年 公元十年底 往往分别从政治和军事两个层面对匈奴正式展开攻势 政治层面 他下诏赞扬呼喊邪丹于磊氏中校 宝赛守脚 现在与匈奴关系恶化 责任都在他的儿子乌珠流禅于 因此 将乌珠流禅于改名为祥奴浮渝 罪当死 赵令还说 草原上有十五个呼喊邪的子孙 要把草原分成十五份 封给这十五个子孙 从某种意义上说 这个匈奴版本的推恩令 显示往往对匈奴内斗的传统 匈奴和汉朝交往的历史是相当熟悉的 匈奴并非帝国 也没有中原那种策立太子的继承人制度 以往父死子既和兄中弟 即大致各占一半五 因此 每当新的禅于上位 他的兄弟 书伴们仍自有地盘和兵马 常常爆发内斗 往往抛开乌珠流禅于 以财产引诱贿赂其他匈奴贵族 看上去是愤而致之的好办法 但这并不符合实际 正如肖旺之所说 匈奴实际上是独立的一国 用这种干涉内政的策略 俨然把匈奴当成给自己看家护院的藩属 只会更加激怒匈奴 军事层面 王芒展示了大手笔 颇有效仿汉武帝的姿态 汉家承平数十年 财政方面很宽裕 新朝有足够的储备发动一场对匈奴的全面战争 他委派宠臣 立国将军孙建为总司令 选拔了十二位将领 分成六路 每路两员大将 屯住的地点 最东边的是于阳六 最西边的是张叶七 中间绵延今天的河北 内蒙古 遍及整个北方边境 这十二位将军里 有前番初始的王骏 有后来官制国师的苗 有新朝名将颜尤巴 还有当年教授皇帝左传的陈钦 一时群衔毕至 而军队 既有来自郡国的吊拨 也有招募赎罪的囚徒 他们从全国各地辗转赶到这六路驻守的地点 粮食也从各地源源不断地送来 王骏的计划是 先抵达前线的军人就地驻扎 待凑够三十万人 储备下三百天的干粮之后 六路大军就从十条路线同时进攻 一举把乌珠流缠鱼赶到更北方 然后正是在草原上分立十五缠鱼 一劳永逸解决北方问题 显然 仅仅凑够人数和粮食 就不是一朝一夕 三五个月能做到的事情 自此 从江淮海边到北方前线 一道上的兵士押送粮草的官吏 传送消息的使者 络绎不绝 绵延几千里 利民抛家舍业 苦不堪言 而已经到达边境驻地的军江 却没有胀打 边境寒冷 条件艰苦 放纵的军士们 开始骚扰那些本就日益窘迫的百姓 一时间 北方边境和异道周边的老百姓 纷纷逃离家园 或是当了流民 或是当了土匪 往往有所耳闻 先派尚书大夫照病到前线劳军 并担任田和将军 在北原郡九的前线主持屯田 以减轻粮草压力 还派遣中廊江 袖衣执法 各五十五人 在边境郡县督查 结果 这些人没有发挥多少作用 反倒与与驻军合伙七行霸市 鱼肉百姓 在古代 战争机器一旦开动 正常的农业、工商以及地方行政秩序就会被打乱 一切给军事让位 而军事一旦优先 军人欺扰是难免的事 大兵集结期间 往往派遣中廊江令包 赴校尉代籍 率领兵马万骑 携带很多珍宝 禁至云中郡边境 放出消息 看看能不能引诱出呼喊携单鱼的子孙们 果然 乌珠刘蝉的一母弟弟 前面曾经和新朝打过交道的又离汉王 贤带着儿子 登 和另一个义母弟弟 朱出现了 按照王莽的意思 贤被立为孝丹鱼 朱被立为顺缠鱼 两个人都被赐予黄金 汉书在描述这件事时 用了一个词 挟败 似乎是强迫他们接受的 但强迫难以说通 大概是相互之间有什么交易吧 随后 朱登两人跟随新朝大军返回长安 大概有人质的意思 回到长安后 王莽很高兴 这似乎证明了他的计划很高超 就封令包为宣威公 拜虎牙将军 封代吉为杨威公 拜虎奔将军 并安置好灯 朱两个匈奴人 不久 顺丹鱼朱病死 皇帝让灯席为顺缠鱼 皇帝养着顺缠鱼 是想着日后平定草原 好把它分封过去 但贤得了孝丹鱼的名号后 大概觉得两国交战在即 此举颇为不妥 就回到匈奴王庭 向乌珠刘缠鱼请罪 辩解自己是被迫接受的 缠鱼很恼火 可能也不相信他的话 把他贬为鱼宿治之侯 这是匈奴一个低贱的官 以示惩罚 听说著 灯还去了长安 缠鱼愤愤地说 仙丹鱼所受的是汉宣帝的恩 今天的天子不是宣帝子孙 凭什么当天子 这句话意味着 缠鱼拒绝承认新朝有权继承汉朝 一旦战争爆发 他不是对汉朝忘恩负义 道使建国三年 公元十一年 往往的军队还在北方集结时 缠鱼为了报复 派遣左谷都侯等人率军进入云中郡 对官吏和百姓大加杀略 边境形势进一步恶化 匈奴入寇成了常态 左右部都位 各种封号的王 频频侵入边疆郡县 规模大的上万人 中等的数千人 少得也有几百人 在潮水般的侵袭中 燕门郡、朔方郡的太守都为先后战死 被掠去北方的利民牲畜财产不可胜数 边境仿佛回到汉武帝初年 形势危急 屯住在渔阳的陶慧将军言犹有些着急了 他给王莽尚书 提出打这种仗 吃的是财政和粮草 应该速战速决 节省民力 他愿意带领一支军队深入草原 以雷霆之势重创匈奴 王莽自有想法 没有理会 于是奇怪的一幕出现了 新朝这边 大军持续集结 匈奴那边 骑兵不断袭扰 但双方始终没有爆发战争 在这奇怪的局面下 云忠俊受到的袭扰最频繁 而驻屯云忠俊的是王莽以前的老师陈钦 他抓了些匈奴俘虏 一审讯 发现他们属于王莽前番自以为引诱成功的孝丹于贤的另一个儿子 王莽接到报告后很生气 为了报复贤 就在史建国四年 公元十二年 特意在他会见外国使臣和首领时 于长安市场上公开斩杀了贤的儿子 顺丹于登 登得随从 大概是匈奴的一些小贵族 也一起死难 这个消息暂时没有传到贤的耳朵里 因为现在的边境已经和从前不同了 南北双方音讯隔绝 有些人还记得 自汉宣帝以来 北方多年没有战争 人口滋生 垫地牛马 而现在 路边常常见到无人收敛的尸体 草丛里露出白骨 三高沟黎的反叛 在屯铸军的东线 不仅有从内地赶来的军队 也有一支高沟黎的军队 高沟黎位于辽东一带 地界挨着匈奴 所以也被蒸发 需要指出的是 高沟黎是浮渝人等族群建立的国家 和后来朝鲜半岛的王室高丽国没有继承关系 与今天的朝鲜 韩国更没有关系 这些高沟黎军人士气低落 不愿意与匈奴交战 大多成了逃兵 有些还成了贼寇 使建国年间 辽西大隐及辽西太守田坛青角失败 本人被杀 周骏把情况报上来 认为这应该由高沟黎侯 名字叫周时承担责任 高沟黎原来是王国 这里称为侯 应该是使建国元年五威将帅颁服命时给降阁了 王芒很生气 另囤住在东县的盐游去惩处 盐游诱上了一封书 大意是逃兵犯法 国军怎么可能有直接责任 建议让周骏做好安抚工作就可以了 现在正在备战匈奴 把罪归在侯州身上 就把事闹大了 万一高沟黎也反了 怎么办? 往往又没有听从 盐游无奈 只好乐兵进入高沟黎地界 把侯州引诱出来 果断斩杀 并把首级送至长安 往往大悦 封严尤为武建博 为了表示对高沟黎的惩罚 还下令将高沟黎改名为下距离 一高一下 是故意选的反义词 然而 事实被言由不幸说中 高沟黎虽然没有正式叛乱 但自此不断滋扰东北边境 渐渐脱离了与新朝以往的关系 坏消息一个接一个地传来 使建国五年 公元十三年 西域突然爆发叛乱 以燕齐为首的几个西域国家 攻杀了西域都户 但钦 宫廷未知震动 早在汉城第十期 但钦颇德王莽伯父王凤赏时 在汉平第十期出任西域都户 至殉职前已在西域任职十二年 虽然史书上事迹不多 但从他杀车师后王的举动看 他在西域的风格可能是力威大于施恩 因此颇为西域诸国忌惮 他的被杀并不意外 不过 但钦之死的根本原因是新朝大军陈兵北境 对西域相应减少了关照 同时 匈奴对新朝的不断侵袭 对西域产生了外部压力 促使西域叛乱 但钦是新朝驻西域最高长官 他被攻杀意味着新朝对西域已经失控 一时间 北方、西方和东北虽然没有大规模战争 但长期备战照样运转着战争机器 持续的叛乱使边境郡县不断遭受破坏 国家的财政积累正在快速蒸发 往往却维持着这种奇怪局面 既不进攻 也不撤房 这又影响了内地农业的稳定 更多的流民出现 再加上这几年大规模改制 推行景田、六馆特别是第一次货币改革 经济形势和社会秩序出现了整体性恶化 对此往往不会不知道 当时建国五年草原上传来乌珠、流缠于去世的消息 往往终于找到了改善关系的契机 更大的利好是 右股都侯须不当执掌了匈奴实权 前面曾说 她是王昭君的长女女婿 须不居次云的丈夫 这对夫妇以及王昭君次女当于居次都是匈奴内部的建制派 主张与中原和平共处 须不当用事 没有立乌珠、流缠于的儿子 而是兄中弟吉 立了乌珠、流缠于的一个弟弟 新丹于不是别人 正是曾经的孝丹于贤 即为厚好乌类若低缠于 在须不当夫妇推动下 乌类缠于一改和新朝对抗的政策 转而主动向王莽提出和亲 第二年是建国天凤元年 公元十四年 匈奴派人到边境提出要见和亲侯王舍 也就是王昭君的侄子 王莽很高兴 派遣王舍和他弟弟齐都尉 斩德后王萨出使匈奴 此行肩负了好几项重大使命 第一 祝贺新丹于即位 赐黄金一备何不博 如果缠于高兴地接受 双方将结束长达四年的奇怪战争 第二 向新丹于索要几年前从西域逃过去的陈良、中代等人 他们杀害了物己校尉雕户全家 是新朝的罪犯 把他们送还新朝 不仅符合道义 也是双方休战的回赠礼 第三 商议和亲事宜 王昭君的两个侄子抵达匈奴王庭后 受到了热情接待 他们本来也是匈奴的亲戚 在虚不当夫妇的运作下 初始整体上很顺利 唯一的插曲就是乌类蝉于询问起自己的儿子 顺丹于登现在过得怎么样 王社和王萨面面相去 他们知道两年前 登已经被王莽下令斩杀 乌类蝉于竟还一无所知 王社担心实话实说会影响此次初始的主要任务 就撒谎说 登在长安一切都好 乌类丹于这才情愿把陈良、中代以及当时参与杀害雕户的人都交了出来 一共二十七人 这些人都是乌珠刘蝉于的贵客 新官不理旧账 新丹于不再庇护他们了 一路上乌类蝉于还派人专程护送两位新朝使者和陈良等人的建策 到了长安 王莽非常高兴 打算好好发落一下陈良等人 这段时间 他正在根据如今创造新的行名 周易的离挂有突如其来如 焚如、死如、弃如的咬词 皇帝就把焚如、死如、弃如作为新的刑罚的名称 比如 焚如就是火刑 弃如就是弃士 周里说过 凡杀其亲者焚之十一 陈良是叛国 和杀金没什么两样 因此定为焚如 趁着匈奴使者还没有走 往往在城北设了刑场 邀请匈奴使者以及城内的官吏 居民前来观看 众目睽睽之下 陈良等人被用火活活烧死 虽然这个刑罚有如今为依据 但又是一次虐杀 匈奴使者大为惊恐 他们不免会想 乌类缠鱼的儿子灯 到底还活着吗 使建国天凤元年 新朝和匈奴终于在表面上达成了一致 前期 王莽伟派建大夫如普到北方前线巡查 回来之后的报告里写道 边境饥荒 居民人相识 军人苦不堪言 建议罢兵 这年二月 一周蛮夷也发动叛乱 一周大隐被杀 王莽不得不承认 原先的政策确实骑虎难下 崇重压力下 他以匈奴和亲为契机 下令停止屯兵 撤回将领 只在边境设置了以国防为主的游击都尉 同时派兵去一周平叛 奇怪的战争似乎结束了 四没有结局的战争 天渐渐高 云渐渐远 偶尔见到一只鹰击破长天 使者们就知道中原已远 草原已进 离开长安之前 使者们悄悄打听了登的消息 使者的车马一到蝉鱼王庭 就向屋类蝉鱼如实描述了陈良等人被烧死的情形 并且禀报这个噩耗 蝉鱼的儿子登连同随从 早在几年前就已经被新朝公开斩杀 上次来的新朝使者欺骗了大家 蝉鱼又伤心又怨恨 他虽然已经答应和新朝吸兵 但儿子之死促使他继续派兵滋扰新朝边境 果然 新朝觉察到匈奴并没有履行约定 就派使者来询问 乌类蝉鱼一脸无奈 这都是乌环和匈奴的一些刁民干的 就好比你们中原的流民和盗贼 我刚即位 微信上浅 难以禁止啊 不过请放心 我会尽力铲除 从边境报来的消息中 王莽辨识出这些入扣的匈奴兵强马撞 绝非盗贼 也就知道乌类蝉鱼在敷衍他 于是他又下令恢复边境屯兵 刚刚平息的边境烽火又燃烧起来 王莽百思不得其解 为什么匈奴如此言而无信 直到始建国天凤二年公元十五年 乌类蝉鱼派遣使者前来索要儿子登的遗体 他才明白前因后果 为了表示诚意 他决定向蝉鱼表达一个意思 当时杀害灯并非自己的责任 而是因为将军陈钦的谗言 王莽随便找了个借口把陈钦逮捕 陈钦与王莽有师生之意 忠心耿耿 被捕时很是疑惑 但很快就明白了 这是王莽要改善与匈奴的关系 拿自己当替罪羊了 愤恨不已的陈钦在狱中自杀 这就更成全了王莽 他圣炼灯的遗骨 精选了善于言辞的儒生王贤为使者 带着陈钦以死的消息和更加丰厚的资财出使匈奴 为了显示新朝仍然是匈奴的宗主国 王莽在实质上向蝉鱼输成的时候 也提出了自己的要求 一条是要求匈奴进贡马万匹 牛三万头 杨十万头 并归还掠夺的新朝人口 二是要求乌磊蝉鱼掘开乌珠 留蝉鱼之木鞭尸 这显然不合情理 但王贤能言善辩 据理力争 把王莽的要求一一摆出必须执行的道理 蝉鱼都说不过他 当然 说不过不代表真的会执行 此后 乌磊蝉鱼依然连年侵扰新朝边境 王莽苦不堪言 使建国天凤三年 公元十六年五月 金河的一处河岸塌方 把金河堵住了 金河水改道向北流去 沿岸的居民大受灾害 往往派大司空王毅巡查 王毅去了一看 塌方的地方恰好是甘泉长亭馆的西岸 涉及行宫的损害 就不能说是一般的水灾 而要考虑以灾疫报告皇帝 王毅是最了解皇帝的 他不敢报灾疫 而是说这符合秤伟、河图 所说的以土田、镇、水之意 是匈奴将要灭亡的祥瑞 既然是祥瑞 王禄堂礼 群臣一片庆贺之声 王毅也会心 大概是觉得王毅蒋正直吧 就派兵周牧送洪 游击都尉任盟等领兵出击匈奴 当然 现在是奇怪战争 二位将军并没有出境 抵达边境后 就地囤住 虽然王毅一直没有进攻 但准备工作更加繁忙 奇怪战争也就更奇怪了 他大量招募南丁 死囚 利民加奴 号称诸突西勇 这个奇怪的称呼 看似是精锐骑兵 实则准备让亡命之徒当炮灰 军费膨胀的厉害 往往新增了财产税 也就是把财产的三十分之一贡献出来 军马也不足 就命令公卿以下 直到郡县 凡佩戴黄兽的比二百代以上官员 都要养军马 官阶越高的越要多养 最奇怪的是 他还征兆有特异功能的人帮助攻打匈奴 选上后能够越级做官 于是全国有上万人报名 有的自称渡河不需要周急 有的自称有药方 三军服药后可以不吃粮食 有的自称会飞 一日千里 可以去匈奴侦查敌情 会飞? 这也太奇怪了 往往饶有兴趣地把他请来试飞 只见此人穿上用大鸟羽毛编织的翅膀 头上身上也都插满羽毛 浑身用袋子缠结实 就开始飞 不知道他是从多高的地方起飞 总之 据说是飞了几百步掉了下来 皇帝一看 这肯定飞不到草原吗? 不免失落 但一想 古代有千金买马骨的预言十二 为了吸引真正的奇能意识 依然奉赏了这位飞人 奇怪 战争期间 匈奴的频繁骚扰和新潮的囤住不出 使得双方的力量此消彼长 在西域 诸国被匈奴日益强大的压力所震慑 陆续背叛新潮 投入匈奴的怀抱 为了挽救西域 使建国天凤三年公元十六年晚些时候 王芒选派五威将王骏 带领新任西域督户李崇 务己校尉郭亲进入西域 尝试恢复诞亲的事业 王骏是前锋 又有和匈奴打交道的经验 他的军队主要是蒸发自刹车 秋辞的七千西域兵士 进入西域后 各国纷纷出营 王骏发现 上次杀害西域督户弹亲的燕齐也投降了 寻思找个机会攻杀燕齐 给弹亲复仇 就命令务己校尉郭亲另外带一支军队 以备万一 但万万没想到燕齐是乍降 还没等王骏动手 燕齐的伏兵已经先发制人 杀死了王骏 等务己校尉郭亲赶来 燕齐等国的军队主力已经撤走 只剩下打扫战场的老弱和资重 郭亲对这些老弱病残杀戮一番 挽回些许颜面 西域督户李崇收拢胜余军队 收缩势力范围 在秋辞驻扎 知道王骏死难的消息 王莽心情复杂 他知道 这次行动实质上失败了 但依然对郭亲大家包赏 封为山胡字 子是子诀 山胡是彻底剿灭胡人的意思 这个诀号显示了王莽的内心独白 必须彻底剿灭肆意 不过这已经不再重要 因为从这一年起 郭亲、李崇的消息越来越少 直至杳无音信 新朝彻底失去了西域 使建国天凤五年 公元十八年 乌类缠于去世 弟弟忽都缠于即位 匈奴和新朝终于又等来一次改善关系的机会 新丹瑜表现得很亲善 特意派了两名使者到长安 这使者不是外人 一人是须不当夫妇的长子 名字叫奢 一人是王昭君次女当于居次的儿子 就是说 两位使者都是王昭君的外孙 其诚意可见 接见完使者 往往却没有立刻答应与匈奴改善关系 他有了上次乌类缠于反复无常的教训 觉得忽都缠于也难以信任 要想一劳永逸解决匈奴问题 还是要靠战争 并且缠于一定得是自己人 皇帝召集庭义 讲了自己的设想 匈奴贵族里 真正心向中原的只有一个人 虚不当 所以 新朝应该把虚不当养在长安 立为缠于 然后大军出击攻破呼兜缠于 再送须补当过去即位 从此边境永宁 此时 颜游已经升任大司马 他当庭提出反对 理由是 须补当在匈奴是很重要的人物 控制着匈奴右部 他控制的地方从来不侵扰边境 并且缠于一有动静就给我们报信 好比高级间谍 如果把他安置在长安 那和一个普通的胡人 有何区别 比较利弊 还是维持现状比较好 往往不听 随后 新朝以奢的名义 邀请奢的父母 也就是虚不当夫妇来到边境 新朝派去的说客是王舍 史书说 王舍以兵破携虚不当夫妇到长安 此颇为可疑 很难想象 王昭军的侄子会用军队迫使王昭军的女儿和女婿 而且 王舍是由奢陪同前往边境的 更可能是王舍和奢赞同皇帝的策略 并劝说 须不当夫妇同意 鉴于这是极为重大的政治决策 夫妇俩并没有马上同意 内部可能还产生了激烈的分歧 以至于夫妇俩的次子 没有一同去长安 而是掉头返回匈奴 但最终 须不当夫妇跟随王舍和儿子舍 抵达长安 他们再也没能回到故乡 王莽道士火速履行承诺 封须不当为须不缠鱼 封舍为后安公爵 对父子二人极为尊宠 后来 须不当去世 奢计承担于之位 更受尊宠 还娶了王莽的私生女 按理说 走完这一步 王莽应该派大军横扫北境了 王莽的确指派盐尤与连丹 这两位名将出征 号二征将军 连丹是刚刚从西南边境战场上赶回来的 虽然打过几场胜仗 但终于未能停息一周的叛乱 整个西南边境的局势与北部、西部一样 已经泥烂难收 盐尤和连丹的出兵 需要整个北方战线的全面配合 毕竟奇怪战争已经持续快十年 就为了这次避其功于一亿 但是 如此漫长的边境战线是很难调度的 不是这里军队没准备好 就是那里粮草又不足 帝皇二年 公元二十一年 往往勒令全国每个郡缴纳百万股博给前线 但军事行动仍然没启动 延宕之际 内地的叛乱也起来了 关东的流民号称赤梅十三 开始攻城掠地 互都缠于见自己的使者去是好 非但没有换来什么利益 反而给自己培养了一个竞争对手虚不缠于 其恼怒可想而知 虚不当走后 他原本负责的匈奴右部换成了蝉鱼的人 于是整个北方战线从东到西 都在遭受匈奴的袭击 边境的流民逃到内地 发现内地也开始动荡 然而 王王始终不愿意与匈奴吸兵 盐游几次上见都不听 直到最后一次 盐游力争征伤匈奴已经不是新朝的首要任务 当下应该关注关东的赤梅君 但恰恰是这句话惹怒了皇帝 他立刻免去盐游的大司马之职 还把匈奴问题的责任推给盐游 匈奴不决 盗贼不惜 都是你不畏天威 不听从我的诏命 离开了大司马的职位 离开了对匈奴作战的任务 盐游是否会想起 早在形势尚好之时 他曾经给皇帝的一封上书 在那封上书里他提出 自古以来 对北方游牧民族的征伐没有上策 周代 把他们撵出边境 属中策 汉武帝兵连祸节三十年 虽然将其打伏 但内耗严重 属下策 秦始皇耗费大量人力物力修建长城 但御敌功效不大 是无策 而王盲打的奇怪战争 比无策更差 把全国的兵粮 调到荒凉的北方边境 大量粮草被消耗 先抵达的军人没有仗打 持住艰苦 瘟疫流行 士气耗尽 还骚扰百姓 运输粮草不仅疲惫利民 还占用本可以耕种的牛马 做了这么多准备 却不打仗 还要承受匈奴的破坏侵扰 而匈奴又间接促成了东北 西域 以及西南所有边境的叛乱 王盲到底图什么呢? 答案是 儒家圣王的功业 及儒家国际秩序 用他自己的话说就是 天无二日 土无二王 汉 其定诸侯王之号皆称公 及四仪建号称王者皆更为侯 十四 从安瀚公到王王 来自四仪的祥瑞士 王王得以成功的必要条件 因此 他必须代表华夏 把与四仪之间的关系 按照儒家学说贯彻下去 天下 尤其只能有一个王者 就是他自己 不是他不想与四仪保持和平 而是这种和平必须得按照内华夏而外移敌的国际秩序来构建 秩序优先于和平 就像在国内的经济领域 哪怕儒家改制破坏了经济 但改制的政治仍然优先于经济的稳定 皇帝不这样做 就不会被认可为儒家的圣王 他受善的前提 新朝的合法性等 都会受到根本损害 所以 即便打不赢 他也不会放弃政治上构建这一秩序的努力 整个新朝期间 一直与匈奴保持着这种奇怪战争的局面 与四夷关系的全面崩坏 是新朝在不具备国家能力的前提下 建立儒家国际秩序必然导致的结局 建立新国际秩序的失败 当然也就消解了以往积攒的祥瑞 往往不是那个怀柔远人 万里共赴的圣王 他甚至不能守住汉朝积迷蛮族的遗产 直接的影响显而易见 军费开支迅速消耗着昭宣以来积攒的财富 导致征税越来越重 臣民不仅要承担更重的经济负担 还要放弃耕种出兵打仗 这就使得财政收入进一步减少 税收压力更大 形成了恶性循环 当流民四起 社会趋于动荡 人们仿佛回到了汉武帝时期连年征战不得休息的极端状态里 但往往是否具备汉武帝的能力 并拥有他的幸运呢 奢合他的母亲云一定知道答案 王昭君的这位女儿和外孙 一直留在长安等待有朝一日去北方即位 直到新朝灭亡之时 死于乱军之中 住室 以长安北方 今内蒙古自治区西段 二此时 车师后王应该已被王莽降阁为侯 但史书依然继为王 这里也继续称之为王 三 西域传称乌奔都尉 匈奴传称乌还都将军 两者可能是匈奴同意执事的不同意名 四 匈奴没有南将军 应该也是匈奴执事的汉义 武王国庆 匈奴禅于为继承初探 见赤丰学院学报2012年第九期 该文对匈奴继承情况做了统计 六金昌庭 秘云 七金甘肃张叶 八盐游 姓庄明游 汉书中必汉名帝刘庄慧 改为盐游 为了叙事方便 本书仍以言由称之 九金内蒙古包头附近 石高沟黎侯邹的身份 目前尚未有公认的说法 这里倾向于认为邹就是被降为侯的高沟黎国王 可参考李大龙 关于高沟黎侯邹的几个问题 见学习与探索2003年第五期 十一此处得到周易研究专家 同济大学古济明兄指导 十二吕思勉 秦汉史 第186页 十三此时尚未有赤眉的名号 这里为了叙事便利而使用 十四汉书 《网莽传》 第4104页 二、皇帝的执政艺术 五、严密的五威系统 使建国元年冬天 统墓侯陈崇终于收到皇帝的册书 成为新朝第一任五威司命 在新朝的五威系统中 与负责宣传的五威将帅 负责安保的五威将军比起来 五威司命体系 即使不是最重要的 也是权力最大的 陈崇出任这个职位 显示了王莽的知人善任 在汉朝 陈崇就以丞相私职的身份替王莽监视丞相孔光 还充任秀衣使者赴各地采封 所从事的都是需要既懂政治又擅长刺探的差事 而五威司命的职责 正是司上公以下一 也就是监督上公四府以下的各级官员 监督的内容有六条 分别是不用命者、大奸华者、诸位金钱者、交奢余智者、陋谢省中级尚书士者、拜绝王庭、谢恩斯门者 也就是抗命不遵、冒遵时间、私助钱币、交奢余智、泄露秘密、私相授授 全部围绕皇帝个人权利的维护 显示出他对群臣的高度警惕 在这套皇帝直接控制的监察体系里 陈崇虽只是侯爵 但犹如最高检察官 拥有强悍的权力 五威司命的设置 令人想起明朝的特务机构 古代中国的历史 皇权是逐渐加强的 到明清真与顶峰 例如,汉朝的宰相相当于父皇帝三 正是议事时可以坐而论道 但到了后面的王朝就只能站着 到明朝取消宰相 再到清朝 多大的官员也得跪着与皇帝议事了 新朝虽然很古早 但搞出这套五威司命和五威将帅确实超前 这一部分因为 儒家成于春秋时期诸侯见天子 代付建诸侯的时代状况 因此格外讲究、尊尊 另外,还因为王莽是一个敏感多疑的人 政治是需要敌人的 当外部的敌人逐渐被消灭 政治就会从内部制造敌人 一个心胸坦荡的人 登上地位尚且免不了多疑 何况王莽呢? 他很清楚 自己登上地位之前是权臣 所以对权臣特别敏感 往往的策略是 对高官极度苛刻 不分给实权 越是高官功臣越要找茬打压 对小利尝试恩惠 时而以帝王之尊为小利撑腰 对终生代则予以笼络 着力提拔那些敢于为他充当爪牙的人 史书说 游备大臣 一夺下权 朝臣有言其过失者 折拔拙 四 摸清了王莽这一心态 孔仁 赵伯 费兴等终生代官员 就因为敢于向大臣发难 而颇得皇帝信任 升职也很快 特别是孔仁 即陈崇 赵洪 苗 之后就任五威私命 替皇帝身卑微斗 权清一时 始建国天凤元年公元十四年三月 发生了一次日食 王莽严格按照《儒家经》说 只要有日食 一定得侧免大臣 此时的大司马路并不得不奉还大司马印寿 但王莽还一并以日食为借口 取消了太傅平燕的岭尚书士 平燕是四府之一 最初可能只以为这是日食的权宜之举 不久之后 平燕带随从进宫义士 身为太傅 随从想必数量不少 但进宫时却被守门的耶门仆社给拦住了 理由是平燕的随从超过了公卿进宫随从的规定人数 大概这种事以前没发生过 所以平燕很生气与蒲舍争吵了几句 而蒲舍竟然无视他太傅的尊贵身份 对他出言不逊 平燕大怒下令让太傅府的蜀官吾曹氏将蒲舍抓起来 平燕心想一个看门的胆敢教训太傅 先抓起来和皇帝招呼一声再发落 没想到王莽知道后居然调动执法 派了数百骑兵把平燕的太傅府团团包围 将乌曹氏从府中抓了出来 立刻斩杀 一个最高级的官员竟不能保护自己的下属 这对上司来说是莫大的羞辱 平燕眼睁睁看着乌曹氏血剑府门 都没有经过异罪的程序 这才明白自己被取消领尚书氏并不是走过场 而是往往刻意打压 平燕曾是汉哀帝的丞相 汉平帝的尚书令 为往往的掌权 嫁女 登基立下大功 经此折辱 平燕心领神会 不再过问正事 在帝皇元年死去 即使是皇帝非常信任的堂帝 大司空王义 皇帝有时候也颇不留情面 大概与平燕受辱同时 王义的一个下属大司空士 要在晚上通过凤长亭 中国古代夜晚宵禁的制度直到宋朝才基本废除 所以晚上过亭一般是不被允许的 当年李广被免官 晚上喝酒 要通过霸凌亭 亭长喝醉了不让他过去 李广说 我是卸任将军李广 亭长却说 卸任将军都不行 何况卸任的 无独有偶 大司空士要通过的凤长亭的亭长也喝醉了 问都不问 当场拒绝 大司空士只好通报了自己的官职 但亭长仍然不允许 还反问 你到底有没有通关的凭证 一个亭长竟然如此苛刻 大司空士一怒 就抽出马鞭打了亭长 这位亭长也毫不示弱 拔剑回击 欲将大司空士斩杀 剑光落下 雪光飞剑 亭长一下子酒醒了 发觉闯了大祸 连夜逃亡 案发之后 郡县依法捉拿 亭长的家人觉得事出有因 就上书为亭长求情 没想到 这封上书被皇帝看见了 他说 这位亭长是奉公执法吗? 不要逮捕了 这并不是一出列宁与卫兵的故事 王芒也并非包赏亭长执法严名 他的真实意图大概是我赦免你 就像电影《辛德勒》的名单里 辛德勒教导集中营指挥官阿蒙 随意杀人并不能体现拥有权力 一个小偷犯罪被带到国王面前 国王本可以处死他 但却赦免了他 这才是权力 皇帝赦免亭长 是通过对底层官吏的仁慈展示自己拥有王者的权力 此言一出 王毅心领神会 所幸 那位大司空士并没有死 只是受伤 王毅狠狠斥责了他一番 平燕和王毅这两件事 令新朝的高官们小心翼翼起来 不仅约束自己 也会约束下属 而中生代 新生代的官员 立员们则颇为皇帝归心 但中生代一旦成长为高官 也不免遭受王芒喜怒无常的折磨 孔仁出任五威私命后 成为皇帝的宠臣 等到使建国天奉五年 公元十八年 孔仁的妻子因牵连进王芒、孙子、孙女王宗和王芒的案子而自杀 孔仁倍感恐惧 生怕被连坐 急忙求见皇帝 免官谢罪 皇帝一见他 果然通过上书斥责说 人善免天文贯 大不敬 五 孔仁一听 猛了 怎么不问妻子的事情 反倒责怪自己免官 孔仁免官 是表示引就辞职 是请罪的态度 但王芒的意思是 你没有资格辞职 让你当五威私命 给你配备六马拉的前文车 让你随身携带威杰和威斗 不是你有什么了不起 而是源于新朝威命的尊贵 孔仁万万没想到皇帝来了这么一出 大不敬是重罪 电光石火之间 孔仁应该感到一种要被杀的绝望 但往往又下了一道诏令 赦免孔仁 重配一顶新官 这种忽而雷霆 忽而语露的感受 想必会大大摧折孔仁的心理 也使他更加小心谨慎 以免得救 新朝立国之初 大家曾对皇帝根据拂命任命高官颇为不满 造拂命的埃章成了国将 守门的王兴成了轻车将军 卖饼的王胜成了前将军 大家一度在心里发出疑问 皇帝怎么能如此轻率荒唐 怎么会昧于识人 事到如今 群臣逐渐明白过来 皇帝把这三个阿猫阿狗捧上高位 只是为了证明扶命的正确 从而顺利登基而已 从未赋予他们实权 只是摆设 玩具 非但这三个人往往不会用 就连真的立下大功的真寒 真风 平宴 乃至流心 他都不用 诸公皆清剑 杀真风 冷落真寒和平宴 杀流心的儿女 将这些功臣们打压得各个有苦难言 晚景寂寞 立国的十一宫里 除了早早死去的王顺 王莽只对两个王室家族的亲戚王毅 王巡 以及军人孙建 保持着信任 派到外地去的周牧 至极等同于三公 也是高官 同样受到皇帝的监视 委派周牧 本是汉代已有过的制度 目的是监督一个州的事务 但王莽发现这些周牧因为地位太高 反而在纠举案件上懈怠 就增加了新职位教终牧监父 至极相当于原事 来行使纠举监察之责 王莽有效管束了他的功臣、高官 既没有大举杀戮 也避免受其所致 还得到了终生代的用户 多年以后 追随他逃到箭台的人里 有许多就是他拔着的终生代 从这个意义上说 他是成功的 然而 这只是一种政客式的成功 是一种层次并不高的育人之术 不足以达到儒家对王者的期许 六诸侯受决的盛事 始建国四年 公元十二年 二月的一天 长安利民像往常一样生活 路上行人悠然 不时有车马 哑哑地驶过 车夫的择巾被风吹起 高大的宫殿在地上投出巨大的影子 城墙上旗帜烈烈 城门口人马往来如之 天气虽然还显寒冷 但城市的繁华令空气里生出些暖意 突然 长安各个城门被紧急关闭 数队步兵骑士沿路快速奔来 被驱散的行人纷纷躲避 以为是什么重要人物出来了 但是 人们又看不到尊贵的车架 只看见军人们到处搜查 那些躲进屋子里的人照样被凶神一般的军人们盘查一番 有些熟知掌顾的人恍然大悟 这不是汉武帝时搞过的大搜吗? 汉武帝后期 郁家喜怒无常 时不时就会突然关闭城门 到处搜查 有时搜查奢侈余智 有时搜查污谷诅咒 时间最长的一次 他令三府的骑士们大搜长安城和上林院 城门关闭了整整十五天 利民生活受到很大影响 据说有人因此饿死 好在汉武帝崩后 这种事情也就绝迹了 没想到八十年后昨日重现 只不过不叫大搜 而叫横搜 街上的人们忙着逃命躲避 都不知道有哪些人 多少人在这次横搜中被逮捕 他们的命运也无从知晓 利民在担惊受怕和忍饥挨厄中熬了五天六 终于等到军士们退去 紧闭的城门缓缓开了 他们看见皇帝的车拧仪仗从南门出城 凡是认得出的高官显贵 皇亲国妻 都跟在后面 这到底是什么重大的事情 需要这么多公侯出席 而且皇帝要特意事先横搜一番呢 长安南郊 明堂内外 庄严肃穆 往往身着礼服 一群侍从和礼官围绕着他 在他面前有一座五色图组成的坛 坛的下面 则是同样盛装礼服的新朝公卿 原来 这些人全部都是拥有新朝爵位的贵族 有两千三百多人 而今天的仪式就是正式侧命诸侯 这一刻 贵族们已经等了四年 他们是皇帝的基本盘 新朝的精英 是往往最应该笼络的人 他们支持新朝 是因为新朝许诺要恢复周代的封建制度 不过 封建指的是封土地 建诸侯 他们早就被封爵成为诸侯 但土地却迟迟未封 新朝的诀号 基本上只是美称或包含寓意 像是荣誉称号 比如 流心被封为嘉心宫 嘉心是美称 很吉祥 但封地在哪里并没有体现 侯爵也一样 比如说 符侯催发 说符体现的是催发最擅长的技能 同理 苗 被封为利苗侯 虽然确实有利苗这个地方 但作为诀号 应该还是寓意有利于农业的意思 并非封地期 这与汉朝不同 汉朝王侯们的诀号绝大多数体现着封国 诸侯王可以在封国里建立本家族的设计 普通的列侯虽然不利设计 但也能享用封国的实意 因此 汉朝封决第一件事就是勘验地图 确立国名 然后再进行授与印授之类其他的礼仪 就连复城的前身 官内侯 虽然没有封国 官内二字也体现着地理 因此 新朝的贵族们绝大多数没有封国 例外的情况也有 一部分是早在汉朝就封决并获得封国的人 一部分是往往按照诗经国封的名号 建立了十几个公国 把自己的儿孙们封了过去 此外还有紫英所封的定安国等 这些国的公爵们虽然有封国 但也都没有授毛土 有专门的布间或木间来管理罢 新贵没有封国 十亿也就无从谈起 看到五色土坛 他们兴奋起来 因为汉朝的时候分封诸侯王 就是按照封国的方位 从对应的颜色中取出一小块土 用白毛包好赐给诸侯王 毛土要带到封国以建立设计 宗庙等等 但汉朝只有诸侯王才有资格获得毛土 普通列侯只获得应寿和享寿十亿久 王莽的封建改制比汉朝激进 他参着古文经和金文经 恢复了他心目中的周代分封制 在复城以上 有五等绝制 三等封国 而且 不论是什么级别的诸侯 都可以被授予毛土 如此说来 新朝的贵族们理应欢呼 这几年 王莽委派适中 蒋里大夫孔炳负责勘验地图和户籍 还从周骏借掉了一批精通地理的人来长安 在寿城市 魏央宫里专门批出一座宫殿猪鸟堂 供孔炳等人效力 有些宫侯已经多次跟着王莽到猪鸟堂视察过工作进展了 而且前不久 王莽刚刚重新划定了九州 设立了东西南北中五步间 看来版图是确定清楚了 仪式终于开始 李官宣读起皇帝的诏书 但此时 有些站在前面的人隐约觉察到不妙 按照汉仪的经验 下一步要勘验地图 确立封国位置 今天来了两千多人 赋城以上就有八百人 也就是八百个封国 那么绘制地图的竹简应该堆成了小山 但明堂之内只有五色土坛 没看见有地图 后面的人听着诏书的侃侃而谈 说这次分封真正恢复了周代的圣志 第一等封国 是公爵封万户 地方百里 第二等 是侯爵和伯爵各封五千户 地方七十里 第三等 是紫爵和南爵各封两千五百户 地方五十里 连复城也有三十里的封地 加起来 这次分封了十四个公爵 九十三个侯爵 二十一个伯爵 一百七十一个子爵 四百九十七个男爵 一共七百九十六人 此外还有复城一千五百一十一人 有十亿的女性八十三人十 如此宏大的分封 如此优厚的待遇 宣布后反而令贵族们感到不安 有人掐指一算 把天下所有的户口减去这次分封的户口 已经剩不下多少了 这还没算皇帝统治的国土 赵书宣布完毕 李官就按照爵位高低 把土包在白毛里售给诸侯 表示这就是未来封国的土地 接下来就应该从五色土潭里取封国所在方位的土了 但一旁的王王仿佛忘记了这回事 为两千多人受毛土 不太可能都一个一个来 爵位较低的可能一批批地授予 全部结束后 也已经过了大半天的时间 诸侯们依然期盼着皇帝能够记起勘验地图这件事 没有地图就没有封国 这贵族的绝号就只是礼仪的摆设 终于 皇帝欲应放送 谈起了地图的事情 他的意思是 地图户口的勘验效力 工作量很大 到现在还没弄完 没法给大家确定封国 直到大家没有实意 有些不担任官职的贵族没有收入来源 因此 大家可以到指定地点 领取每月几千钱的俸禄 每个月才几千钱 诸侯的心情可想而知 一场轰轰烈烈的分封大典 就在这沮丧 幻灭 上当受骗的气氛中结束 没有十亿的租税 那些担任官职的贵族们腐败的可能性大大增加 没有官职的贵族为了生计 不得不自谋出路 京城曾有一次渔情 就是有位新贵不得不受雇于人去做工 令新潮的绝质颜面扫地 王莽对此并非茫然无知 封国无法落实的原因不是地图勘验这一技术性问题 而是一旦付诸实施 中央政府就没法保证骑马的财政收入 更别说赋予诸侯们以实际的治国之权了 只能先拖着 这一拖又是五年 史建国天凤四年 公元十七年六月 王莽又在明堂召集在京师的大小诸侯 再次举行兽毛土的大典 这次王莽显得很坦诚 直面上次分封没有兽土的事情 说 从史建国元年以来 我就在规划地理 考证京义以分封爵位 于今九年 终于确定了 今天 我亲自陈列毛土 告祭天神和祖先 正式给大家颁兽风土 希望你们在自己的国家好好养育臣民 封国在边境的 位于南方的 十亿不多 还可以从那眼掌获大夫那里领取俸禄 公爵一年八十万 侯爵伯爵一年四十万 子爵南爵一年二十万 比起五年前 不仅封国的事情明确了 连补贴的俸禄也空前增加 但是 这五年恰恰是新朝改制并不理想 与匈奴发生奇怪战争 经济形势变差的五年 哪来的财力支撑这次分封呢? 果然 封国也好 俸禄也罢 后面并没有认真执行 大多只停留在了纸面上 往往恢复封建制的失败 不仅是改制理想的破灭 主要是摧毁了他执政基本盘的信心 还加重了精英的腐败 那些希望在新朝通过封决来获得利路 以及封国的诸侯们 也会意识到恢复封建制不可能实现 如此 继续支持往往的意义何在? 七 官僚体制的革新 晨光在宫殿的屋顶上折射出龙林般的光亮 往往几乎又是一宿没睡 有些年老的工人会记得 当年魏央宫寝殿的夜晚也是灯火通明 称 哀皇帝饮酒作乐 彻夜不休 耳畔佩玉明乱 眼前歌舞升平 现在魏央宫换作了寿城市 寝殿的夜晚烛火依燃 但往往却是在批阅堆积成山的检测 工人们会想 真不愧是新朝的皇帝如此勤政白天与大臣议政晚上还要处理政务 但他们不知道白天往往很多时候把大臣喊来待上一整天可不是在商讨政事 而是研究学术问题诸如这一处礼仪怎么安排那一句如今如何理解等等乐此不疲费寝忘食 就这样官僚们不得不陪上时间进宫 和皇帝搞读书会 早出晚归 经年累月 本职工作却没时间处理 各个机构里积攒着大量事物没有解决 特别是诉讼官司之类的集物 与当代社会一样 这类事物虽然不是什么关系到天下兴亡的大事 但不会因为拖久了就自然解决 只能越积越多 直至形成结构性的大问题 晚上 王莽点灯遨游 消一干食 的确勤勉 但很多事物并不重要 不是非他本人处理不可 他这么做 是吸取了自己曾架空汉地的历史教训 刻意把大小事情揽过来 亲自研究、亲自处置、还刻意避开领基要的尚书们 他着意培养使用宦官 特别是财务、国库、粮食等要紧事宜 一概委派宦官管理 立民的尚书也都由宦官拆封送给他 不经尚书之手 怕尚书借此弄权或是泄露给外臣 即便是交办给臣下或是巡礼办理的工作 往往也颇不放心 总是让下边的人反复向他请示 大小事都要过问 前面的工作迟迟无法办妥 后面的事情已经积压上来 最后乱成一锅粥 由此可见 不论是外朝的官僚 还是省内的公关 往往都不很信任 但种种迹象表明 不信任只是一方面 是权力斗争的抚没 王莽的心态是觉得官僚们可有可无 莽义以为制定则天下自平 故瑞斯于地理理 治理作乐 讲和六经之说 十一 意思就是 王莽觉得 只要制作了礼乐制度 颁布了改制法令 那么天下的事情就会自动变好 既然如此 还要官僚机构有何用 王莽的这种垂拱而至的心态 成为他改革官僚制度的主要精神 也造成他与整个官僚体系的局域 儒家确实推崇垂拱而至 但不是说直官系统不发挥作用 周历之所以改名为周官 就是因为一些儒家觉得这部书描述了儒家理想的周代的官僚制度 当然 事实很可能是 战国时期 儒家看到最早变法的三晋和秦国 已经开始建立适合极权政治的早期官僚体系 才创作出周理 以改造法家的官制 总之 垂拱而至是儒家对周代宗法里乐统治的想象与寄托 天子不势必公亲 但没有否定官僚制度及其体系 但对往往而言 官僚体系的意义不是对一个中央集权的庞大帝国进行有效统治 而是展示儒家的神圣性 况且 儒家早在贾义那里就想给官职批量改名了 这就是他为什么也要给官僚机构改名 推动直官和爵位的融合 给地理行政区划改名 并设计新的俸禄制度 刚建国的时候 他已经根据如今改了中央机构的设置和官职的名称 例如河南太守改名为河南大隐 道士建国天凤元年 他又进一步更改俊首一级的官职名称 河南大隐又变成保中信卿 他还把行政职务和爵位挂钩 同为太守一级 由侯爵担任的叫族政 伯爵叫联帅 没爵位的叫大隐 这些有爵位的太守们甚至可以世袭官职 要知道 儒家讲究姬世青 认为公卿大夫是关系道致民大事 应当认贤 不能世袭 最引人注目的是他对天下郡县的改名 而且是能改则改 应改进改 有的还反复改 改到四五次之多 同步还对郡县版图重新规划 个别的大郡如陈流郡 甚至被撤销 动作激烈且复杂 以至于在当时人们就难以搞清楚全部情况了 一类是突出京畿的重要性 三府的六个郡改为六队 长安周边的郡改为六乡 洛阳周边的郡改为六郊 新朝的国土从内到外形成了从高到低的礼法秩序 一类是纪念福命和歌颂新朝 如把福礼改成福和 配郡改成吴福 后世出土的风泥礼 也有不少代福字的地名 新朝的新字被加进许多地名 如安瀚变成安心 淮阳变成新庭等 一类是表达美好吉祥 比如把松姿改成宋善 敦煌改成敦德 举阿改成丰美 乌伤改成乌孝等 有时常常用反义 同义或是同音词来代替 比如子童改成子童 安平改成安宁 东婚改成东明 无息改为有息之类十二 后世习惯于把这次改名 视为荒谬之正 但是 改名其实不无道理 因为古人重视明学 讲究明时相符 明与时之间的关系 并不是概念和内涵的关系 而是不同的明背后 具有一套不同的思想脉络 和价值追求 新朝自认为 已经从法家帝国变为儒家王朝 社会性质都变了 名字焉能不变 而且 还不能只是改一两个 必须普遍更改 从中央改到郡县 往往似乎还打算对县域以下的乡、礼、庭进行改名 只是还没实施十三 就已经变天了 俸禄制度的改革也遵循同样的逻辑 使建国天奉三年 公元十六年五月 往往颁布了新的俸禄制度 这是一份初看起来颇为振奋人心的政策 它把全国的官吏分为十五个级别 每个级别都规定了相应的俸禄 从最低的六十六湖到最高的万湖不等 对比汉朝的俸禄体系 这个分配基本可行十四 而且待遇比汉朝大幅提高 理应博得各级官吏的拥护 但是往往增加了复杂的条件 官吏的俸禄和管辖郡县的财政收入挂钩 贵族从十亿上获得的租税和十亿的财政收入挂钩 地区如果出现欠收、灾害 那么官吏、贵族要按比例减少俸禄或租税 中央官员也逃不掉 他们虽然不直接治理疆土 但全国化骗 从四府到四清 都被分配了不同大小的郡县 比如国师和宁市将军 就要和西方一州二部二十五郡挂钩 这些地方如果财政收入减少 他们的俸禄也要减少 往往更表示 自己的开支用度也要照此办理 如此来看 这是很有现代精神的绩效激励体系和对口扶贫机制 相当超前 以人为本 往往自己也以身作则 在西汉 官僚也会因为欠收而减少俸禄 但从未像往往这样系统地形成长效机制 如果切实可行 不失为一大善政 但凡是对现代企业的绩效体系 奖金激励制度有所了解的人都知道 设计绩效系数 计算绩效所得是比较专业的知识 要以大量的数据为基础 耗费相当的人力 借助计算机才能实现 因此 王莽的这个设想虽然很好 但很难落地 莽之制度凡罪如此 客气不可理 立中不得路 各因官职为奸 受取求禄以自供给 十五 凡罪二字意味着什么 大抵可以想象 不仅没能发挥激励作用 连骑马的俸禄都发不下来 官吏们没钱养家 只能贪污受贿 不论是行政区化的短时间内大规模改名 还是繁琐无法落地的俸禄制度改革 以及皇帝抛开官僚体系 处理海量普通行政事务 一定会严重影响行政机器的运转 王莽曾担任大司马 安汉公 总览行政事务多年 管理经验丰富 怎么会不了解这一点呢 十六 这可能仍然源于他改制后对官僚机构的定位 在他想象的图景中 他坐在天下正宗治理作乐 发号施令 天下自动得到治理 各地的官僚 诸侯仿佛神职人员 道德上以身作则最重要 在这个图景里 俸禄的绩效管理会使官吏们主动干好工作 改名也会令治理更加有效 而不是变得混乱 这听上去很不可思议 但也不难理解 历史上 每个时代总有一些人认为 只要实行了什么样的制度 社会就会立刻变好 但事实是 维系一个版图庞大的国家很难 古代更难 周代采取封建制 是因为美法中央集权 只能委任诸侯自治 以宗法和礼乐维系忠诚 秦汉帝国演变为中央集权 就必须采取郡县制度 派出官僚治理 新朝虽然标榜实现了周代的礼乐 内力还是中央集权的帝国 当然也必须实施郡县制 官僚机构不可或缺 后果很快就显现出来 行政体制的混乱 决策链条的断裂 使得新朝的统治机制 从效率降低逐渐走向崩坏 在中央 王莽的亲力亲为 确实避免了大权臣的出现 却制造了许多小权臣 他们发现 王莽根本干不完这些工作 就扣下一些事情不报 进行权力寻租 一些从郡县来到长安上书的官员 迟迟等不来回复 长年滞留于此 长安的卫戍部队都是从郡国征兆来服役的 按照制度应该定期轮换 但这事儿没人管 竟然连续三年没有轮换 地方上就更严重了 行政区大量改名 就得重新克制印章 立民对这些名字也很生疏 诏书里提到一个郡县的名字 怕大家不知道是哪里 还得在后面坠上原来的名称 而行政区化的剧烈更改 导致地方上出现了一定程度的无政府状态 有的郡县职位空缺得不到及时补充 剩下的官员身兼数职 疲于奔命 或是大权独揽 无人制衡 有的地方官趁机大搞腐败 盘剥百姓 郡县的诉讼案件大量积压 监狱人满为患 有人没有罪也被长期关押 最后被放出来不是因为案子办完了 而是赶上了大赦 边境的军队因为行政调度的失效 粮草供应跟不上 一些军队出现了滑变 俸禄的无法落实和地方上的无政府状态 使得各级官吏对往往离心离德 对新朝的热情也渐渐消退 按照常理 皇帝越是集权 官僚体系越是趋向于暗中对抗 往往虽然大权独揽 有效权力却日益萎缩 没法有效传导到地方 甚至号令不出长安城 基层官员利益受损更严重 后来庚史帝和光武帝起兵的队伍里 有大量新朝的基层官员加入 王莽对这些后果 很可能茫然无知 这可从太傅平宴去世后 他选拔唐尊接任太傅之势略剑一般 唐尊在汉末就是儒学名士 也是王莽最坚定的支持者 成为太傅之后 唐尊身着简朴的小袖短衣 出行时乘坐姆马拉的柴车 居家时在甘草上坐卧 吃饭时用瓦器当餐具 还把这些粗陋的餐具送给公卿 暗示他们也要勤俭 有时候 唐尊出行时看见男女并排走路 觉得友商风化 就学着上书里的《象形》 把男女行人的衣服用红色涂抹一番 象征性地惩罚一下 往往听说后 大为宽慰 下诏让公卿们都向唐尊学习 把唐尊立为官僚的楷模 封为平化侯 因为此事 后人常说往往迂腐 其实并非如此 因为这就是他眼中官僚应该具有的样子 注释 一汉书 《网网传》第4116页 二汉书 《网网传》第4116页 三前幕 中国历代政治得失第一讲 四汉书 《网网传》第4135页 五汉书 《网网传》第4153页 六有说是横搜五次 但据汉武帝大搜十几日之情况推测 当是一次五天 七复城的情况较为复杂 如环坛被封为《明告》里复城 汉书名言这是他曾担任使者 擅长《明告》宣传的意思 出土的西莽简里 有凤圣里 通池里 敦衬里 仁永里等 从字面看也是如此 但里是县下的行政区 与郡县性质不同 例如北京有建国里社区既是存在的地区 也是美称 八言不可 诗国 王莽雍布 曹布探元 在《中国社会科学》2004年第六期 《久以上汉代诸侯王的侧命礼仪》 参礼俊芳 汉代侧命诸侯王礼仪研究 在《中国史研究》2010年第2期 《十汉书》、《王莽传》第4129页 《十一汉书》、《王莽传》第4140页 《十二汉莽》显然把《无锡》的《无》自理解为没有 但《无锡》、《乌商》等地名 应是无锡古老方言的音译 《十三梦祥财》、《王莽传》第219页 《十四梦祥财》、《王莽传》第225页 《十五汉书》、《王莽传》第4143页 《十六纸乌正和》认为 《王莽传》、《王莽传》常年在京师 持有短暂的遣旧国经历 因此对地方一无所知 并没有处理行政实务的官员经验 见识著《汉代郡县制》的展开 第473页 《复旦大学》出版社 2016 但考虑到王莽在称帝之前已总览行政事务多年 且治理卓有成效 绝不可能如此 再造危局 谁是刘秀? 是建国天凤元年 公元十四年 南洋郡冲林百水乡 刘氏皇族的后裔刘秀正在勤勤恳恳地务农 他今年十九岁 在家族里被公认为忠厚内相 他的兄长刘尹任侠仗义 是社会青年 常常嘲笑刘秀热衷务农 刘秀热爱务农 除了他性格上温厚安定的原因 主要还是社会相对安定 又踏踏实务农的条件 这是新朝建立的第六年 几年来 朝廷大张旗鼓地搞了许多改制 设王田 进奴婢 搞六管 特别是钱币改来改去 令大家背绝不变 好在 王田志已经在前两年取消 六管虽然加重了务农的负担 但还在可以忍受的范围内 最令人恼火的钱币 也在今年改得简单易用多了 这几天 朝廷新发行的货权刚开始流通 本地人就纷纷说这个钱特别好 简直是给白水箱铸造的呢 刘秀也拿着一枚仔细看 这钱和以前汉朝的五珠钱很像 重量和形质都差不多 只是上面的字变了 确实 这货权二字怎么看都像是白水箱铸四个字 货的传书从右到左 好像真人 权的传书从上到下 好像白水 刘秀笃信称语 虽然说不清楚白水箱铸有何寓意 但对这款新钱很是喜欢 图七点一货权 刘秀小时候父母去世 一直是当过肖宪令的叔父刘良照顾他 最近 叔父为他的前途所记 要他收拾行装 进长安 入太学 做太学生 当今天子最重儒学 将来要想入世 非通经不可 刘秀也很希望出去看看 以前他去过的大城市主要是新野 对新野最有名的美女殷丽华欣向往之 但倘若一直务农 取殷丽华是绝无可能的 从白水箱到长安城 从田间地头到太学 刘秀的视野大为开拓 也渐渐发现自己并不仅有务农的才能 他交际能力强 很快融入长安的老乡会 和南洋的上层人士关系密切 请他们下榻在自己上罐里的住处 了解信息 不懂就问 他头脑也很灵活 和同居的舍友凑钱买驴 租给别人赚钱交学费 他为人诚实厚道 有次去见老乡 同学朱又 朱又刚好要去上课 刘秀竟然一直等到他回来 并没有觉得自己被冒犯 诸如此类 他的人生理想 也因此有了变化 一天 他在大街上看到负责京城治安的执金吴出行 一仗威严 就去围观 发出一句很有名的感慨 示唤当作执金吴 去欺当的殷丽华 一 且不提刘秀此时的志向 就是当一个中级公务员 娶个老家的美女 而不是什么大明星 关键是这句话透露出 即使在始建国天奉年间 新朝的天下特别是关内还是比较稳定甚至热闹的 当然 二十出头 身处京师 又是太学生 正是最关心国家大士的年龄 刘秀对朝廷政策兴趣浓厚 对社会问题也有比在家乡更切身的认识 在朋友同学里就像一个业余评论员 朝政美夏 必先闻之 据为同社解说 二 就是总能第一时间知道朝廷的新消息 还为同学社友分析解说 江湖上早就传言着尾书赤福福里的一句话 刘秀发兵补不到 四夷云集龙斗也 四七之祭火为主 刘秀的朋友说 这说的是新朝的国师刘秀吧 如前所述 新朝的国师刘秀 就是刘新 他是在汉埃帝刘新即位时出于避讳改名为刘秀的 不承想这条沉言流传甚广 连南洋的威莫宗室刘秀也听说了 刘秀就开玩笑说 咋就知道说的不是我呢? 引起哄堂大笑 三 使建国天凤四年 公元十七年 朝廷重申六管之令 监督和惩罚措施更严更重 触犯的人有可能被判死罪 很多人逃亡以躲避惩处 关东和荆州都出现了盗贼 在关东 会计一带出现了瓜田仪叛乱 从瓜田两字看 应是逃亡的农民 狼牙郡出现一支由吕母带领的叛军 吕母原是当地父户 因儿子被献宰冤杀 吕母散尽家财 购买兵器 招募亡命 以图报复 这种事在汉朝很常见 与六管本没有直接关系 但与以往不同的是 竟然有百余人投奔吕母 而且不是以前那类游侠 歹徒 而是逃亡的贫穷少年 吕母于是自称将军 带领这些人攻进县之所 杀掉县仔 割下手脊 祭奠儿子 大仇得报 这么大的动静 已经不是一般的复仇行为 和叛乱几乎没有区别 吕母干脆带着这些人继续亡命 逐渐聚起万人之多 往往派使者去安抚 回来之后 一位使者禀报称 这些盗贼匪患 赦免了也没有意义 我们一走 他们又聚 问他们为什么不好好谋生 他们回答 法律禁令苛刻繁多 举手触尽 努力谋生 所得还不足以交税 就算宅在家里 邻居犯法自己还被连坐 所以只能当土匪 王莽一听 好像是在讽刺自己 大怒 立刻将使者免关 后面发言的使者们 见状纷纷说 这些刁民应发兵剿灭 匪患不足为惧 一定会自生自灭 王莽这才受用 不仅是使者 那言逢长相王莽上见 给六管提意见 惹得王莽大怒 被免关 拟任的荆州 穆费兴是王莽宠臣 临行前被问到任后 如何治理 费兴推心至腹地甲 六管与民争利 再加上连年旱灾 所以荆州的百姓 才会逃到 陆林里当盗贼 因此到任后 不打算争缴 而是减轻赋税 借给羹牛和种子 根除问题 没想到 王莽又不悦 当场免了费兴的荆州墓 王莽之所以如此 是因为他不认为新朝的政策有问题 哪个时期没有盗贼呢 以前的文景之志 昭宣中兴 不照样有吗 汉武帝时 天下都户口简半了 不照样渡过了难关吗 这些朝堂之上的事情 太学里的刘秀不一定都清楚 但他应该能看见 听说和感知 倒是见国天凤年间的最后一两年 天下特别是关东地区 连年出现大面积旱灾和蝗灾寺 这直接导致了严重的饥荒 粮食价格飞涨 一壶苏米能卖到一金黄金 在不发达的古代 就算是丰年 普通人也未必每天都能吃上饭 更别说吃饱 因此每逢天灾 脆弱的社会结构最需要的是安抚和救助 但如今四方边境的战事仍然从内地吸走人力物力 旅馆和征税的影响也超出了工商部门 边境的流民流落到饥荒的内地 内地的鸡民正在躲避征税和连坐 于是一并沦为孝聚山林的盗贼、匪患 而此时 原本可以采取应对措施的官僚行政系统 恰好正在改制 郡县在改名和化界 俸禄纷扰未定 也就没有发挥足够的作用 基层官吏 有些自己都快过不下去了 这样的状况持续到使建国帝皇年间 终于达到不可收拾的地步 富者不得自保 贫者无以自存 战斗死亡 原边肆以锁戏鲁 献罪、基义、人像石、吉莽未诸 而天下户口减半 以 五 这是汉武帝之后 再一次出现户口减半的严重状况 当然 户口减半 并不是说天下死了一半人口 这其中包括逃亡和服刑人员 汉武帝时期的户口减半 与大规模地对匈奴战争有关 但新朝 在战斗中死亡和被俘虏的情况只是一部分 因法令苛刻而获罪 饿死、病死以及大量逃亡才是主要原因 使建国天凤四年、公元十七年 在荆州的南阳郡和南郡一带 一支由王匡、王凤六、王长、马武等人领头的鸡民 逃入南方的陆林之中 汉水之上 距离刘秀的家乡不远 使建国天凤五年、公元十八年底 吕母所在的狼牙郡 由樊崇等领头的鸡民 也聚众劫掠、吕母的万鱼人马亦汇流其中 这两支盗贼 分别就是日后著名的陆林兵和赤梅军 但现在 他们还和其他地区的流民一样 尚没有掀起巨大的波澜 只在地方郡县的视野里 大概就在此时 刘秀返回了故乡 对于天下的种种变化 他还会继续观察、体悟 在故乡 已经二十五六岁的刘秀 沉稳的性格和游学长安的经历 给他的另一位叔父刘厂留下了很深的印象 刘厂委托刘秀到长安帮他打个官司 刘厂是汉朝时候的冲林侯 狄义的兄长狄轩的亲家 汉末曾被牵连进狄义的叛乱 所幸后来他态度好 被网网恕为拥护他的典型 而此番诉讼 涉及使建国帝皇元年十二月七之前他地租上的两万六千壶粮食和冲笛草料的钱若干万 从这个事情看 首先 刘厂虽然没了爵位 但在新潮仍然过得比较舒服 其次 直到使建国帝皇元年 冲林一带仍然比较稳定 没有受到关东的影响和陆林的冲击 再次 选择刘秀帮他打官司 除了刘秀踏实能干 熟悉长安 关键是看不出他有造反的想法 刘秀再次奔赴长安 败业时任大司马盐游 当时一同去的还有婉城的一个人 据说盐游接待他们二人时 注意到刘秀美须眉 长得帅 因此只和刘秀一个人说话 刘秀给了盐游很深的印象 用不了几年 他俩将会在战场上再见 就赤梅军的兴起 这次重返长安 刘秀在办事之余 惊讶地发现南郊正在大兴土木 被蒸发的人日夜在工地服役 每天都有人累病而死 原来是修建九庙 京师的执法们正在穷治一起大案 据陆郡有人谋反 联络发动燕照一带的军队起兵 事情被大司空氏王丹发掘 皇帝派三公亲自督办 暗自牵连郡国豪杰数千人 都被诛杀 带着从京师获得的此类信息 刘秀返回了家乡 他敏锐地觉察到天下的形势已经比较危急 但朝廷似乎没有足够的危机感 这或是因为官内一直比较稳定 不过到了始建国帝皇二年 三府盗贼马启巴 官内的匪患也层出不穷了 面对源源不断承报上来的边境战事和内地民情 往往并非没有危机感 起初 他觉得应该以军事镇压为主 试图建立军政合一的军制 任命所有的周牧为大将军 郡长官为偏将军 县长官为校尉 但效果不佳 不是说官僚加上军职就能打仗 比如 在荆州 始建国帝皇二年 公元二十一年 荆州木发兵两万人攻打陆林兵 结果被击败 数千人被杀 资重全部损失 陆林兵乘胜回击 攻克树县 掠夺了许多妇女和物资回到山林 军队扩充到五万多人 靠州郡的力量已经制不住了 在关东 同样是这年 樊崇和狼牙郡及周边的叛军逐渐河流 达到数万 开始主动攻打周边县城 在孤木县九 与前来争缴的一平连帅及北海太守 一平是从原北海郡愤出的郡田矿遭遇 并击败田矿军 此后 他们从狼牙郡辗转打到泰山 势力大胜 成为关东主要的反叛力量 而在边境 往往派国师合众及国师副手曹放增兵西南 攻打巨挺国 同时继续从全国蒸发物资转运到北方边境 以被攻打匈奴 如此四面开花 同时进行好几场战争 王莽应接不暇 不得不认真考虑根本解决叛乱、民变以及边疆战事的办法 他下令召集群臣 不管是现任的还是退休的 开一个秦贼战略座谈会 但是 经历过那么多事情之后的群臣 都已熟悉王莽的习惯 会上没人敢说实话 却大谈叛贼是行尸走肉 很快就自生自灭 这时 有一位故人站了出来 他就是当年汉埃帝死后 曾与和武互相举荐为大司马的顾汉左将军公孙禄 公孙禄早在安汉宫时期就被排斥出政坛 这反而使他在此后的诸多权力斗争中安然无恙 考虑到他是前朝能臣 又担任过高级军职 这次提议将他一并言请 公孙禄站出来 说了一番真心话 要想平息叛乱 只靠军事讨伐是不行的 根子在内政 因此只要杀掉七个人 告慰天下 叛乱自会荡平 哪七个人? 一 太史令宗宣 他胡乱解释天下 把凶说成吉 挂悟朝廷 二 太父 平化侯唐尊 根本不懂政治 以虚伪地简朴博得名畏 有害政务 三 国师 嘉信公留心 颠倒六经 废毁施法 还把什么周理伟经历在学官 导致天下学术败坏 四 五 明学男张寒和地理侯孙杨 他们搞井田志 使百姓抛弃农耕 六 西河鲁匡 设立六馆 破坏工商业 七 说服侯催发 阿谀奉承 阻碍下情 同时 还要停止和匈奴的对峙 尽快和亲 恢复和平 往往越听越不高兴 立刻吩咐虎奔进来 把公孙禄带出会场 公孙禄所说的 几乎涵盖了新朝改制的全部内容 也就是否定往往 他焉能不生气 这场座坛会就此草草收场 但是 戏就公孙禄所说 有些也属于书生之见 宗宣 唐尊 刘新所做的事情 主要是观念和学术 影响在上层而非社会 张寒 孙杨负责的王田志 早已停止实际运作 大概只留了个名目 这几位尾时不必为新朝行事的败坏负主要责任 只有六管之政 催发的谄媚和与匈奴的对峙 比较在点上 公孙禄这一番话 往往虽怒 却听进去了 但是与匈奴的对峙 他已经错过了和亲的机会 骑虎难下 只能将错就错 其他人里 只有鲁匡可以借来为六管色责 就将鲁匡贬为五元族政及五元郡太守 但这已经于事无补 刘明刚起来的时候 还可以通过喂饱肚子将其平息 例如 樊崇军 虽然声势浩大 但这些农夫并不了解自己在做什么 没有建立文号 惊奇 标志的意识 别说称帝夺权 连将军都不敢自称 领头的樊崇教、三老 其次是从事 都是基层官职的名称 他们的组织结构也简单 主要靠杀人者死 伤人者常创等基本伦理来约束 因为 他们的愿望并不是造反 而是 长撕碎熟的归乡里 就是不劫略郡县 杀人抢劫 只是到处寻找食物填饱肚子 熬到下一茶粮食熟了 还得回家过日子 有一次 樊崇军经过一处地方 当地有一位远近闻名的孝女 樊崇军认为 惊扰了大孝之人会得罪鬼神 不仅没有劫掠 还给这位孝女留下了米肉 十一 如果这时朝廷能够调动粮草安抚 赦免其罪 鼓励他们回到家乡 那么可能还有挽回的余地 但往往坚持镇压 而且从中央调派了太师西众太师的副手 井上 更使将军护军亡党发兵 这支政府军所到之处 侵扰百姓 消耗物资 郡县还要做好接待 仗还没怎么打 先把经过的郡县给破坏了一遍 一平连帅田矿吃了败仗后 吸取教训 了解樊崇军其实都是些农夫 只是人多 难以击败 因此 不再单纯依靠常备军 而是发动郡县里所有十八岁以上的男丁 发给武器 组织成民兵 各自负责本乡本土的保卫 这一招 果然见效 樊崇军游走到这些地界 觉得无利可图 就辗转到其他地方去了 至于皇帝派来的王师 井上 竟然一不留神 被樊崇军打死了 看到田矿的成效 听说了井上之死 王莽若有所悟 委派田矿兼领青州 徐州牧执权 但又不允许田矿擅自征兵 又派太师将军王匡 更使将军连丹带兵到关东征脚 比起井上 王党 王匡和连丹的级别更高 王匡还是皇亲 田矿争辩说 积民太多 军队远道而来 人少兵疲 于事无补 而且接待高官 郡县苦之 反甚于贼十二 最好把他们都请回去 由我来负责评判 一定能评定 田矿的自信 反而引起王莽不满 史书用了一个词 为恶 十三 细完其意 既有对田矿能力的畏惧 也有嫉妒和自卑 王莽于是派了个使者 去接管田矿的兵权 将田矿照到长安授予职位 名声暗讲 自此 樊崇军再无对手 十 赤梅军的胜利 史建国帝皇三年 公元二十二年 四月 长安 宣平门外 王莽正在狱中亲自祭祀路神 以鉴别一支军队 为首的是太师将军王匡 庚使将军连丹 他们准备赴关东远征樊崇军 王匡是王阴之孙 王顺之子 还很年轻 连丹是新朝老将 连颇后人 经验丰富 两人为高权重 带领十万大军出征 寄予了皇帝一举荡庭关东的厚望 此番出征 不仅有军事意图 还要兼顾赈载 前些日子 田矿给皇帝的上书提到 洛阳以东 每十米的价格 已经涨到两千钱 来自关东郡县的报告上也惨痛地说关东人像石 因此 他们还要在关东打开粮仓 镇计鸡民 雨下得很大 把军人的衣服都淋湿了 给原本雄壮的出征仪式蒙上了一丝悲壮和不祥的色彩 有老人哀叹地说 是位弃君 十四 但真正要哭泣的 其实是鸡民 往往虽然取消了山泽之劲 打猎捞鱼不用交税了 但这实在是杯水车薪 更荒诞的是 他派人到全国各地传授一种方法 据说把草木煮成烙能够冲击 关东的鸡民得不到有效的救助 除关的王匡 连单十万大军 又加重了关东的局势 正如田矿所预料的 大军所过之处 比刘明更甚 以至于关东有谚语说 宁逢赤梅 不逢太师 太师尚可 更是杀我 十五 王匡比赤梅可怕 连单比王匡还可怕 这个链条透露了连单的残酷 但战争哪有不残酷的 这侧面反映了连单比王匡更像一名将军 自四月出征 王匡连单到了定陶 还没有与樊崇军作战 皇帝的诏书先追了上来 往往斥责连单 可以怒矣 可以战矣 将军受国重任 不捐身于忠也 无以报恩色则 这话说得很重 但其实就是催促连单 尽快荡平关东 不要蒙上贪生怕死之名 连单岂是贪生怕死之徒 但皇帝直接催促进兵 还是很严重的事情 他把诏书拿给自己的下属 将军愿冯衍看 冯衍是汉原帝冯昭仪的兄长冯野王之孙 冯昭仪的孙子是汉平帝 算起来 冯衍和汉平帝是兄弟 因此 冯衍对王莽是很抵触的 看到诏书 就劝连单不要出战 而要拥兵于大郡 招降纳畔 以待识变 连单不敢 大军继续前行 到了虽扬时期 冯衍又一次劝说连单 机不可失时 不再来 再延宕就没有机会了 连单最终没有听从逢眼 他与王匡在冬天时抵达有延庭 就是改名前的吴延县 这里已经被一名叫索卢徽的叛军占据 王匡 连单迅速将其攻克 斩首万余级 取得了一场大胜 王莽很高兴 派中郎将劳军 将连单禁绝为平军功 王匡受到激励 真知有一支号称赤梅的队伍 由董宪统领 驻扎在梁郡 就很想呈着士气高昂 一举击破 董宪其实和樊崇军没有直接关系 是自立的一支武装 只是以赤梅为号 连单却认为 刚打下吴延 士兵都很疲劳 应该休养一番 恢复士气 王匡不听 自己带兵出发攻打董县 见此情景 连单不得不紧随其后 在城昌县十八 双方发生了激烈的战斗 王匡 连单惊奇地发现 这些人之所以叫赤梅 是因为他们把眉毛染红了 而且 他们虽然是乌合之众 但早有准备 以意待劳 一番激战 王匡 连单兵败 王匡健壮 主张尽快逃走 连单心里如何想 已经不得而知 但面对一个冒进失败 又没有担当的同僚 该是非常无奈吧 他派鼠力把印喜 福节等重要的平信 都交给王匡 说 小儿可走 无不可 十九 称王匡为小儿 有奋机指责的意思 但也可能是把王匡还当作孩子 而他不走的理由 想来该和王莽的那封诏书有关 连单交代完后事 带领残兵力战而死 果然实现了诏书里捐身中也的话 连单的校尉汝云、王龙等二十余位将军舰到主帅镇王 都说连功已死 无谁为生 二十纷纷骑马冲入赤梅军阵 全部战死 由此可见 连单的确是一个颇得人心的合格军人 既不辱莫先祖连坡 孙子连范 也能因为贤能仗义在东汉扬名天下 王莽派他出征 不无识人之名 冯衍对这个结果并不意外 他侥幸逃出乱军 向河东逃命去了 得知连单阵亡 十万大军只剩下王匡的残军 王莽悲痛不已 但他仍然不重视田矿的忠告 继续选拔将领东征 这时 早就被他晾在一边的国将哀张站了出来 主动请英去东方支援 埃章虽为四府 手中却没有什么权利 被认为是王莽最轻贱的人 而且他贪恋陆魏 有贪赃逊私之事 王莽得之后 没有惩处他 正好当时给四府配备副手 也就是太师西仲 国师和仲 太父西书 以及国将和书 而这位国将和书 名义上是埃章的副手 实际上是派来监视他 几年来 埃章在长安过得不舒服 想去关东立宫 也躲避监视 王莽同意了 令埃章带兵持援王匡 又派大将军杨骏守敖仓 司徒王巡带兵十万赶赴洛阳 很快就重建东方防线 但防线已经萎缩到洛阳一县 在往东的地区 只有王匡和埃章的弱旅 赤梅军则从东海 狼牙诸郡 道楚 佩 汝南 颖川诸多郡县 四处转进 与各地郡县的政府军战斗 胜多败少 皇帝在东方战场彻底失败 十一 绿林兵的兴起 是建国帝皇三年 公元二十二年的一个夏日 工人恐惧地向王莽禀报 从东方飞来了无数蝗虫 遮天蔽日 王禄堂和其他宫殿楼阁上都爬满了 敢都敢不走 这是典型的灾疫 王莽再无能力将其反转 只好发动立民捉蝗虫 捉到得有赏 他理应知道 如果关东的蝗虫已经飞到长安 那么关东的旱灾和饥荒也在日益逼近 鸡民为了躲避饥荒和东方的战事 也波浪一般的向西流动 按照以前不成文的惯例 每当关东出现大饥荒 关中总会接纳部分鸡民入关密食 这次也不例外 入关的鸡民累计达到数十万人 有些还涌入了惊师 往往没有排斥他们 还任命专门的养善官 镇灾 尽管汉书说镇灾的官员中宝私囊 负责京师镇灾的中皇门还欺骗王莽 但这十万鸡民居然没有发生动乱 也没有大规模劫掠 说明王莽的镇灾总体有效 是他执政晚期不多的亮点 刘秀家族所在的南阳郡也出现了旱灾 而关东的鸡民恰好在此时往西迁移 荆州各郡县的豪杰地主官吏们大受震动 关东的形势坏到什么样子 他们是知道的 如果鸡民振臂一呼 俨然就是另一个赤眉 刘秀家中的是水田二十一 情况好一些 但如果再涌入鸡民 就不可收拾了 所以 当地凡是有条件有资源的 都会组织宗族成员防御 以备始变 于是 这一年的荆州 渐渐出现三种不同的势力 前番击败荆州墓的绿林兵 内部发生了瘟疫 死伤颇多 为避免团灭 绿林兵一分为二 向外转进 其中 王匡 王凤代人北向南阳郡 号 新士兵 承担 王长代人西向南郡 二十二 号 下江兵 始建国帝皇三年七月 新士兵进击南阳郡的随县二十三 虽然没有攻下 但平林县人陈牧起兵响应 号称 平林兵 正在逃亡的刘秀族兄刘璇 此时加入平林兵并担任官职 至此 原初绿林兵的这三支队伍逐渐超越盗贼的规模 成为荆州最具活力的军队 为了应对 王王也做出军事部署 大致有三支力量 其中 最前线的是南阳郡本地军队 由前队大夫贞父 蜀政梁秋次率领 南阳郡东边的豫州 司命大将军孔仁统领一军 以坐纵身 主力由内阎大将军阎游至宗大将军陈茂率领 但是王王却不给他俩兵服 因此 二人虽然号称主力 却无权调发军队 每次调动必须先请示王王 阎游自认忠诚 对此感到寒心 和陈茂发牢骚说 遣将不给兵服 这就好比猎犬被拴着 还被要求必须抓到猎物 陈茂也有同感 第三种势力 就是刘尹和刘秀的冲灵兵 此时 刘秀曾经帮助打官司的故冲灵侯刘长 已经去世 刘尹等人在宗族里已经冒奸 刘长的嫡子刘旨是嫡义的妹夫 他为人敦厚 一直跟从刘尹 起初 他们大概只是组织冲灵的刘氏宗族防备积民 可能也防备来到南阳郡的绿林兵 但刘尹素有大志 见天下已有崩坏的迹象 开始密谋些事情 不巧泄露 刘秀唯恐被牵连 跑到南阳郡的新野躲避 往来与宛城贩卖粮食 游氏结识了宛仁李通 李通曾任新朝五威将军从事 后任乌县城 在新朝的各类改制中利益受损 李通的父亲在长安 是刘新的助手 精通天文 告诉儿子说 屠衬已经昭示了刘氏父起 李氏为辅的真相 李通于是怂恿刘秀岂是繁忙 刘秀岂出并不愿意 李通切而不舍 反复游说 刘秀得知 刘颖已准备在冲灵起事 最终答应了李通 约定在十月二十四和李通在宛城起兵 与兄长呼应 十月 武器准备停荡 刘秀先和李通的弟弟李毅启程返回冲灵 留下李通在宛城负责起事 没想到 此事竟然泄露 李通在宛城的宗族六十四人被杀并在宛室焚尸 只有李通一人逃走 他在长安的父亲及其他亲属也一并被杀 刘旨在宛城的家人也全部被捕 刘尹仍然按照计划于十月在冲灵正式起兵 以刘氏宗亲为主 有七八千人 号称驻天都部 这个名号很有趣 当年敌意起兵时就自称大司马驻天大将军 见此一些不愿意起兵的刘氏宗亲吓得逃跑 生怕重蹈当年敌意灭族的覆辙 十一月 刘秀、李通等人先后到来 众人一看连刘秀这样浓眉大眼美资虚的人也身着战袍造反 便又放心了 就此 刘尹带着二十八岁的弟弟刘秀正式起兵 打出了冲灵兵的旗号 相比较而言 荆州的这三支势力里 冲灵兵最弱 加之晚成启示的失败 冲灵兵是单力薄 就派人找到新士兵、平林兵两支陆林队伍商议加入 最终三支军队合并 联军仍称绿林兵 这段故事 史书描述为新士兵和平林兵主动投奔冲灵兵 显然是为了抬高刘秀而将情节扭曲了 这时的刘秀连匹马都没有 只能骑牛 但也要承认 刘尹、刘秀等一批出身豪杰、知识水平高且具有前朝皇室血统的精英加入绿林兵 一定程度上扩充了绿林兵的战略格局 陆林兵很快就向西进发 一路过关斩将 连克新野、胡扬等线 进展顺利 刘秀作战勇敢 斩杀新野魏 终于有马可骑了 初步胜利 却发生了一个插曲 分战力品时 大概是冲灵宗族拿得太多 表现贪婪 引起了普遍的不满 其他绿林兵一度想要攻杀冲灵兵 幸好刘秀觉察 督促宗族把财务云给别人 避免了一场内讧 这证明了刘秀的领导才能 但更反映了绿林兵并没有人心思汗 把冲灵兵看作来投靠自己的弱履 敌意颇深 在这件事里 刘璇是何种态度 史书未载 但他早就加入平林兵 很可能没有站在同宗的立场上 这大概也是后来陆林兵立刘璇为帝 而不会选择刘尹的渊源之一 避免了内讧的绿林兵继续前进 在克吉阳二十六 兵临南阳郡首府晚城之下 并立兵莫马准备攻打 早在王莽居社时期 与冲林侯同属长沙王世系的安仲侯刘虫起兵繁忙 也曾攻打晚城 但很快失败 时隔十六年 相似的形势再次出现 晚城中 驻守着前队大夫真父 属正梁秋刺 作为军守一级的高官 他们手下的军队训练有素 陆林兵打算先进驻到吉阳与晚城中间一处叫小长安的聚落 但没想到刚到小长安 就迎面遇上真父和梁秋刺的军队 当天大物弥漫 陆林兵猝不及防 被杀得大败 特别是冲林兵 本来就不是职业军队 刘氏宗族包括女眷 儿童都在其中 在此战中几乎全军覆没 刘秀的二姐及三个女儿 兄长刘仲 叔父刘梁的妻子和两个儿子都被杀 真父 梁秋刺成此大胜 把监狱里刘旨的母亲妻儿等全部杀死 并图谋一举荡庭绿林兵 就把资众留在后方 率十万军队渡河 联河上的桥都断了 已是破釜沉舟之志 而陆林兵经此一役 元气大伤 想就此散伙 逃回山林 对刘尹 刘秀来说 这绝不可能接受 陆林兵来自山林 当然可以复归山林 刘氏家族能去哪里呢? 一筹莫展之际 另一支绿林兵 即一度吸去南郡的下江兵 被阎游、陈茂击败 辗转也来到南阳郡随县附近 经过整顿 势力赴阵 刘尹赶紧去联络 面对下江兵的首领王长 说了一番人心思汗的道理 竟然说动了王长 王长和下江兵其他首领商议 别人都觉得现在各自为主 何必受他人挟制 王长却坚信 汉家将复兴 最终劝说下江兵合并到陆林大军 王长本人也与刘氏兄弟结下了深情后裔 自此 绿林兵开始表现出某种思汗的特征 但细究其逻辑 作为情感的思汗仍然很微弱 单作为政治的思汗其价值终于被发掘 刘氏兄弟逐渐意识到 思汗是判定并划分敌人和同盟的有效工具 再没有什么比汗朝的旗帜最能体现繁忙了 以富汗为号召 不仅能笼络人心 坚定同盟 还能凭借宗室身份取得主导权 换言之 思汗本身并无政治意义 但恰好在此时具备了政治的内涵 因此 陆林兵这支源于流民的乌合之众 军事上重振旗鼓 更逐渐演进为时代舞台上参与角逐的政治力量 而当时在关东流窜的赤梅军 虽然军事力量更强 但完全没有政治意识 仍然属于流寇的范畴 图7.2陆林兵前期发展简图 12月底 陆林兵真知真父 梁秋次把资重留在了后方 抓住时机派军偷袭 在12月最后一天夺取全部资重 政府军军心大乱 还未有所行动 到第二天 也就是始建国帝皇四年正月初一 律林兵分两路总攻背水一战的政府军 将其杀得大败 真父 梁秋次拒被斩杀 得到消息的颜游 陈茂见形势危急 担心宛城空虚而被占领 迅速向宛城开进 律林兵也火速收拾战场 向宛城进发 双方在宛城南部的豫阳交战 严游 陈茂也被击败 仓皇逃走 宛城中 仅剩吉阳令岑鹏和前队二 及南阳副太守 严说助手 兵力不多 能依靠的只有显要的地形 坚固的城池和还算充足的粮草 律林兵主力将宛城团团围困 负责攻城的是刘尹 正是在宛城之下 刘尹给自己打出了驻天大将军的名号 十二 昆阳之战 比起刘璇当时号称耕使将军 刘尹的驻天大将军俨然以天下顶梁柱自诩 陆林兵里的高级首领们 对此不可能没反应 律林兵既然有了富汉的政治意识 那么将其政治实体化是很必要的 而且 击败真父君之后 从各地来投奔的人越来越多 也具备了政治实体化的条件 始建国帝皇四年公元二十三年三月初一二十七 在玉阳附近的玉河岸边 律林兵正是拥立刘璇为皇帝 改元为耕使 这个年号既是因为刘璇曾担任耕使将军 也寓意重新开始 重建汉朝的意思 始建国帝皇四年三月 也就成了耕使元年二月二十八 据史书说 刘璇是因为懦弱容易控制才被陆林兵立为皇帝的 在即位大典上 他紧张得满头冒汗 甚至说不出话来 这绝不符合一个杀人全家 逃亡多年的歹徒形象 刘璇被拥立并不奇怪 后世的史书出于维护刘璇的声誉 刻意消除甚至歪曲刘璇在律林兵中的作用 但是 刘璇和刘尹 刘璇同属刘氏皇族后裔 在血统上没有区别 他投奔绿林兵的时间早于刘尹兄弟 与绿林兵诸多首领关系应更亲密 彼此更信任 他在陆林兵中的资历和地位也高于刘尹 刘尹最为倚靠的冲林兵损失惨重 没有和刘璇博弈的资本 因此 刘璇得到绿林兵的拥立合乎逻辑 耕使即位 大风群臣 除了陆林诸首领外 刘尹被败为大司徒 卫列三公 风汉信侯 刘秀被败为太常天将军 这一可说明 更使地比较尊重刘尹 没有亏待他 刘秀此时也确实没什么值得夸耀的功绩 天将军的职位已不算低 不过 当时条件确实简陋 所败官职也五花八门 比如李毅被败为五威将军 这是新朝自创的名号 按理说不应被重建的汉朝使用 刘秀连大印都没有 不知从哪里捡了一个定武侯加成印 佩戴上朝 天下有了两个皇帝 长安的皇帝大为惊恐 他花费毕生心血将汉朝抹去 成功做到十多年来几乎没人思念汉朝 起兵的多是匪患和盗贼 但从现在开始 汉朝重建 再造危局 他回到了原点 就像妖怪被打回原形 难道要从头开始吗? 更使地令刘尹继续以主力围攻完成 又遣一支军队向后方攻打新野 王长、王凤、刘秀则领兵北上 更使元年三月以占据尹川郡的昆阳、定陵、眼线二十九 打开了通往洛阳的门户 当然 局面并非无可挽回 往往一方面继续下令在东方的太师将军王匡 国将埃章等人把劳东方战线 阻挡赤梅军西进 一方面派大司空王毅迅速赶赴洛阳 和司徒王巡尽快征集周郡主兵 元年五月 王毅、王巡带领所征各郡县的军队 南下至颖川和盐游 陈茂军会合 加上后勤人员 总兵力号称百万 其中已经集结的四十多万 王毅为主帅 可以判断 王莽将全部的期望都寄托在这支大军上 一场决战在两个皇帝之间酝酿着 这支大军浩浩荡荡 惊奇滋重 千里不绝三十 其中还有一个巨人名叫巨无霸 此人是始见国天凤末年 素叶连帅三十一韩伯向往往推荐的 韩伯在上书中对巨人大家赞美 称他是上天所降 辅佐新朝 特别有一句是这么说的 愿陛下坐大甲高车 奔御之衣 遣大将一人与虎奔百人迎之余道 京师门户不容者 开高大之 以示百蛮 镇安天下 这句话乍看没什么 但戏毒就会有些阴阳怪气 高级黑 一个从民间得到的巨人 需要由皇帝建造大车 遣大将和虎奔百人迎接吗 而且 京师里门户太矮的 还要为了让巨人进来拆了重改 一个巨人 就能达到恐吓四夷 安定天下的功效 更何况 往往的字是巨君 不就是巨人的意思吗 往往当时很不舒服 又没有理由发作 先把巨人接到长安附近养了起来 后来终于找个机会把韩伯杀了 而今 天下形势危急 往往又想起这个巨人 令他一并出征 队伍里还有许多老虎 豹子 犀牛 大象等猛兽 以及62家据说精通兵法的高人术士 后世 玩电脑游戏魔兽争霸 观电影《指环王》 可以想象这只大军的样子 有黑压压的步兵 骑士 有科多兽 狼骑士 有法师 山丘巨人 这样一支极富想象力的大军来到昆阳附近 更是军无步胆战心惊 纷纷就近躲进昆阳 王凤 王长 刘秀都在昆阳城中 他们站在城墙上眺望 不禁倒吸了一口冷气 百万大军正在集结 惊奇遮天蔽日 赶来的队伍源源不断 根本看不见地平线在哪里三十二 气氛凝重之时 有人建议诸将放弃昆阳 分散突围 退回南阳 刘秀站出来说 现在敌军太过强大 如果大家合力防御 还能撑一下 倘若分散作战 后面就会被各个击破 死无葬身之地了 诸将起初大怒 结问刘秀说的容易 但刘秀表现得比较沉稳 提出了他的策略 王长、王凤留在昆阳 带领全部七八千兵马留守 而他本人带几个人冲出去搬救兵 与此同时 昆阳城外 王毅军大营内 也为下一步的战略炒得不可开交 主帅王毅主张迅速攻克昆阳 然后南下脚灭庚使军 严犹不同意 他认为 昆阳虽小 但城池坚固 不是旦夕可以拿下的 称帝的刘玄才是大军的主要目标 所以大军应该绕过昆阳小城 迅速南下 趁着晚城还没有被耕使占领 尽快剿灭耕使政权 到时候昆阳自己就会投降 严犹的策略确实是老将之言 用现代的话说就是抓主要矛盾 但王毅却不认同 他不是不同意尽快剿灭庚使 而是没有把昆阳放在眼里 在他看来 百万大军横扫昆阳 没有难度 疊血而尽 前歌后舞 顾不快携 三十三听上去确实很文艺很过瘾 似乎也不耽误剿灭庚使的时间安排 而有些从昆阳城中叛逃到王毅军中的士兵 也向王毅等将帅讲了城里的事情 听说城内有刘秀在参谋方略 严犹倒是笑了 说 刘秀就是几年前来找我打官司的那个须眉慎美帝人吗? 没想到是他呢? 确实是他 这天夜里 刘秀、李毅等十三人悄悄骑马从昆阳南门顿去 当时王毅军已经驻扎城外 尚未大举合围 第二天 王毅就下令将昆阳重重包围 建立的云车比城墙都高 可以俯瞰全城 同时挖掘地道 冲车撞门 见史如雨 言由见此 又提出异议 按照孙子兵法 穷寇不要追 围城留缺口 这样一方面避免敌军做困兽之斗 一方面可以故意放出一些敌军 消耗守军力量 还能散播我军强大的消息 从而打击敌军士气 不愧是曾智取高沟黎的名将 但这经验之谈 王毅依然不听 不仅如此 城中的王凤 王长已经顶不住了 派使者来祈求投降 王毅还是不许 站在王毅这边的还有同宗王巡 他们都觉得昆杨旦夕可破 不需要给对方投降的机会 等城破后还要痛快地屠城呢 王凤 王长起降悲剧 彻底死心 纠集众人奋力守城 期待刘秀尽快赶来 刘秀也不负众望 马不停蹄跑到眼线 定灵 把当地能召集的军队全部蒸发 但即便如此 才几千人而已 听说刘尹还没把宛城攻破 刘秀深知形势危急 不敢耽搁 急率这几千人重返昆杨 6月初一 进发到距离王毅军四五里的地方 沉冰列阵 王毅当然不把旧兵放在眼里 似乎怕肉不够吃 还下令各部军队一律不准轻举妄动 由王毅、王巡二人亲自率领万鱼兵马三十四 上前与刘秀军对峙 遣数千人出战 刘秀也披挂上阵 斩首数十级 还带领部分兵马冲到昆杨城下 向城中送入使者 称刘尹已经攻克晚城 援兵马上就打 事实上 三天前 晚城守将岑鹏确实投降了 但刘秀尚不知晓 只是虚张声势已提高守军士气 刘秀还故意把晚城被攻占的假书信丢掉 让消息传到王毅军 以影响王毅军的士气 面对大军 刘秀只能智取 他带领三千赶死队员 绕到昆杨城西的河流上 找准王毅、王毅所领中军的位置 犹如打蛇之七寸 直接冲入其中 王毅、王毅猝不及防 阵型大乱 而其他的军队 因为王毅有令不准妄动 都驻足观望 电光石火之间 刘秀军已经斩杀王毅 昆杨城中的王长 王凤也趁机鼓噪而出 形成骑兵 呼声震天 突然又有电闪雷鸣 风雨交加 王毅军大感惊慌 迅速溃败 图七点三昆杨大战形势简图 王毅军是蒸发各地郡县军队所组成 还有盐游、陈茂的影川兵 本来就各有编制 换言之 王毅的大军没有形成有效的组织 推测各郡县的军队 也都是由各郡县自己指挥 一剑主帅溃败 王巡被杀 朱军首先想到的是返回各自郡县 因此才能溃败得如此迅速 王毅的幸免 也是因为他身边的部队是从长安带来的亲兵 愿意护送他向北败退至洛阳 言由 陈茂骑快马狼被逃离 向东南方向奔入南郡而去 百万大军留下的资重粮草 战车兵甲 珍宝钱财 刘秀一部分留下 一部分发到晚城之园耕屎地 实在带不走的 只得烧掉 那些虎狼猛兽 也或散或死 据吴霸不知所踪 想必死在乱军之中 昆阳大战取得了辉煌的胜利 刘秀成圣继续在尹川郡攻城掠地 囤在赋城三十五附近 昆阳大战是古代以少胜多的著名战役 其过程与1683年 奥斯曼帝国大军围攻维也纳略有相似 当维也纳被土耳其人的炮轰 地道打得快要支撑不住时 波兰国王及时赶到 波兰王国那著名的三千名义骑兵发起了传奇般的冲锋 将土耳其人击溃 不仅拯救了维也纳 也终结了奥斯曼帝国对欧洲的霸权 战事的消息传到环坛那里 他表示意料之中 对此评论说 王翁不择梁将 而但以士姓及姓锦闻力 或遣亲属子孙 素所爱好 嫌无权制将帅之用 是以君和则损 势众散走 就在不择江 将与主聚不知大体者也 36 往往才是昆阳大战失利的根源 要承担领导责任 而刘秀是最大受益者 即使考虑到史书为赞美刘秀而有所夸张 也不能不承认 新潮的确在这场战斗中被歼灭了大部分有生力量 此战成为新潮覆灭的标志性事件 成为往往大势已去的象征 刘秀一战成名 此战对他未来建立地业功不可没 但刘秀还没有享受完大战胜利的喜悦 就得到一个令他震惊且悲痛的消息 兄长刘尹被耕使帝处死了 13 长安宫城站 更是元年 公元23年5月底 正当刘秀在昆阳敖战 晚成守将 岑鹏投降 晚成西通关中的门户五关 向北就是洛阳 战略意义非凡 6月 更使地开进晚成 随后获悉昆阳之战取胜 大为欢悦 从各处得来的消息 无不印证往往的覆灭 只是时间问题 在晚成 更使地大风宗室诸侯 新情况下 老问题又冒了出来 刘尹和冲灵兵在绿林兵中一直比较特殊 论政治实力并不强 但他与刘璇同属冲灵宗室后裔 因此有一部分人对刘尹非常支持 这就构成对刘璇的政治威胁 也影响着陆林系统的稳定 而围攻晚成和昆阳大捷 刘尹和刘秀这对亲兄弟收获了巨大的声誉和政治资源 使得原来暗流涌动的矛盾公开化了 经过陆林首领的多次窜多 更使地最终借故杀掉刘尹 但保留了驻天大将军的名号 封给了李通 刘秀韬光养晦 向更使地输成认错 从而躲过一劫 并凭借昆阳大战之功获封武信侯 败破鲁大将军 逐渐取得了更使地的信任 从某种意义上说 刘尹之死避免了陆林兵内讧 维护了繁忙的大局 也促成了刘秀下一阶段的自立 昆阳战后 天下的形势日益清晰 往往大势已去 宫廷里发生了刘新 王舍的未遂政变 刘在清、徐一带作战的扬州牧李胜 司命大将军孔仁被赤梅军击败 李胜被杀 孔仁投降后又觉得对不起王莽 随即自杀 自此 洛阳以东除个别郡县外 已无新朝势力 但是 王莽仍然占据着关中 洛阳等最重要的位置 困兽犹斗 他令太师将军王匡 国将埃章将东方的剩余军队撤回洛阳固守 又把逃到洛阳的败军之将王毅 召回长安担任大司马 组织政府 安排长安保卫战 虽然关中已经叛乱四起 但他仍能凭借皇帝之尊 使关中没有失控 东方青州、徐州、衍州一带 赤梅军继续转进关东大帝 他们实力强大但缺乏政治目标 是一支难以预测的危险力量 河北一带 繁忙起兵风起 其中不乏自立为帝者 各路势力单独来看 均不如更使政权强大 但要全部荡平难度不小 中原豫州也有事变 前西汉中武侯刘旺 起兵占据了汝南郡 从昆阳战场败退的颜游、陈茂 在路上打出汉朝旗号 自称汉江 正是背叛新朝 他俩逃到汝南 投奔刘旺 刘旺虽然军事实力不强 但一属宗室 颜游、陈茂的政治经验和军事水平都不低 不可等闲是之 西北梁州曾经担任国师刘新蜀官的奎骁 前番逃到故乡天水 见陆林兵起 新朝覆灭在即 起兵袭杀新朝的镇戎大隐及天水郡太守 被推举为上将军 奎骁专门从汉朝帝陵县平陵 请来一位精通天文的高人 名叫芳旺 败为军师 芳旺深信汉朝将复兴 劝他也打出富汉的旗号 奎骁于是下了一道非常有名的告天下各郡国习文 隶属往往的逆天、逆地、逆人三大罪 随即发兵十万 攻杀安定大隐及安定郡太守 往往堂帝王谭之子王相 梁州其余各郡敦煌、张业、武威、九泉、金城等向奎骁投降 庚氏军臣对刑事的判断是 要建立地业 就得稳住赤梅、吃掉河北 而前提是尽快推翻新朝 在其他宗室之前抢夺合法性 再来号令天下 因此 庚氏军兵分两路 一路北伐 由绿林兵的王匡带领攻打洛阳 洛阳驻军是王莽的太师将军王匡 一路西征 由西平大将军申图建 丞相司职李松率领 入关攻打京师 庚氏帝留在婉城 以待洛阳、长安拿下 天下可定 西征军面临的第一个障碍 就是位于幼队郡及汉红农郡的武关 武关是关中地区的东南门户 多年以前 项羽和秦军在关中的东方门户寒谷关外熬战时 刘邦却从武关进入关中 直取咸阳 武关的重要性可见一斑 8月37间 西征军还没有抵达武关 又对郡西县38的邓业、鱼匡 已经在当地带领百余人起兵 自称俯汉左右将军 西县位于武关的东南侧 属于武关防线外围 西县现在的兵马 也属于武关防卫的一部分 在邓 于二人的劝说下 西县在投降 百余人一下子变成几千人 这支原属武关防卫的军队 调头攻打武关 守卫武关的都尉诸蒙不战而降 邓 于的军队进而扩充到两万多人 这支由关内平民和新朝守军形成的义军 标志着天下彻底大乱 三府之内的豪杰不断起兵 杀掉新朝官吏 自称汉将 改用更史年号 往往已经沦为各路野生势力的猎物 谁先得到 谁就将获得巨大的利益 邓 渔军迅速在关内开辟去往长安的道路 北上顺利占领幼队郡郡志 攻杀幼队大夫及红农郡太守宋刚 在向西攻克湖县三十九 第八章 使建国帝皇四年十月 樊鲁 一 回首故人千里远 万岁一计 做民父母 退宁人奸鬼 长壮不老 封弹泰山 新世昌 新莽风扇御蝶残遮遮一 以聚秦美心 把目光速回到新朝建国之初 那一天 崔发终于被封侯了 崔发的祖父是昭宣时代的世遇史 父亲崔淑仙后在四个郡当郡守 是当时颇为有名的能臣 崔发还祭的 父亲带着一家人辗转任职 都变了半个汉家天下 所幸他的母亲师夫人能通经学和百家严 承担起教育他和弟弟崔传的任务 兄弟俩的儒学素养都很高 崔传在郡府担任郡文学 崔发则开设讲席 收徒授课 命运的疏途正是从这里展开 不甘寂寞地崔发离开故郡 到长安投奔了王王 作为汉朝的官三代 崔发为王王解说服命 甘当爪牙 把各类神秘可怪的事情说成是汉家江王 王室江兴的阵兆 到了新朝 他的努力终于得到了回报 他被封为说服侯二 说服这个绝号 可谓实至名归 虽然他的弟弟崔传两次拒绝出世王莽 但他们的母亲师夫人还是因为教子有方 得到了王莽的恩赏 皇帝亲自赐尊号一成夫 人 赐金印子兽 这是相当于三宫的待遇 赐文宣丹古 即高贵华美的车 崔氏家族成了新朝的显贵三 崔发把服命作为博取高官后路的天梯 的确是抄了进路 国师刘新此时正忙于为新朝改制 不知是否留意到 皇帝越来越宠爱崔发 毕竟 刘新惊言沉思的是大惊大法 本质上是借往往来弘扬儒家 而崔发擅长的侍姐说服命 意图用图衬来维护皇帝 二者品质截然不同 孔子曾说 人能红道 非道红人 至于一向厌恶服命和衬伪的环坛 也渐渐觉察出 往往即位后对服命的笃信愈演愈烈 他于是日渐沉默似 亦不寻求飞黄腾达 往来于刘新和杨雄之间 谈经论义 记录时局 道也不失为一种生活态度 使建国元年 有可能是出于催发的建议 往往逐渐建立起一套 以服命为核心 直接听命于自己 执行特殊使命的新队伍 虽然是无名文 但种种迹象表明 这只新的队伍是存在的 其关键词就是五威二字 新朝刚建国 在改正朔 一幅色的同时 将使节所持的毛帆 也就是棋子 颜色统一定为土德的黄色 署名统一为新时五威节 意思是 以成皇天上帝威命也 五 威命 就是与五行 五德 五地相配的神圣意志 所以叫做五威 新朝的建立是根据皇天上帝之威命 威体现着神力和威力的强制性 命包含着服命和武德的必然性 这正是王莽建立这套编制的意图 始建国元年秋天 王莽建立了五威将帅队伍 领头的是新朝大司空王毅的弟弟 长威侯王岐 共分十二队 每队有五威将担任队长 队员是五名五威帅 加起来一队六人 共七十二人 他们分头奔赴天下 向新朝臣明以及四周各部蛮夷搬行服命 并将汉朝颁发的旧的印喜、受戴、头衔全部换成新的 服命一共有四十二天 总而言之都是新朝得以兴起的征兆 其中最早的 是汉文帝时期曾经发现过黄龙的踪迹 当然后来的居多 例如王室家族祖坟的木头柱子长了心叶 茂陵发现的袋子石头 大风吹来的铜幅薄书等等 从这年的秋天到第二年春夏 往东直到玄兔 乐浪六 往南直到益州 聚挺七 往西直到西域 往北到匈奴边境 人们时不时会在异道上见到一群装束奇特 衣着艳丽的人 他们乘坐的车都是由姆马拉的 车厢上画着天文星图 乘车的人背后插着山基光彩夺目的长羽毛 摇摇晃晃 熠熠生灰疤 领头的五威将手里持结 号称太义之使 其他五个人手里持壮 号称五帝之使 这些人每到一处郡县 就召集臣民来听福命 其实 太义就是太医 太义五帝合起来就是前面说的皇天上帝 他们来宣读讲解新朝的福命 就是在传达皇天上帝的威命 因此 颁扶命这个动作非常重要 扶命是上天允许王莽称帝的证明 是同意新朝建立的批复 所以 皇帝必须让天下四仪都知道 五威将帅们的装束也必须彰显神性 这种做法在后世逐渐被视同而戏 并不常见 但在一些小说里颇能见到 比如《水浒传》里 宋将之所以有资格替天行道 其合法性来源于九天玄女送给他的三卷天书 而在隋唐演义里 程咬金即使当瓦冈寨的山代王也得靠天书 多年以后 大清的雍正皇帝听说民间认为他得位不正的时候 也是向天下搬行大义绝迷路 令各地学子背诵学习 宣讲他的即位既合乎法统又合乎正义 说到底 无论是汉 新这样的古老皇朝 还是明 清这样的禁古帝国 合法性问题都是不可怠慢的关键事宜 在五威的队伍里 五威将帅主要履行传播服命的职责 有点类似宣传队或理论干部 随后 皇帝还建立了一套全新的监察队伍 叫做五威私命 监督上公司府以下各级官员 出任五威私命的 是皇帝一贯信任的统幕侯陈崇 与此同时 皇帝还建立了五威忠诚四官将军的军事组织 与一般的军事组织不同 这套新组织主要负责安全保卫 在天下最重要的五个地点设置将军 恶守险要 五威前官将军首绕六九 由明威侯王吉出任 五威后官将军首湖口 由魏牧侯王家出任 五威左官将军首韩谷官 由掌威侯王齐出任 五威右官将军首成固 由怀枪子王福出任 这四位将军恶守官内周边四个险要 而且全都是王室家族成员 最重要的五威忠诚将军负荆师的警卫治安 首位荆师的十二个城门 由崔发担任 这不仅源于王莽的信任 还因为五威忠诚将军的职能与扶命相关 忠德继承 天下说服 十 由此 一支直接听命于皇帝 担负着宣传 理论 监督 安保等政治安全工作职能的特殊队伍 被逐渐组建起来 正如威命二字所遇事 这支队伍以扶命为核心 扶命 就是新朝的立国之机 合法之源 是皇帝的灵魂 维护扶命 就是维护皇帝 杨雄一入新朝 改任钟散大夫 也向皇帝献上一篇颂扬扶命 也就是赞美王莽的锦绣文章 这篇名叫《据秦美心》的文章 究竟是杨雄心甘情愿献血 还是以文豪的身份被授意所做 亦或是他对自己的处境有所不安 刻意撰文自保 后世已经无从知晓 但这篇文章在《魏央公王录堂》里被高声诵读的时候十一 没有人质疑文章本身的价值和逻辑 据秦就是阐述秦政的反动 美心就是赞美新朝的正义 据秦并不是把秦朝当作一般意义上的历史教训 而是将其作为邪恶势力 就像许多神话传说宗教以及魔界所描写的 邪恶势力将始终存在 并时刻准备卷土重来 但永远不能战胜光明与正义 可是有个问题 汉朝呢? 杨雄并没有贬损汉朝 甚至还赞美汉朝能够废除秦政里最为刻酷的部分 扶持儒家复兴 但是 汉朝并不能彻底当敌秦政 也不能全面建立儒家王制 因此 汉朝将近两百年的历史只有过度异议 被杨雄一笔带过 就是说 新朝建立的前提并非汉朝 而是对秦政的拨乱反正 秦朝二世而亡 汉朝在意贫发 最终上天降下扶命 由新朝代替 那些扶命在杨雄的笔下 呈现出奇异的风格 华丽 雍容 精致 但又神奇 诡异 隐晦 因运铿锵 字字朱击 以至于五百年后的流邪 也称赞说 鬼言顿词 故肩包神怪 然古彻谜秘 词贯元通 十二 平时 杨雄被人们半开玩笑地称为孔子 因为他模仿论语做法言 模仿周易做太玄 对此 有的人推崇 比如环坛 但更多的人觉得他哪有资格与圣人同列 但在据秦美心被诵读的这一刻 朝臣们却仿佛真的听见孔子和圣王的对话 据秦美心的最后 杨雄提出一个呼之欲出的建议 既然受命 那就该封禅太山了 皇帝对这个建议欣然接受 宣布等改制差不多的时候就东寻封善 杨雄虽然并不热衷政治 但在这一刻 他终究把自己摆在了司马相儒之余汉武帝的位置上 针锋之死 与那些在废墟上建立的王朝不同 新朝坐拥汉朝成平几十年的财富积累 长安城 似乎从未如现在这般繁华过 建国初的一段日子里 长安城内 未央宫前 时不时有人操着各地方言 辗转前来 要亲自给皇帝献上最新鲜的福命 报上刚发现的祥瑞 各地官员奏报上来的福命和祥瑞 更是数不胜数 毕竟王莽一开国 就给献福命的人封了侯 封侯 许多官僚和武将 一辈子也挣不到 而献福命既不需要有功 也不介意出身 是无本万利的好事 献福命的人如此之多 连那些爱惜羽毛的人 彼此也会开玩笑说 独无天地除疏忽 十三意思是 你手里怎么没有天地给的天书呀 曾经微微赫赫地福命 到此地步 已经和爷与村言差不多了 福命所蕴含的神圣和权威 也在一天天流失 伍威私命 陈崇注意到这个情形 不无忧虑地禀报皇帝说 这种事情 大开奸臣谋取私利之路 销乱天命 应该断绝其根源 王莽汉首 对此他也很厌恶 没当皇帝的时候 服命由民间自发献上是最好的 但如今当了皇帝 服命就不应当由民间来发起 而该由朝廷管控 皇帝于是安排尚书大夫 照并负责这件事 从此以后 执以五威将帅正式颁布的四十二个服命为准 民间严禁发现新的服命 严禁私陷服命 为者下狱 这是新朝建立后 在合法性上遭遇的第一个挑战 而且挑战来源于内部 因为服命被说成上天所降 那么朝廷怎么有资格禁止呢? 但不禁止 就会有人利用服命来谋求封侯封官 甚至反对皇帝 禁令起初还是有效的 那些争先恐后的人群顿时坐鸟受散 想必他们会懊恼 为什么不早点献服命吧? 时间一晃 到了始建国二年 公元十年 皇帝正在有条不紊地推行改制 其间 货币改制引起了不小骚乱 与匈奴也因为更换印席产生了冲突 面对这些事件 皇帝似乎对他亲手搭建的执政班底并不信任 按理说 大司马 诚心宫真函是三公之首 理应承担更多行政方面的工作 但汉书此时已经没有他行政活动的记录 种种迹象表明 皇帝亲自选派中级官员和将军来处理这些事物 可能把三公都亮起来了 作为政坛老人 真函能辨识出皇帝正在疏远帮助他登基的功臣 着手拔着使用年轻的大臣 眷顾王室家族的后生 真函大约看得比较开 既已未及人臣 正好告别暗读劳刑 真函的兄长真凤就不一样了 早在汉平帝时期 他就已是三公之一的大司空 居设期间担任太阿右府 是王莽当时的左膀右臂 常常和王莽商量正式到深夜 人称夜半客 真常驳十四 主持吕宽案时牵连构陷不遗余力 但在新朝 他却仅被安排为四将之一的耕士将军 且与卖饼的王胜 守城门的王兴同列 表面上看 真氏家族在新朝很显赫 除了真函、真凤两兄弟 真凤的儿子真寻现在是经兆大隐 家官适中 风貌得吼 不过真氏家族内部如果经常走动 理应会表达彼此的不满 特别是真凤 想起敌意起兵的时候 是他亲自带着兵器在宫中昼夜巡行 保卫王莽 如今换来这种待遇 怎么能不憋一肚子气呢? 王莽登基后 身居省进 真函、真凤 已经不容易见到他了 真寻担任适中 还能经常侍从左右 对父亲和叔父的境遇 真寻也颇觉心寒 他大概从内心里认为 若没有真是兄弟的相助 王莽哪能这么容易登基呢? 出于对王莽的熟悉 他发现 虽然朝廷已禁止私宪服命 但王莽对服命仍然笃信不疑 真寻于是琢磨了一个法子 这个法子和当年吕宽、刘宇等人的想法差不多 吕宽想用灾疫吓唬王莽 而真寻想用服命操纵皇帝 从后来发生的是推测 真寻并不是一个人琢磨的 而是和刘新的两个儿子 龙威侯刘芬 法鲁侯刘勇 大司空王毅的弟弟、武威将军、长威侯王齐 以及刘新的学生、齐都尉、始终丁龙等合谋商议 这几个人在当时都属于终生代 当然 此事真正的主谋当是愤愤不平的针锋 于是此后有一天 真寻突然向皇帝上奏 说发现一道新的服命 考虑到禁止私宪服命的法令颁布不久 真寻可能做了解释 这道服命的意思是 当年周朝初见 周公居东 赵公居西 两人分散而至 周 赵都是周朝道德高尚的大臣 诗经里的周南 赵南就是从他俩而来 如今 新朝恢复周代圣旨 也应分散而至 由真封为右脖 太傅平宴为左脖 这道服命 大概率是根据《公羊学》所造 因为《公羊传》里记得很清楚 自闪而东者 周公主之 自闪而西者 赵公主之 十五 礼记里也有周公左 赵公右的说法 所以 真寻想以这种方式抬高父亲的地位 而且还谦虚了一下 把同样被皇帝挂起来的平宴抬得更高 比照周公称为左脖 真封比照照公称为右脖 这个服命对王莽有没有好处呢? 把一大块土地分给两个功臣去治理 似乎没有什么好处 可称的只有一点 就是模仿周代这件事 凸显了王莽 现在已经不是周公 而是天子 王莽竟然对这个服命十分认可 欣然应允 当即就拜真锋为右脖 还指示他尽快竖直西行 皇帝的态度过于爽快 以至于后人疑心 他是故意这么做 看下一步 真锋父子如何动作十六 这是很有可能的 而真锋父子发现 事情进展如此顺利 就更加相信 王莽对服命 仍然像从前那样言听计从 于是 很可能在真锋默许的情况下 真锋趁热打铁 又造了一条服命 这一条很不一般 服命说 王莽的爱女皇皇室主 应当佩挤真锋为妻 这多半是真是父子 希望能像刘欣那样 与皇帝结为姻亲 以巩固自己的地位 但也不排除真锋 对皇皇室主 寄予已久 却是爱慕有加 正是很少记载爱情 只能猜测 真是父子认为 这条服命 也将很快得到皇帝的应援 却没想到 王莽勃然大怒 皇皇室主天下母 此何谓也 王莽大概是在极度愤怒下脱口而出 因为他使用了天下母这个词 皇皇室主的称号指新朝公主 皇皇是皇帝自称 室主有 在世为嫁之义 十八 王莽的确希望女儿再嫁 不愿意她去当定安公国的太后 成为刘氏的家人 但是 盛怒之下 她透露了女儿之所以尊贵 恰是因为曾经当过汉氏的皇后 所以是天下母 如此尊贵的女儿 岂是甄荀能染指 易淫的 王莽立刻下诏抓捕真是父子 得到消息的甄荀火速逃亡 在方氏的帮助下躲到了华山 但真锋是躲不掉的 只能自杀了事 这年是始建国三年 公元十一年 太傅平宴看起来没有被卷入此事 但真锋的死 还是令王莽的功臣故旧十分震惊 毕竟真锋曾经与她那样亲密 当然 有些人认为真锋就由自取 而且四将有了空缺 事情似乎就这样过去了 三 一年也很快过去 始建国四年 公元十二年 逃亡到华山的真锋被抓到了 他立刻被押借回京 审讯非常顺利 左伯右伯和曲皇皇室主这两个扶命是谁造的 哪些人参与了 逃跑时谁帮过忙 还有哪些公卿宗亲之儿不报 等等 真锋一股脑都说了出来 一场堪比当年吕宽案的大案再次掀起巨浪 一时间 刘芬 刘勇 王岐 丁龙等人全部被捕 对这些人的审讯 又将嫌疑犯的范围进一步扩大 公卿 宗卿 列侯 及以下抓了几百人 随着审讯的进展 一个更大的阴谋被抖了出来 真是父子的最终图谋 是推翻王莽 让真锋当天子 因为真锋的手掌纹 掌成了天子两个字 此事不知是时有其事 还是驱打成招 但天子二字无论是利还是赚 线条都很简单 用掌纹附会这两个字并不难 读者不妨伸出双手看一下是否有此二字 王莽要亲自厌看 他命令肢解下真锋的手臂送至面前 审视一番 说 这不是天子 是一大子 也可能是一六子 对 就是六字 也就是鹿的意思 真寻掌纹的意思 就是要鹿死真是父子 王莽饶有兴趣地厌看尸体手臂时 台下的官吏估计吓破了胆 古往今来 从未听说过有哪个君主这么做过 特别是以往与王莽接触不深 只看见他周公一面的大臣 终于慢慢发现 他们拥戴的这位帝王并不像原来想象的那样神圣 既然真是父子是谋反当死 那么通过审讯牵连的几百人 构格的也都被处死 审讯中发现新的嫌疑犯 执法及汉朝廷位可不必请示直接抓人 至于使者们四处出击 由几个直奔天路阁而来 天路阁 现在仍然是新朝的皇家图书馆 几个使者虎狼一般冲进去 直奔阁楼上正在叫书写作的杨雄 杨雄当然知道真寻大案 但万万没想到会和自己有什么干系 至于使者要来拿它 他心想这下完了 大玉一起 没罪也难逃一死 万念俱灰之计 他冲到窗前 从阁楼上跳了下去 使者们大惊 连忙下楼去看 天路阁虽是阁楼 但病不高 杨雄一把老骨头几乎摔死 但还是被救了过来 鉴于杨雄是王莽救骄 他自杀这件事很快禀报给了王莽 王莽反而吃惊 他了解杨雄的为人 知道他绝无胆量和兴趣跟自己作对 问道 杨雄向来不问正事 怎么也牵扯进来了 这一问才知道 仅仅是因为刘芬曾经跟随杨雄学习古文 刘芬被抓后 交代自己的行迹 就联系上了杨雄 往往见此 亲自下诏 此事与杨雄无关 不要再问他了 杨雄虽然幸免于难 但在跳楼的时候 有没有想过自己曾写下句秦美心 有没有想起自己对皇帝的赞美 不管他是否想到 京师的知情者们都还记得 很快 屡里流传起新的段子 为继末 自投格 原清静 做扶命 十九 大义就是 那个在腹里自称原清原静 为继为末二时的人 却是又要跳楼 又做扶命哦 杨雄虽然幸免 但由此可知 牵连被杀的人有很多都像他一样 只是间接相关 实无谋反行迹 但往往不会在意这些性命 因为他从这个案子身上又看到新的契机 儒家的圣史里记录着姚舜对罪臣贡宫 欢兜 三苗 滚的处置 刘贡宫于幽州 放欢兜于崇山 窜三苗于三威 急滚于羽山 似罪而天下贤浮 二十一 现在 王芒以圣王自比 当然也要仿效姚舜处置最臣 真是父子 就是新朝的最臣 尽管此时 刘芬 真荀 丁龙都已被处死 但他还是下诏说 乃刘芬于幽州 放寻于三威 急龙于羽山 二十二 完全模仿姚舜的做法 只是姚舜所流放的凶神并未取其性命 而王芒此番只能接一车在骑尸船至二十三 把这几位的尸体 真寻的尸体可能还需要拼接通过驿战运达四方来示众 这场新朝第一大案到此终于画下了句号 有些颇熟掌顾的人会记得 当年王芒凭敌意叛乱时 曾在路口要道用尸体堆起精灌 这次又将几位叛臣的尸体予以展示 两者亦以贯之 皇帝的心中究竟有何秋贺 为何如此残忍 道理不难明白 王芒发起大案的动机主要还是扶命 天下唯独他才有资格掌握扶命 阐释扶命 运用扶命 扶命像政权一样宝贵 任何人都不能随意造作扶命 真是父子玩弄扶命 触犯了他的大忌 另一个原因 则是他有心要对功臣进行整肃 以免伟大不掉 而真是父子给了他机会 至于将此事粉饰成姚舜流放罪臣 这是他的老习惯了 但是 这场大案真的令他更安全了吗 最大的影响 是重创了王芒 刚刚确定不久的执政班底 宣告新朝的权力 只由皇帝一人把控 内府 三公 四将都无法有效发挥行政作用 而且 被杀的人还有好几位忠诚的后辈干部 刘芬 刘勇是刘新之子 王芪是自己的堂弟 大案也令那些未被波及的大臣 如平燕、珍寒等寻求自保 更加消沉于政治事务 总之 此案对往往的损害应大于利益 但最为震怒的是国师刘新 他的爱子刘芬 刘勇都死在这场大案里 对一位父亲来说 这是巨大的伤痛 此事也令刘新发现 自己的地位也是非常脆弱的 王芒根本不在乎两人曾经有过那么久的交情 他也无力挑战王芒 甚至连对儿子的悲哀都很难尽情表达 刘新一定会后悔 当年王芒逼死王祸 王宇的时候 怎么就没意识到 一个连自己儿子都不爱惜的人 怎么可能会怜惜别人的儿子 刘新还会后悔的是 他越来越发现 新朝虽然凭儒家经义而建立 但此后 朝中大事除了几项改制措施 还属于儒家范畴 真正左右朝局的是 扶命、生仙、武帝崇拜等 这些 与无论是强调天人感应的金文学 还是强调脱古改制的古文学 都有了微妙的距离 桓坛曾经当过针锋的司空院 这次幸运地未受波及 从此 他更加不信任往往 而是往来于杨雄、刘新之间 想来软语宽慰 唏嘘感叹是少不了的 不久之后 崔发因为不再兼任皇帝太子的蒋阅祭酒 由环坛接任 他越来越像一个学者了 至于其他臣民 不如新朝的热情被此案一头浇灭 那些热闹、欢乐、希望以及伴随新朝而来的道德感 忽然间少了许多 人们窃窃私语 有各代照皇门的年轻人 擅长方术 由经看相 别人问他往往面相如何 他口无遮拦道 痴目、胡吻、豺狼之声 故能识人 亦当为人所识 吃 有说药鹰或猫头鹰 总之是饿鸟 他说 王莽有饿鸟的眼睛 猛虎的嘴巴 豺狼的嗓音 所以喜好杀戮 将来也会死于非命 问他的人立刻举报 王莽将其诛杀并封赏了告密者 但王莽内心却恐惧起来 他对相术也很相信 所以 虽然诛杀了此人 但不代表他的话是错的 他下令制作一扇精美的云母扇面 日常与文武官员意识就躲在扇面之后 除了亲近之人都看不到他的面庞 往往更神秘 也更脆弱了 使建国三年 公元十一年 四府之首的太师安心公王顺去世 他是王莽的堂兄弟 汉朝大司马王阴之子 当年就是他出面向王政军索要汉朝传国遇袭 敌意叛乱时 王顺和珍峰一同昼夜巡行殿钟 他的去世可能因为长久以来的病痛和珍峰之案的经过 但他维持住了王莽的信任 死后被比作其太公姜子牙 两个儿子王颜、王匡都被厚赏 被集哀戎二十五 默默死去的是大司马 承兴公珍寒 使建国四年 公元十二年 珍寒去世 葬在金陵玄武湖附近 从汉末到新朝宣赫义时的珍氏家族 从此沉寂 二十六珍寒是三公之首 但其后人因为针锋父子之事 似乎没有封赏 王莽很快就以宁使将军孔勇为大司马 填补了珍寒的位置 注释 一残片2001年出土于长安贵宫遗址 参逢时 新莽风扇御碟研究 建《考古学报》2006年第一期 二说服侯的说 是岳的意思 也有认为是解说之意 三后汉书 催音列传 第1704页 四后汉书 《环坛列传》 第956页 当往往居舍篡世之计 谈独自首 漠然无言 按 往往居舍之计 环坛安前马后 任见大夫 担当使者传播大告 受风鸣告礼复成之绝 并未漠然无言 此为证实隐晦粉饰之语 孙少华等将此事细于环坛封绝后 王莽登基前 建环坛年谱 第191页 环坛的漠然无言 应是针对扶命 当与新朝建立后 王莽 以扶命封侯 投机分子 争献扶命相关 故而细于此 武汉书 《网莽传》第4096页 六金朝鲜半岛 其今天的川、云、贵、广西一带 新莽全史 第158页 九古代地名 大概位于今天陕西商洛境内 古代显耀之地 石汉书 《网莽传》第4116页 十一句《秦美心》只能根据其序言确定为杨雄入新朝所作 具体时间已不可考 因此其创作动机也难以确知 这里认同陆坎如中古文学系年之说 杨雄在刚进入新朝的时候写这篇文章的可能性更大 十二 《文心雕龙》 《风扇》 建州政府 《文心雕龙注释》 第236页 人民文学出版社 1981 十三 《汉书》 《网莽传》 第4122页 十四针锋 自长博 十五《公扬传》 引公五年 这里的闪 一说是假 十六《梦祥财》 《网莽传》 第268页 十七《汉书》 《网莽传》 第4123页 十八世也是因为新朝把汉朝的宫殿改名为室 如魏央宫改为寿成室 十九《汉书》 《杨雄传》 第3584页 二十杨雄 《解朝》 建杨雄级教著 上海古籍出版社 2009 这个段子是用杨雄复礼的话来反讽 二十一《上书》 《谣典》 二十二《汉书》 《王莽传》 《第4123页》 二十三《汉书》 《王莽传》 《第4124页》 二十四《汉书》 《王莽传》 《第4124页》 二十五《汉书》 《王莽传》 《第4126页》 说他并不乐见王莽称帝 因此病济而死 此说不阙 参梦祥才 《王莽传》第248页 26据说三国时期的真妃是其后代 二 第一家庭 四被伤害的女儿的一生 真封父子的大案 把黄黄施主又带回人们的视野 这个案子和他没有任何关系 但他却成了焦点 他不断被提醒着自己的身份 黄黄施主 同时还是顾汉的皇后 是天下母 这种撕裂令他倍感痛苦 因为他的教化使他发自内心忠于汉室 他怨恨父亲让他失去了丈夫 怨恨父亲背叛汉室 称病从不去见他 王莽忧心忡忡 这些年 他先后逼迫次子王霍 长子王羽 侄子王光自杀 但对女儿 却显得格外慈爱和宽容 他虽然利用女儿 但从未残酷地对待她 相反还有些怕她 女儿一生气 他就缩回去 并不会因此而惩罚她 史书用了四个字来形容他的爱女之情 敬 但 伤 爱 一 特别是 静 大二字 刻画了一个女儿奴的形象 许多家庭里 父亲往往对待儿子极为严格 对待女儿宠爱有加 这种现象并不显见 而且越是掌握权力的父亲越如此 往往在儿子们身上看到的首先是政治 其次才是亲情 对女儿的爱使她表达亲情的狭小出口 但这并不能赢得女儿的亲近 相反 往往对家人的残忍 使女儿对受到独特的宠爱 更绝痛苦 往往从真寻的行径悟到一件事 就是女儿确实应该嫁人才会幸福 不然 还会有第二个真寻 他想了想 有一个年轻人 他比较满意 那就是四将之一孙剑的世子 孙剑几乎是四府三公四将里最得信任的人 较少涉足正事 专心负责军事 所以 皇帝令孙剑世子带着医生 以给女儿看病的名义去拜访 希望女儿能一眼 喜欢上这个年轻人 当这个年轻人盛装出现在他面前 他一看就明白了他此行的意图 不由勃然大怒 他吩咐娶来竹鞭 狠狠鞭斥起身边无辜的侍女 鞭斥了几下 再次发病 从此卧床不起 孙剑的世子被吓得不轻 往往知道后 伴上无语 再也不敢提这样的事了 往往在第一家庭里的失败角色 可见一般 他越在家庭之外尽显儒家圣王的风范 自诩为道德楷模 在家中就越是刻苦冷漠残忍 儿女们不亲近他 表面上畏惧 私下里憎恨 时刻都想冲破父亲的控制 冲出家庭的牢笼 往往是家庭的暴君 家人的仇人 第一家庭里并无多少幸福可言 往往唯一可以获得默默温情的家人 想来只有姑妈王正军 但那也是他称帝之前的姑妈了 一日负责营造的官员禀报往往 太皇太后的宗庙已经建好 按照往往的诏令 他的丈夫汉原帝的高宗庙已经霸寺 所以他的宗庙是单独建造的 但高宗庙的前殿被改成太皇太后宗庙的转石堂 待他千秋万岁后 这就是他的神灵心想祭品的地方 王王很高兴 说 太皇太后还健在 就先不要叫座庙 转石堂也先叫长寿宫吧 又问左右 太皇太后这段日子怎么样 是不是还常常乘车出游 四处游玩 左右乘事 王王于是下令则良辰吉日 在长寿宫至久 为新庙落成贺喜 请王正军前来游玩饮酒作乐 他终于等到一个机会向姑妈表示一番了 自从新潮建立 万象更新 事物多如牛毛 他仍然坚持定期道长乐事 二败见姑妈 他知道 汉是善让 姑妈始终心怀怨恨 特别是强行索取玉玉 还闹出了不愉快 但若没有姑妈 岂能有自己的今天 岂能有新潮的照造 而且 太皇太后的微信始终不坠 堪称新潮的吉祥物 老祖宗 所以 想方设法要让他开心 可惜 他越是努力取媚 王正军反而愈加不悦 不见他还好 见了更不高兴 刚建国时 皇帝改正朔 一服色 把内侍所穿的黑雕外衣改成黄雕 把福日 腊日等祭祀的日期 也改为新潮的正朔 但是有一天 他到长乐事拜见姑妈 惊讶地发现 他正和侍从女官们祭祀饮酒 而且 女官们仍然穿着汉制的黑雕 但这天不是辣日呀 他按汉朝的正朔算了一下 竟然恰好是正辣 是祭祀的日子 原来 太皇太后在自己的宫廷里 仍然遵循着汉朝正朔 以誓念念不忘 往往感到傲丧 又无法干涉 只能默默忍受 这次建成宗庙和长寿宫 等于提前告诉姑妈 她身后将会以何种规格被祭祀 在身性鬼神的时代 这是一种大笑 果然 王正军听到消息后 露出难得的喜悦神色 既定的日子到了 皇帝早已经安排妥当 长寿宫修饰崭新 岸上钻石经节 台下五月齐备 太皇太后的车架一停 往往亲自接引 王正军兴致勃勃地踏入长寿宫 抬头看见文洞秀柱 墙壁散发出香气 脸色确实很高兴 忽然 他停住脚步 像是意识到了什么 他问 这长寿宫莫非是高宗庙的前殿? 你们是把原地庙罢似 砸了重新装修 布置成所谓的长寿宫 王莽承认了 王正军大惊失色 当场气不成声 说道 这是汉家宗庙 都有神灵 为什么要破坏? 假如鬼神无知 那你给我立庙有何用? 假如鬼神有知 知道我是高宗的妻妾 却辱没了先帝庙堂 百是吃喝 该会怎么看我呀? 王正军的气氛在于 王莽当安汉宫的时候 尊汉原地为高宗 并亲口向他许诺 待他去世后 以汉家礼仪配似高宗庙 现在新朝建立 高宗庙废毁 那么即便把自己捧为至尊 却和丈夫已无关系 怎能不伤心? 一场欢宴不欢而散 王正军对身边的人感慨说 此人冤神多疑 能久得又呼 但对王莽而言 即使武漫神灵 那也是汉家神灵 与自家无关 汉家神灵确实也没能护佑王正军多久 到使建国五年 公元十三年二月 八十四岁的王正军去世 这个年龄在二十一世纪也属于高寿了 遵照王正军遗愿 他与丈夫汉原帝合葬卫灵 但依新朝法度 他是新世文母 不必是汉家媳妇 因此 王莽下令以汉原帝配饰他的宗庙 并在他和原帝的坟墓之间凿了一道沟 以示区隔 杨雄又被委任一道重要任务 为王正军做垒文 这篇四字垒文虽然回忆了王正军的一生 实际上是颂扬王莽 因为王正军这一生最重要的事就是博选大治寺 选中了王莽 王正军的去世 使得王氏家族与刘氏汉家的最后一道羁绊也断绝了 这几十年 他竟想荣华高寿 几乎未吃过真正的苦头 他在汉原帝那里固然不得宠 但得到了尊重 所以终生爱着汉原帝 并在无尽的回忆里强化这种爱 比起当时的女性 她无疑是幸运的 但她该不该为汉朝的覆灭负责 她是不是往往的同谋 很难给出直白的定论 政治家最需要的是决断力 优秀的政治家既能决断善恶 判定什么是正义和非正义 从而将政治引向更美好、更公正、更进步的方向 还能决断敌友 判定谁是朋友、谁是敌人 从而把自己人搞得越来越多 对手的人越来越少 最终赢得博弈 只具备前一种品质 算是政治责任 只具备后一种品质 算是职业政客 如果一个人具备两种品质 但只相信后一种 那他是败坏的政治家 如果两者都不具备 最好不要涉足政治 以免害人害己 王正军常年居于皇室至尊地位 但极度缺乏决断力 他优柔寡断 总是延荡 他昔日 面对董贤的果决 只因为董贤是一个早已确定的敌人和外人 而往往是亲戚和同盟 面对往往从安瀚宫到宰衡 到居舍 到假皇帝 到真皇帝 他本应从萌芽状态就知道这一连串的动作将会抵达何方 但他似是而非地拖延到最后一刻 直至不得不交出印喜 此后 他接受了心事的尊号 又深情追忆汉事 这未必是虚伪 而正是他缺乏决断力的表现 归根到底 居于高位但毫无决断力 使他成为往往最好的工具 一个工具人 就不必苛责了 更不必诋毁他的性别 他安葬之后 悲伤的皇帝称要服桑三年 预定的风扇知事暂缓 已经造好的风扇御碟等礼器先存放在贵宫 他安葬之后十年 新朝覆灭 五点三斋上自渴 使建国五年 王正军去世不久 亦则皇帝要迁都洛阳的消息 很快传遍长安 其实早在皇帝登基前 玄龙石上有扶命在先 定帝德 国洛阳 五 其实 新朝定都洛阳 与其说是扶命的要求 不如说是往往的心愿 因为当时人们相信 洛阳位于天下正中 而首都必须设在正中才正确 多年以后 刘秀拿着上面这六个字的扶命 把都城设在了洛阳 但当前 长安的居民对此颇为不安 居民们不想营造屋宅 甚至有人把自家都拆了 王芒很不高兴 下诏禁止毁坏首都 并透露了迁都洛阳的日期是 使建国八年六 这说明至少当下 使建国五年 王芒还没有改元的打算 但到了十一月 天上突然出现彗星 二十多天后才消失 忧虑的王芒想起上一年夏天 有红云从东南方升起 弥漫天际 再上一年有蝗灾 还有从池阳县报上来的灾疫 说是当地出现了许多小矮人的影子 身长一尺多 有的乘车马 有的不行 过了几天才消失 当然 也想起了刚去世的王政君 在一给新朝的灿烂光辉蒙上阴影 王芒对使建国的年号发生了动摇 这个年号已经用了五年 按照汉朝的惯例 每五年或六年会定期改元 以时更是 王芒也想改元 但又舍不得使建国传一年的信念 根据这个信念 新朝将会存在外一年 而且只有一个年号 使建国 但第二年 它还是改元了 改为使建国天凤 这就把改元和继续沿用使建国的意图统一了起来 使建国天凤的元年官方不称元 而称为一年期 已是这不是就有意义的改元 使建国天凤一年 很可能其断句是使建国 天凤一年而非使建国天凤 一年 而天凤很可能指的是上一年出现的惠星 王芒把作为灾疫的惠星解释成了作为祥瑞的凤凰疤 实在是费了苦心 改元之后 王芒终止了给王政军的扶桑 宣布要在一年之内去东西南北四方巡寿 东巡风扇 北巡千都洛阳 有趣的是 他这次准备自费出行 由朝廷准备干粮 一路上不接受各地的供给 这听上去很节俭 但仅靠自己带的干粮一年之内走遍天下四方 为时不可行 足见他对实际地理缺乏骑马的了解 群臣不想折腾 连连劝阻 他终究改了主意 决定到使建国天凤七年再封善吧 可到了使建国天凤五年 公元十八年 第一家庭又出事了 皇帝的元孙九 宫崇公爵王宗 被人发现有谋反的嫌疑 十五年前 王宗出生之前 父亲王宇因吕宽案被迫自杀 出生之后 母亲吕燕立刻被杀 王宗虽然贵为新朝公爵 皇帝之孙 却生下来就是孤儿 而且是祖父让他成了孤儿 可想而知 王宗长大后 怎么可能会亲近祖父 况且那老头也不是一个可亲近的人 他多方打听 点滴拼起自己的身世 偷偷和被放逐到和谱的母家旅士家族联络 这不仅是他寻求成长 也是获取一些亲情的机会 王宗是元孙 当年王盲母亲公显君去世时 他作为宗子扶桑 因此在第一家庭里的地位比较特殊 他会想 如果父亲王宇不死 自己肯定能成为皇位继承人 在浓厚的扶命氛围里 他也给自己造了一些类似扶命的东西 比如 他画了一幅字画像 但在画里 他穿着天子衣冠 他还克制了三个印章 一个写的是为纸冠存己 下处南山脏薄冰时 冠存己 应是纸皇冠传给自己 下处南山脏薄冰 脏就是脏 可能与某种祥瑞有关 另外两个印章意图更加明显 分别是宿圣宝祭和德丰昌图 都含有继承圣体 以德或丰之意 自画像也好 印章也好 虽然确实有谋反的嫌疑 但很大程度上只是少年的冲动 中二病 属于可大可小的事情 但连同这些罪证被发掘的 还有王宗和舅舅吕氏家族的往来通信 见到这些证据 王莽表现得愤怒而伤痛 元孙竟然想着谋求祖父的皇位 他下令严加审讯 王宗知道后 并不辩解 也不求情 即刻自杀 这大概是他从父母 舅舅 叔父 唐叔父之死中得到的经验 知道孙子自杀 王莽还不满意 下诏把死了的孙子批判一番 斥责他已经当了公爵 还不满足 亏是神器 自取灭亡 将王宗贬为伯爵下葬 嗜好为妙 取错谬乖章之意 王宗之死 令第一家庭陷入新的恐惧和悲道 最恐惧的应是王宗的亲姐姐王房 她是为将军奉心供王兴的夫人 对这个夫君她大概不太满意 因为王兴就是那个凭着拂命从城门令使提拔为四将的幸运儿 所以王房与婆婆的关系很差 彼时家庭关系出现问题 家人之间互相诅咒 搞艳圣之术很恶劣 但很常见 上到皇宫下到民间莫不如此 王房有个女友 是王莽亲信 武威斯命孔仁十一的妻子 在其影响下 王房诅咒过婆婆 王宗出世之后 王房势必受到一些调查 看看是否参与了谋反 王房很担心诅咒婆婆的事情被接出来 这可是不孝的大罪 若被王莽知道 估计难逃一死 为保平安 王房把知晓这件事的婢女杀了灭口 结果 反而是杀人这件事被发掘了 这下 杀人 诅咒都被审讯出来 往往令人责问孙女 也责问王兴之家无方 结果 王房 王兴夫妇被迫自杀 孔仁的妻子是诅咒的参与者 也自杀了 王兴稀里糊涂 飞黄腾达 稀里糊涂死于非命 他在死之前 是后悔被拂命选中 还是后悔没享受够高官后绝呢? 王莽不会在意这些 他很快就拜执道侯王舍为魏将军 填补王兴身后的空白 王舍是王莽的堂兄弟 故汉取杨侯 大司马王根之子 当年 王莽就是被王根推荐担任大司马 提拔王舍是他早就想做的事情了 看着第三代家庭成员照样逃脱不了自杀的命运 王皇后又害怕又难过 她本来已有病症 加上思念死去的两个亲生儿子 哀怜死去的孙子孙女整日以泪洗面 时间一久 她的眼睛渐渐看不见了 王莽就让皇太子王林住进宫里奉养母亲 母子二人 私下里会有一番话说 也应该会谈到对王莽的怨恨 皇后有一位侍女 名叫袁碧 想来颇有滋涩 因为王莽曾经临幸过她 这段时间里 袁碧也与王林朝夕相处 两人竟然生出了情愫 彼此相通不说 还山盟海誓起来 太子与母后的侍女私通 表面上似乎不算太出格 毕竟侍女不是皇帝的侍妾 但是 理论上后宫的女性都属于皇帝 太子染指是很危险的叛逆行为 更何况袁碧曾经被皇帝临幸 王林对袁碧的喜爱和对父皇的憎恨交织在一起 恨意更深 生出了师父的可怕念头 更可怕的是 他还把这个想法告诉了袁碧 六摘绝报曼归 使建国天凤的年号并没有给新朝带来起色 光日时就又出现两次 还有地震、暴雪、关东的饥荒 以及饥荒带来的一群把眉毛刷成红色的流民 往往并非全部知情 相反 他很有危机感 于是在留心的帮助下 令太史官推力推到三万六千岁 这有点像后代的万年历 当然 他的目的不是查看日历 而是重申新朝国作将会绵延无限 他已经忘记前几年 还打算在使建国天凤七年寻寿 新的推力中重新规定 今后在使建国之名不变的前提下 每六年一改元 三万六千年所需要六千个年号 都得提前定下来 马上又需要新的年号了 曾经的使建国天凤七年现在变成使建国帝皇元年公元二十年 寄托了皇帝的美好愿望 这年七月的一天 忽然起了大风 这场大风烈度极高 在王禄唐、魏央宫前殿、大殿里的人们听得头顶上瓦片纷飞 怪声四起 突然西乡那边哗啦一声巨响 众人连忙去查看 发现大风竟然吹塌了王禄唐的西乡宫殿 后阁的更衣室是朝臣朝建时更衣的地方 也被吹塌 侍从、守卫、官员们不顾大风猛烈 赶紧去救灾 早已有人去向王莽禀报 场面乱作一团 这边还在慌乱中 又听见宫城里面朝宁堂的方向传来咔嚓一声 随即又是一阵巨响 熟悉的人马上知道 朝宁堂池子的东南侧有棵大榆树 十个人才能抱得过来 大风把榆树吹倒 大树又压垮了不知什么建筑 风停之后发现 大树砸到了东阁 压塌了东永巷的西墙 这场灾疫直指皇朝的心脏部位 往往惊恐万分 他亲自研究这场灾疫的原因 一定要找到真相 在十天后的诏书里 往往对这番灾疫终于有了正式的解释 国初、王林之所以被封为太子 是因为居社期间 又拂命立他为统一阳王 以洛阳十二为封国 鉴于拂命说新朝会迁都洛阳 所以王林才能以第四子的身份 迈过兄长王安 成为皇太子 前些日子 王林来王禄唐朝见 暂居西乡的宫殿和后阁更衣室 近日皇后生病 王林住在宫里照顾 他的妃妾暂住东永巷 看 这次大风摧毁的恰好就是这几处宫殿 这就说明 王林有兄长而为太子 名不正言不顺 自我即位以来 阴阳不邪 风雨不掉 到处在意 蛮夷华下 一切都是因为立太子这件事名不正 因此 为了天下福祉 将王林改封为统一阳王 王安立为新谦王 两人都去封地 新朝暂时不立太子 一场令满朝君臣心慌意乱的大风 被皇帝引到自己的家世上 进而剥夺了王林的太子之位 这一方面 是皇帝向来积极主导灾疫的权势权 擅长把灾疫解释成祥瑞 另一方面 很可能他对王林不够满意 动了废太子的心思 当然 他应该并不知道 王林在后宫与原必私通的事情 但这封诏书以下 王林就要立刻去洛阳 他内心的疑虑 惶惑、恐惧、不言而喻 到底为什么要废掉自己 是哪里做错了 还是被发现了什么 八九月间 临行之前 王林和母后告别 当然也会与原必相会 叮嘱一番 王林的妻子不是别人 正是刘欣的女儿刘因 刘因知道王林和原必的事情 更知道王林是父的打算 但是 作为被杀的刘芬和刘勇的姐妹 刘因同样憎恨王莽 他似乎并不介意丈夫与原必的私通 还支持他们是君的计划 受父亲刘欣影响 刘因精通天文星象 他告诉丈夫 夜观天下 看到卯素星团的白色星气 这说明不久之后 宫中将有白衣会 也就是重大丧事 十三王林听了很是高兴 到了洛阳 王林远离了权力中心 宫中的消息他两眼一抹黑 信息缺乏 人就会焦虑 此时 天下已经开始骚动 关东一冰封起 南边的南阳郡也不安宁 王林身居洛阳 肩负重任 心思却很难放在正式上 对原必的思念和自己前景的恐慌占据了他的心灵 长安不是没有消息 但总是坏消息 母后的病更加严重了 王林只好给母亲写信 既是宽慰 也发牢骚 但他忘了一件重要的事情 母亲已经失明 书闸到手 必定是由身边的人朗读 而侍女们 却未必认识字 往往知道妻子病毒 但是陪伴的时间也增多了 王林的书闸送到时 他正在妻子身边 见识儿子的信 很自然地拆开为皇后阅读 在问候思念的句子之外 有一句话赫然跳进他的眼睛 尚于子孙致言 前长孙 中孙年聚三十而死 金晨霖赴世三十 成孔一旦不保忠世 则不知死命所在 十四 说得多么直白呀 老大 老二都是三十岁死的 我今年也三十了 实在是害怕 眼看轮到我了 却不知道什么死法 往往见到这句话大怒 他没有反思逼死子孙会给其他儿子带来何种影响 却怀疑王林一定有什么事情瞒着自己 不久 始建国帝皇二年公元二十一年初 王皇后去世 这位汉朝怡春侯的侯门女 一生迅顺丈夫而活 却没有收获多少天伦之乐 最终在丈夫杀害儿孙的巨大折磨中去世 她死在新朝即将覆灭之前 实属幸运 皇宫举行了隆重的葬礼 白衣满恭敬 她被视为孝母皇后 葬在魏陵长寿元西 靠近王正军的墓地 意味着要在地下永远侍奉王正军 她的陵墓被叫做一年陵 这是很具新朝特色的名称 留音夜观天象的白衣会果然发生了 只可惜 不是皇帝 而是皇后 因为那封书闸 往往严令王林呆在洛阳 不得回到长安奔丧 她要弄清楚儿子到底做了什么会如此害怕 既然那封信是写给皇后的 不妨从皇后的身边人查起 皇后下葬 往往立刻对元璧等皇后的侍女 王林在长安的家人 言行考训 元璧想来是承受了重刑 最终交代了王林和她私通 以及侍父的密谋 这可不是当年 王宗所谓的谋反案可比 王宗只是青春期少年的叛逆和幻想 王林却是时打时要是君侍父的伦理惨剧 面对审讯结果 往往受到巨大的精神冲击 当年杀王霍 杀王羽 都是由她来掌握主动权 并作为实践儒家经义 模仿周公的重要动作 而王林反过来要侍父 说明儿子不甘心束手待毙 宁可冒犯最重要的伦理 也要求生 这反而令王莽有所胆怯了 她失去了把沙子包装成大义灭亲的那种自信 相反 她秘密处理这件事 把参与审讯 知道王林是父图谋的治愈使者 私命从事等全部悄悄灭口 就地埋在监狱里 这些冤死的司法人员的家属发现亲人集体失踪 上班之后再也没回家 大概能猜到什么 但既不敢说 也不敢问 至于王林 王莽绝不可能让他活着 就赐给毒药 知道自己大势已去 不得不死的王林 终于做了一件王室子孙 人人都想做 但从前不敢做的事情 不服从 他不服从皇帝的命令 不接受父亲送来的毒药 而是以戾气赐死了自己 仅存的王安 皇皇室主 如果知道王林以自己的方式赴死 悲痛之余 说不定还会加许呢 灭口了知情人 逼死了儿子 王莽仍然要粉饰 说王林不遵循服命 在统一阳王的位置上 没能得到上天护佑 以致夭折 实在可怜 士号和王宗一样 也是妙 同时 他又指责亲家刘欣 说 林本不知兴 是从阴起 十五 如此看来 王林招供了夜观天象的事情 但没有牵连刘欣 可往往觉得 如果把刘欣当成始作俑者 那么儿子谋杀自己的伦理伤痛 可能会好受些 刘欣没能保住爱女 刘欣也自杀了 这是新朝建立后 刘欣失去的第三个子女 他对王莽最后一丝尊崇 好感 旧日情义 也荡然无存 他担心自己也会性命难保 就像当年的珍寒 也在政坛上渐渐消沉下去 第一家庭的这场变故后 王莽好不容易成年的四个儿子只剩下一个颇欢呼的王安了 失去了母亲兄弟 王安估计也早就活够了吧 就在王林两口子死的这个月 王安病死 王皇后所生的四个儿子全部去世 如果不算私生子女和第三代 第一家庭只剩下王莽自己和一个快要疯掉的女儿 七百多年后的那首诗 到此终于可以完结了 众瓜皇台下 瓜熟子李李 一摘是瓜好 再摘令瓜息 三摘尚自渴 摘绝报曼归 后世有人凭王莽说 其一旦贪帝王之尊 并无骨肉之爱也 这句话后半句正确 前半句可商 他所谈的并非帝王之尊 而是圣王的幻象 是道德伦理的终极裁判权 当他自认为圣王 儿孙就不再是独立的个体 而是他这圣王之体的一部分 因此 即使儿孙的行为不端并不严重 也会构成他道德的污点 必须被消除 他带子孙如自己 而他是能克己的 世间帝王多矣 杀子者亦有之 但像他这样在没有外部政治压力 子孙也基本没有重大谋反政变的情况下 把继承人杀光 理由之奇特 实在独一无二 不管怎么说 继承人终归是大事 王莽还有其他孙子 有侄子 哦 还有遣旧国期间和三个侍女私生的四个儿女 他已刚去世的王安的名义 把这些私生儿女们也都接到长安 但王莽没有再立太子 其实 立与不立已经没有意义 因为再有两年 他和他的皇朝就要覆灭了 汉淑没有刻意言说皇帝的性欲 但他和三个侍女生下四个孩子 与皇后的侍女通 其他类似事件可能还有 这说明王莽是一个性欲旺盛 内心压抑 急需纵欲来调理的人 现在 第一家庭已经不存 他不顾内忧外患 已使新潮遥遥欲坠 萌发了组建新的第一家庭的想法 就在第一家庭四个成员去世的这一年 有个叫做杨承修的郎官 献上一条扶命 说如今没有 天下母 要再立皇后才行 天下都知道现在禁止献服命 但对这一条 王莽却欣然接受 所以有可能也是他亲自受益 朝野臣民 在天下一经兵连祸节之时 眼睁睁看着皇帝一面大放悲声 毁坏汉武帝、汉昭帝的宗庙 把自己死去的子孙葬在里面 一面兴奋地派遣钟散大夫 业者各四十五人分行各地 访求淑女 准备立新的皇后 这样的皇帝 真的是当年的儒生王莽 注释 1.汉书 外妻传 第四千零一十一页 2.长乐宫 3.汉书 元后传 第四千零三十四页 四元后磊 建阳雄及教主 5.汉书 王莽传 第四千一百三十二页 6.汉书 王莽传 第四千一百三十二页 七这一时期出土的简读 年号基本是使建国天凤 第一年多是使建国天凤一年 建新芒建吉正 八新芒年号的考证及天凤与惠星的关系 建新德勇 建元与改元夏篇 所谓天凤三年张俊都为专名文与秦顾张俊的名称以及满汉之计的年号问题 九王羽有六子 王宗排第四 但居社期间 王宗奉新都侯为后 被称为长孙 可能他是王羽嫡子 使此印章意思费解 标点一座为纸冠 存几下 处南山 脏薄冰 十一孔人大概是在陈崇、苗 之后担任五威私命 十二洛阳在新朝改名《易阳》 本书为《叙事便利》 仍称洛阳 十三赵真 《汉唐天文志书》中的《白衣会》 在《中国典籍与文化》2011年第三期 十四汉书 《王莽传》第4165页 长孙 王羽自 中孙 王获自 中士 亦说后宫 指皇后 亦说王林自称 十五 汉书 《王莽传》第4165页 十六赵义著 王树民孝正 念二史札记孝正 第七十四页 中华书局 1984 灯仙 日渐癫狂 每个帝王都想长生不老 最谦虚的也想再活五百年 但在新朝皇帝之前 真正求仙有所成就的 据传只有三位帝王 在昆仑山见过西王母的周穆王 在东海岸边见过天神的秦始皇 和在坟墓中羽化生鲜的汉武第一 是建国初年 方氏苏勒向王莽上奏说 新朝是土德 上皇 皇帝生鲜了 所以 新朝的皇帝也能 这几年 王莽开始改制 他以为天下将会自然而然实现太平 那自己做什么呢? 当然不能闲着 得搞搞研究 一要继续研究扶命 牢牢把握扶命的解释权 二要研究怎么成仙 人间大功告成 就要像秦皇汉武一样 登仙与皇帝 赤经等仙人同游了 三嘛 以前和刘新一起为汉朝治理作乐 今后要亲自给新朝治理作乐了 王莽按照苏勒的意思 耗费万金巨款 在宫中建了一座高台 名曰八峰台 这个名字不是随便取的 因为八峰意味着八音 而古代的音律实际上和天象 八卦都有着密切关系 八峰台建成后 王莽登台纵情享乐二 根据方向的不同制作各色的饮药 还把鹤的骨髓 海龟的壳 犀牛的脚等二十多种名贵珍奇煮成之叶 在选择五种颜色的粮食种子浸泡其中 按照颜色播种在殿中不同的方位 这就是生仙的秘诀 不管是否管用 王莽先拜苏勒为黄门郎 专门负责生仙之术 从此以后 王莽虽然继续津津乐道儒家荆树 至理作乐 但也迷信鬼神吟似 怪力乱神 不仅祭祀天地日月 星辰山河的各路神奇 连地方上的小神小仙也不会怠慢 前前后后建起一千七百多所祭坛 祭祀的时候 各类祭品有三千多种 还不乏大雁、锦姬、麋鹿等真琴 王莽如此虔诚 但不仅没有生仙 道使建国天凤二年 一个令他极度忌讳的灾意报了上来 有人说在黄山公三发现了一条死龙 还是条黄色的死龙 据说 当时有万人奔走围观 场面宏大 他们不纯粹是好奇 而是这几年改制 缴税的压力越来越大 边疆战事也连年不断 大家对王莽有怨言 为官黄龙死 前台词就是盼望王莽去死 这和当年秦始皇在位时 天上掉下一块石头 写着使皇帝死而递分 是同类的灾意 所以 王莽坚持说这是谣言 命令搜查谣言的始作俑者 众多官吏使者搜寻多日 却没有找到源头 至于这条龙是不是真的 是别的动物尸体 亦或的确是谣言 就无从知晓了 雪上加霜的是 黄龙事件后不久 他最宠信 一度想结为庆家的立国将军孙健去世了 王莽越是努力生鲜 在意反而越来越多 如果勾勒新朝的大事 使建国年间形势平稳 许多内外政策也才刚刚制定实施 但这些政策的后果 到使建国天凤年间开始显现 刑事一年比一年危险 陆林、赤梅等义军就是在使建国天凤后期兴起的 到使建国帝皇年间 刑事急转直下 昆阳大战失败后 急糜烂不可收拾 使建国天凤三年 公元十六年初 关东连续降下大雨雪 导致这年秋天流民四起 七月 长安坝城门失火 刚灭了火 又出现日食 王莽只好侧面大司马尘帽 换上孟建博颜游 十月 王露堂的猪鸟们突然发出奇怪的声响 连续几个昼夜不停 守门的卫士 路过的官员惶惶不已 不知道这个灾意意味着什么 王莽也百思不得其解 幸好崔发及时出面 说如今记载 于顺开四门 以招纳四方聪明之事 所以 猪鸟们发出声响是要新朝效仿顺帝 招纳四方才俊 崔发把灾意说成祥锐 总算把这件事对付了过去 灾意的层出不穷 令王莽日益焦虑 正在此时 一位故人出现在他的面前 逃亡整整十年之久的王孙庆被抓到了 不知道谁还记得这位敌意起兵时的高级参谋 当年他被敌意为以重任 但究竟在异军中发挥了何种作用 外人一直无从知晓 敌意死难后 他下落不明 许多人以为他死在了乱军中 没想到竟然成功逃亡 改名唤姓 直到十年后才被抓获 王莽被灾意惹出的一枪怒火 正无处发泄 见到这位故人 不禁回想起他躊躇满志 万民拥戴 祥锐叠出 弹指兼敌义军破人亡的美好往事 他打算好好借助这个故人 让朝野回忆起新朝奠基之前的天命和辉煌 对待王孙庆 往往不需要治愈使者 他下令让主管诊断的太医 负责器物制造的上方 以及擅长屠宰的屠夫 一同前来 太医精通人体脉络和五脏 上方了解工具制造 屠夫擅长解剖 难道让他们审讯人犯 不 往往的兴趣是 在王孙庆的身体上探究一番人体的奥妙 在古代 人的身体被看作一个小宇宙 五官 五脏 五翘 都与天地季节四方有关系 而经脉更是玄妙 屠夫先将王孙庆包皮 解剖 太医仔细度量 他的五脏 上方则把竹子削成极细极长的竹针 一点一点插入王孙庆的经脉 观察竹针的走向 以判断经络的布局 往往严肃命令太医做好记录 说是将来可以治病 有人据此推测 王孙庆很有可能是被活体解剖 四 不管推测是否为真 这种解剖方式一定会把人吓得心惊胆战 从将尸体垒成精官 到肢解真寻的尸体 再到解剖人体 王孙一次比一次冲击着朝臣的想象力 他以往不为人知的阴郁内心 在这些残忍的虐杀中逐渐暴露 他那曾经伟岸高尚的道德形象也日益萎缩 对王孙早有了解的环坛并不觉得意外 多年以后他在新论里写道 王翁之惨死人 无损于生人 生人恶之者 以残酷视之也 五 王翁就是王莽 环坛的话一针见血 王莽残虐尸体 就是给活人看 让活人感到恐怖 这种变态的内心 说明王莽对手中的权力 始终存在挥之不去的不安全感 道使建国天凤四年 公元十七年 因为前几年先后用兵西北、西南 边疆已陷入战事的泥沼 与西域的关系也彻底断绝 天下的反叛此起彼伏 号称陆林的队伍声势尤其浩大 新朝的形势越来越差 王莽勒令地方官或缴或辅 自己思来想去 觉得还是要用老办法 验圣 按照当时的观念 对军队验圣 就要采用北斗 从天象看 北斗星拱位北极星 随着季节的变化 斗兵指向不同的方位 就好像居于北极星的天地在指挥战斗 因此 军队出征之前要祭祀太一 祭祀所用的灵旗上会有北斗星 斗兵指向哪里 就寓意哪里的敌军会被打败 王莽曾铸造过类似北斗星的大铜勺 在大臣死后赐给他们 比如 真寒死时就下葬过一把 但那时主要是说北斗拱位北极 所以赐给臣下 六旦这次不同了 皇帝决心铸造一座验圣敌军的大勺子 这年八月 正是最热的时候 王莽亲自到长安城南郊主持铸造工作 文武百官是为禁军浩浩荡荡跟着他 威斗以铜为主 但加入了五色石 大概是五种颜色的矿石 或是丹沙、白帆、雄黄之类 其总之 筑成了一个二尺五寸 大概五十到六十厘米长的合金铜豆 模样大概是像勺子 也可能像蕴斗吧 王莽希望他具有当敌敌军的威力 就命名为威斗 只要出门 私命恐人就要背着威斗紧紧跟随 威斗筑成那天 严寒突然来袭 在炎热的盛夏九夜晚 跟随王莽驻壁在南郊简陋住处的百官人马 竟然有人和马被冻死了 又是在意 王莽的心头掠过一丝阴影 杨雄之死 听见大门被打开又关上 正在屋里和学生侯巴论学的杨雄只是愣了一下 继续谈起泰玄和法言 他知道不会有别的访客 自从那年 险些在珍寻的案子里丢掉性命 他本就冷落的门庭就更无人造访了 只有一个人时不时带着韭菜前来问学 但比起眼前 这位专心跟随他的巨鹿郡的侯巴 那个人只是来饮酒聊天 大发时间罢了 那人登堂入室 屋门开了 杨雄和侯巴抬头一看 弄错了 竟然是国师公刘欣 两人虽然曾是好友 但一个身居高位 一个沉沦下辽 很少交接 刘欣像今天这样亲自造访 更是很久没有的事情了 彼此行礼后 刘欣环顾了一下杨雄的住处 除了几卷书 几个瓶瓶罐罐 堪称家徒四壁 刚刚在门口 他听见杨雄和侯巴在谈论太玄 于是开玩笑道 空自苦 今学者有路利 然上不能名义 又如玄河 无恐后人用父降不也 食 就是说 你何必这么苦呢 今天能捞利路的学者 尚且搞不懂义 你还模仿 义搞个泰玄 将来谁会毒呢 恐怕只能用来给降坛子当盖子吧 杨雄笑了笑没有接话 几个人又聊起别的事情 杨雄知道 刘欣的两个儿子被王王所杀之后 已经不问正事 现在炙手可热的 要么是修仙的方式 要么是说服的新贵 要么是能打仗的将军 无论是自己还是刘欣 包括担任典月大夫的环坛 都已经过气 刘欣忽然登门造访 谈选论意 只能说明他实在是寂寞 这是始建国天凤五年 公元十八年 杨雄就在这一年去世 吊咽的人不算少 贵族的柿子 大小的官吏 也颇有几位宠臣 比如大司空王毅 内颜颜游 环坛当然也在 王毅和颜游见到环坛 问道 你一直称到杨紫云 杨雄 自子云的大作 现在人死了 书能传是吗? 环坛说 必传 只是我和你们一样 看不到那一天了 侯八给杨雄建了坟 扶桑三年 环坛为杨雄建了祠堂 杨雄的去世 王莽可能知道 也可能不知 总之 他没什么表示 他要赶在新的年号使建国帝皇开始之前 把新朝的新礼乐制作完毕 年底 他带领群臣到南郊 齐聚名堂 太庙 郑重地向皇家祭祀献上这套新乐 这是自长安建成以来 没有人听过的音乐 与昔日汉家宗庙音乐的微微清正 很是不同 那乐声萦绕在城市上空 又是冬季 有人宁神倾听 说:"轻力而哀,非兴国之声也。十一 这是演奏给上天的庙堂音乐 是这个朝代的雅乐、正乐呀!" 自古以来 音乐和诗歌有一个共同点 能反映时代的真实风貌 诗比历史更真实十二 音乐何尝不是 因此 音乐轻力而哀 正是也相匹配 使建国帝皇元年 公元二十年 正月 大赦天下 但同时下了一道令人难以置信的指令 呈现在战事紧张 军法从严 到年底之前 如果有人在军队出征时奔跑吵闹 随时处死 要知道 在古人的观念里 秋冬气候肃杀 所以才会在秋冬处死犯人 这是自有记忆以来始终未变的习俗 是对时令的一种遵循 好比春天就得耕种 不能误了农时 王莽此令一出 这年的春夏时节 熙熙攘攘的集市上食而杀人 百姓见此 大为惊骇 恐惧万分 甚至道路以目 但王莽不以为然 为了积业永固 他正打算修建新朝皇室宗族的九庙呢 因为有方式告诉他 现在一大兴土木 尽管陆林 赤梅已经声势好大 往往还是在长安城南化出了白晴土地 九月 他亲自到工地 亲举住三下十三 类似后代的奠基仪式 正是营造九庙 所谓九庙是理智上的称呼 真正规划的宗庙不止九座 一九五零年代 人们在这里发掘出十二个建筑遗址 就是说九庙共有十二座 按照顾邪刚的看法 其中有九座是皇帝之前的祖宗 剩下的三个 一个留给自己 两个留给后代 十四 宠臣如崔发 张寒 对此很热心 崔发称 规模一定要宏大才能宣誓天下 要万事之后 无以附加十五 这句话明显是在模仿萧和 当年高皇帝远征归来 看见高大壮丽的魏央公 一度动怒 萧和说 非壮丽无以重威 且无令后事有以加也 崔发模仿萧和 是一种很高级的功伪 一些如臣如事中常事 执法杜林 也热情地投入其中 多年以后 杜林将凭借深厚的儒学修养和参与修建九庙的实践经验 当上刘秀的大司空 具体的建造就靠广大群众了 往往从天下 他还能控制的地方 争来了工匠 画师 受益官吏百姓捐款捐粮集资 百姓捐住米六百湖以上受益郎官 郎力则可以增加品质 最高的刺绝致富城 听说朝廷要卖官欲绝 一时间往来于长安的道路上行人络绎不绝 为了加快工期 往往不顾大雨 把长安西边的建章宫等十几所汉朝修建的宫殿拆除 把材料运到南郊 说来也奇怪 拆汉宫的时候 这场大雨连连绵绵下了六十多天 人们传说 往往不顺时令 拆毁宫殿 羞辱汉家 惹怒了汉家先帝 似乎 沉寂已久地对顾汉的思念又有了苗头 使建国帝皇二年公元二十一年 正是王皇后、王林、王安等人去世的那段时间 为成郡大淫府十六的一个小历跑到长安 向皇帝举报一份衬书 上面赫然写着 文帝发愤 居地下去军 北告匈奴 南告阅人 江中留信 直敌报怨 傅序古先 四年当发军 十一年当相公 十七 意思就是 汉文帝正在地下召集军队 已经告知北边的匈奴 南方的阅人 四年后 将会有刘氏从荆楚一带发兵复仇 恢复祖宗基业 这一年还出现过汉宣帝的衣冠 从宗庙的寝殿跑到正殿的怪事 据说 依父自己站在那里 就好像里面有个人 再加上这条衬语 汉家先帝真的发怒了 小丽还说 这些衬语是他的上司为程大寅李烟 让他抄写的 此番逃亡举报 只能随身带着一小部分剪读 而整部衬书有十几万字之多 不仅包括汉文帝帝下发兵这样的事 还对今后刘氏复兴给出了时间表 哪一年什么人发兵 哪一年星象有何种变化 连新朝主要大臣的命运吉凶以及生族日期 都一一载名 王莽听了 大概会想 这岂只是称书 还是造反的战略规划和战犯名单啊 于是赶紧逮捕李烟 经过审讯 是李烟信任的一个方式王矿制作了这些称语 王矿告诉李烟 新朝成立以来 滥改货币 频繁征兵 四面打仗 百姓怨恨 因此汉家必定复兴 而李氏将成为汉家的辅佐 处死李烟 王矿后 王莽并不放心 有天晚上 他做了个怪梦 长乐宫放倒的同仁有五个自己站了起来 虽然是梦 但他醒来后心有余悸 这些同仁突然站起来 寓意难道是汉朝复起 他又想起同仁身上刻着名门 其中有一句是皇帝初歼天下 新朝已经定顶十多年 显然不是初歼 所以又有个皇帝要出现 越想越不安 王莽立刻传唤上方 令他派人去长乐宫 不管同仁是否站起来 身上皇帝初歼天下这六个字要凿掉 同时又让虎奔武士到汉高帝庙 把剑向四面击打 使斧头砍坏门窗 用能辟邪的陶木煮汤撒到墙壁 再用红色的铁鞭鞭打墙壁 命令轻车校尉住在庙的正堂 中军北磊校尉住在寝殿 种种措施都是以方数来压制汉帝特别是刘邦的神奇 做了这些之后 王莽获得了暂时的安全感 他登仙的念头又冒了出来 就询问身边的方式 八丰台建造都十多年了 自己怎么还没有登仙 没人告诉他 局势沦丧 八丰台上祭祀用的真琴已经很难得到 现在是用家机代替大雁 紧机 用田园犬代替麋鹿 怎么还能登仙 于是有人提议 说皇帝登仙时 有登仙华盖车引路 王莽马上斥令修造 要赶在九庙落成前造好 这车子的华盖有九重 高巴掌一尺十八 骨架由黄金打造 盖伞是真琴羽毛 有隐藏机关可以上下伸缩 很是华贵 始建国帝皇三年 公元二十二年正月 九庙建成 仅其中的太初祖庙 东西南北就个四十丈 高十七丈 其他八个庙减半十九 九庙雕金是银 以铜为柱 穷极工巧 耗资数百万 蒸发修建的人死者过万 如此宏大的功成落成 朝廷当然要举行圣大典礼 把皇室的祖先牌位请进九庙 在百官的注释中 皇帝的鸾架缓缓出现 驶向九庙 为首的 正是六匹马拉的华盖登仙车 三百名身穿黄衣黄帽的历史护卫着 车上有人击鼓 拉车的人根据节奏大声喊 登仙 随后是十辆战车 在后面是王莽的鸾架 装饰也很奇异 套上的六匹马 披着五色毛纺之城的龙纹衣 码头上带着一只长三尺 也就是六十厘米长的甲脚 应是模仿麒麟 百官们看了 小声说 这分明是出病 哪像登仙呢 显然 王莽对登仙的迷恋 已经严重影响他的理性 加之长期以来被灾疫 趁于所昭示的新潮的暗淡前景所折磨 造登仙车这件事 可以视作他精神逐渐进入疯癫状态的标志性事件 注释 一 西京杂技 汉武帝内传 武帝故事 见西京杂技 外五种 二 汉书 交四至下坐乐旗上 按神斩如之说 坐乐不仅是音乐 而是各种游戏娱乐 耍乐 享乐以至于银乐音乐等 此说可从 见新莽全史 第三百七十页 三金陕西兴庭市一带 四神斩如 新莽全史 第三百八十页 五朱千枝 新极本环坛新论 第十四页 中华书局 2009 六件金楼子 杂技下 龙溪经社从书本 一转引字环坛年谱 第二百二十四页 年谱以为真寒墓中出土的是威斗 但真寒死在史建国四年 往往祝威斗是在五年后的史建国天凤四年 如果记载属实 只能说陪葬的是类似北斗星的同志器物 齐董涛 往往威斗 及相关天文信仰问题考察 在重庆师范大学学报社科版《2018年第五期》 八神斩如认为向运斗 九新朝以下历十二月为岁首 八月约是下历七月 十汉书《阳雄传》第3585页 十一汉书《王莽传》第4155页 十二当然 亚历士多德所说的《诗》指的是《诗句》 十三汉书《王莽传》第4161页 十四《黄斩月》关于《王莽九庙》的问题 见考古1989年第三期 关于十二庙的用途未有定论 十五《汉书》《王莽传》第4161页 十六集原来的魏郡 大隐就是原来的郡守 十七《汉书》《王莽传》第4167页 十八巴掌多高?大概二十米 或有夸张? 十九暗次面积 太出祖庙每边长九十多米 1950年代发掘的《九庙遗址》中 位于最南侧被认为是出祖庙遗址的边长是九十五米左右 差别不大 因此这个记录是可信的 由此推知 祖庙的面积近七千平方米 是金故宫太和殿的三倍 其他十一个宗庙边长减半 与考古发掘也差不多一致 都是五十米左右 祖庙高度三十多米 与今天安门城楼差不多高 参皇斩月 关于《王莽九庙》的问题 四 凡鲁往往安在 九 智运的忠告 汝南郡的智运一 是一个旧时代的人物 说得更准确些 他颇向虽红、盖宽扰等招 宣时代理响主义儒者的继承人 既坚守《金文经》说的义礼 又能凭借天象来占卜未来 还不屈从于世俗权利 他传习的是寒诗和颜诗春秋 进入新朝之后 他最初可能也欢迎过新朝的诞生 但更存有观察的心态 十余年来 他眼看着新朝从蓬勃繁荣走向硝烟四起 臣民从热烈拥戴走向叛乱不断 他得出一个结论 那就是王莽并非天命所寄托的儒家圣王 到始建国帝皇年间 汝南郡已经容不下一张庭靖的书案了 致运夜观天象 终于发现了奥秘、振兴、碎兴、盈祸 一同在天空一枕的地方去而复来 一枕对应着大地上精楚的分野 而汉家出于处地 因此 这预示着汉家天命将会复兴 汉家必然在受命 这样想着 致运就离开汝南 西奔长安 给王莽上了一封书 上天垂戒 欲勿陛下 另就臣位 转获为福 刘氏享天永命 陛下顺洁胜衰 取之以天 还之以天 可谓之命矣 若不早徒 是不免于妾未也 这封上书的核心 就是请王莽退位 但细究致运的逻辑 并不是说王莽的魏不正 而是说当年他受善汉室当皇帝 在当时是符合天命的 但现在新朝没能治理好天下 所以 新的天命 昭氏刘氏将在受命 新势里应再缠让给刘氏 致运之所以是一个救人物 正是因为这是西汉儒家 关于政权如何更替的经典义理 天下治理不好 就要善让给别人 不善让就是妾位 妾位不等于篡位 因为皇位神器 上天所有 也就是公有 人无法篡天 只能私窃 因此 智运虽然认为汉家当在受命 但与前番里焉那种人心思汉的心态迥异 智运并非思汉 而是向王莽指出 该你的位你可以得 该你退位你就得退 原因就是你没有治理好天下 这不是针对谁 而是政权和平转移的普世做法 王莽见到尚书 勃然大怒 因为这些话从根本撼动了新朝政权的法理基础 与一般的劝退不同 智运被即刻下狱 有思义最后表示 应以最严重的大逆论处 但是 王莽犹豫了 智运的官吏看不明白不要紧 王莽却很清楚 杀掉智运很简单 但智运指出的问题既符合精益 又有天相为依据 令他难以驳斥 他更希望智运收回那些话 这远比杀掉他更重要 皇帝不惜淤尊降跪 派遣黄门进士 偷偷去与中和智运谈判 王莽的条件很简单 请智运自称犯了狂病 精神恍惚时说了些自己也不懂的狂话 皇帝将据此赦免他的大逆之罪 没想到智运一听 邓卓眼大骂 我所说的都是天与圣言 你让我装成精神病 精神病能说得出这样的圣言吗? 王莽无奈 只得将智运继续关押 若再没辙 冬天就要处死他 王莽陷入两难 不杀他 说明自己害怕 杀他 说明自己心虚 好在不久他大赦天下 借机将智运放出监狱 智运立刻与同郡好友逃到南边的苍无郡躲了起来 多年以后 他将继续成为令刘秀又静又怕的臣子 随着刘氏当复兴的衬语迅速流行 往往的军事力量也不断遭到挫败 关东战场上 面对赤梅军 使建国帝皇三年公元22年2月 井上战死 他官居太师西仲 及四府之一太师的副手 冬天 成昌之战失败 更使将军连丹战死 关东彻底失控 荆州战场上 面对绿林兵 三年十月 阎尤、陈茂虽然一度击破汉军 但到四年正月 钱队大夫及南阳太守、甄妇、蜀正及南阳郡都尉 一郡的最高武官梁秋次被斩杀 数万人覆没 使建国帝皇四年公元23年3月 刘氏复兴终于成为现实 那个曾经和相关斗殴而一度逃亡的刘玄 在战场上称帝 改元为更使元年 恢复汉朝正硕 使建国帝皇四年3月成了汉更使元年2月2 现在天下有了两个皇帝、两个年号、两套正硕 当然 眼下胜负尚未分晓 王莽实力犹在 为了显示镇定 他决定再立皇后 前番 他派出去征求淑女的使者们陆续返回 根据带回的淑女的画像、家庭状况 皇帝亲自选择了杜陵使侍的女儿为皇后 聘黄金三万斤 赔嫁的车马、奴婢、布博、珍宝等 不计其数 皇后的父亲使臣被封为和平侯 败为宁使将军 使臣的两个儿子都任使忠 成为皇帝的外妻 使皇后估计年龄尚小 王莽快七十岁了 婚礼当天 大臣们被吓了一跳 王莽染黑了头发胡须 努力装出年轻的样子 这应该是历史上第一次有记录的染发 婚礼在三月举行 与当年嫁女比起来 这次匆忙了许多 当天大风袭击长安 城中有乌瓦被吹落 有树木被折断 这本是凶兆 但被催发等人一通解释 似乎也不是在意而是祥瑞了 王莽努力把婚礼办得辉煌隆重 他亲自到王禄堂前迎亲 礼数周备 策立皇后之时 还正是按照周礼确立了后宫的秩序 任命了一百二十个嫔妃 其中 和嫔、美玉、和人、此三人的品质等同宫 嫔人九位 等同于清 美人二十七位 等同于大夫 玉人八十一位 等同于元氏 假如皇帝从这天开始 每两天临姓一位嫔妃 那么等他被杀也临姓不完一遍 但他似乎并没有临姓的性质 丽皇后只是他昭示大权 仍然在握 天命依然在握的姿态 婚礼之后 他与一名卓俊的方氏 名叫昭君 每日在后宫研究十件方数 班固称他纵欲乐焉 与方氏探讨纵欲话题 大概是十件房中数三吧 不过 当汉朝的旗号重新打出 王莽仍然可以征求到不少淑女 史氏家族也愿意把女儿嫁到宫中 这就说明直到三月间 皇帝对关内的掌控依然有利 天下还有很多百姓仍然尊崇着王室天子为合法皇帝 没有进入群雄逐鹿的乱局 至于刘秀 此时还是一个不起眼的将军 婚礼之后 王莽似乎神志清醒了些 他同时下了两道诏令 一是大赦天下 以求宽慰民心 缓解矛盾 二是盘点了他麾下的军队 要求将军们尽快荡平敌人 从盘点情况看 王莽确实还拥有雄厚的军事实力 在关东战场 太师王匡率领中央军队及各州郡兵马 号称三十万大军 奋战在青州、徐州一县、颖川、南阳郡一县 还有前任大司马、内严将军、颜尤等人率领的十万军队 南阳的郡治晚城也还没有被攻下 军事形势尚未明朗 王莽仍然怀有信心 四月 更使地的军队围困晚城 前锋则禁至颖川郡的昆阳、定陵 距离洛阳很近了 四接到战报 王莽派大司空王毅、司徒王巡在洛阳征集周郡主兵 南下和颜尤等人在颖川郡的军队会合 加起来号称百万之众 图谋一举荡平更使地的军队 十延荡的政变 使建国帝皇四年公元二十三年六月 天气炎热 时不时一场大雨交下来 提醒着暑日的肆虐 在这胜负未分的胶着日子里 王莽的宫廷貌似平静 但中外臣辽的心态、思绪 已经不复从前 有的官员突然从朝廷上消失 有些派出去的使者再也不来复命 还时不时听说太学里的博士 带着弟子一起逃走 而且 受战事的影响 大部分贸易已经停滞 长安城繁华不再 一种大势已去的氛围萦绕在宫市上空 王莽宠爱方氏昭君 他的大臣也各有信任的方式 为将军、王舍氏王莽亲信、表兄 今年已经七十岁左右 他与一个叫做西门军会的方式素来交好 西门军会也很擅长天文图衬 就对王舍说 惠星扫过北陈正宫 说明刘氏将复兴 而且 新军是国师公的姓名 西门军会胆敢和王舍吐露这样的预言 一来说明两人关系密切 且大家都信仰天下、屠衬、天数大过亲情 二来说明 他早已知道 连王舍这样的皇亲国妻 对新朝也没了信心 王舍很是忧虑 一旦汉朝复兴 作为王室重臣 他很害怕死于非命 而且 七十岁的他子孙众多 即便不为自己考虑 也要为后代祭 但他只是个魏将军 势单力薄 还需要寻找同盟 七月五 王莽举天下之力汇集的百万大军 在昆阳小城被庚史军的太长天将军刘秀击 司徒王巡战死 主帅王毅仅带出数千兵马退守洛阳 而进驻晚城的庚史帝则大风群臣 政权更加有模有样 消息传来 官中震动 这意味着王莽已经丧失主力军 无力维持对官中的统治 在这种形势下 无论是官员贵族 还是豪杰百姓 都要认真考虑自己的出路 官中局势开始动荡 地方秩序日益混乱 不断有人打出反心反莽的旗号 王舍见此情形 加快了安排后路的步伐 他找到大司马董忠 董忠早年行迹不详 在新朝被封为匠福伯 和催发的说服侯异曲同工 很可能也是因为拂命祸风 董忠此时正在中军北垒练兵 已被京师防务 昆杨大败后 他知道这点兵力已经无济于事 王舍所说的天象和谶语 他深信不疑 两人秘密敲定了发动军事政变的打算 为了确保政变顺利 他们继续物色京师和皇宫内外拥有兵权的人 五官中郎将 依修侯刘蝶进入他们的视线 刘蝶是皇帝晋臣 家官适中 不仅可以自由出入晋省 还负责宫殿素位 为什么找他呢? 因为他的父亲是刘欣 而刘欣 与皇帝渐行渐远 是众所周知的事情 考虑到王舍年事已高 董忠担当了主谋 他和王舍多次去找刘欣 故意在刘欣办公的国师殿里谈论星象的奥秘 以其引起刘欣的兴趣 试探他的态度 刘欣起初刻意回避 不理会两人 直到等不及的王舍亲自去见刘欣 一见面就哭了 我们诚心要与您合作 以保全大家的宗族 怎么就不相信我呢? 刘欣大概会想 你王舍是王莽的堂兄 叫我如何相信? 王舍解释了他为什么要抛弃堂帝 新都哀吼小被病 公显君肃其是 一地本非我家子也 意思是 王莽的父亲王曼从小身体就不好 母亲又是个酒鬼 我们自家都怀疑王莽不是王室的后代 王舍的话放到现代来看 实属无耻 在王莽政权稳固 分享高官厚禄时为何不说这些话? 要背叛也不是不行 为何要污蔑人家母亲酒后乱性与人通奸? 但在当时 这番话的主要意图是令刘欣放心 论证王莽非王室后代 将王室与王莽撇胎关系 也就解惑了为什么要背叛王莽 王舍表明心计 刘欣也放心了 这些年来 他对王莽的感情从尊敬到恐惧 再到仇恨 他只要一想到死去的儿子刘芬、刘勇和女儿刘英 就恨不能为儿女复仇 因此 刘欣对王舍的政变打算没有意见 只提出一点 刘蝶是自己仅存的儿子 绝不能让他冒险参加政变 董忠和王舍同意了 既然刘蝶不参加 就还须另寻同盟 司忠 大坠 齐武侯孙吉进入了他们的视野 司忠 就是顾汉的光禄勋 也负责素卫宫廷 大坠 是新朝自创官职 又管理军队奉禄的职责 董忠应该是他的上级 就亲自找到孙吉 请他参与进来 具体的安排大致是 大司马董忠掌握中军 为将军王舍掌握宫廷首位 司忠孙吉掌握殿中宿位 三人同时起誓 劫持枉莽 待大局稳定后投降更实地 应该说这个安排比较周到 但对何时起誓 秉及星象大师刘欣有自己的意见 当代太白星出 乃可? 七 就是说 等太白星出就行动 因为太白星主兵 当初不出 为当入而入 天下艳艳冰 冰在外 入 为当初而出 当入而不入 天下起冰 八 太白星 就是金星 因为金星在地球轨道内侧 所以一般只能在黎明和黄昏看到它 但如果金星和太阳同时出没 被阳光掩盖 肉眼就看不见了 古人看见金星时 称之为出 看不见则称为入或者福 刘欣精通星象 对太白星的出入规律颇为掌握 直到太白星不久将出 为了万无一失 他认为应在太白星出的时候发兵才稳 董忠 王社都是笃信星象之人 刘欣又是最顶尖的学者 就都同意了 于是 政变虽然准备就绪 但却延荡未发 孙吉突然被几位高官、皇亲拉入这一图谋 诚惶诚恐 非常害怕 回到家后 吓得脸色都变了 饭也吃不下 他妻子陈氏觉得奇怪 不免询问一番 孙吉一开始不说 最终还是告诉了他 正便是大逆之罪 如果失败 孙氏、陈氏两家都会被捕杀 陈氏很害怕 就又告诉了弟弟陈寒 陈寒 陈寒一听 何必为这些事情惹上杀身之祸呢? 就直接找到姐夫孙吉 小乙厉害 劝他要顾及家族 不要冲动 7月 孙吉和陈寒一起告发了董忠等人的图谋 因为是董忠找的孙吉 所以在举报中 董忠被描述成主谋 往往大惊 立刻派人分头去捉拿 董忠正在讲武练兵 突然来了使者急召他进攻 他的属下护军王贤提醒道 久不发兵 是不是泄密了? 不如斩杀使者 直接带兵杀进去 由此可见 虽然是几位大臣的密谋 但政变至少已经部署到部分中层将官 也得到了这些军人的支持 所以 往往确实已经被很多人抛弃了 但董忠没有听 大概觉得猝然发兵 没有必胜的把握 就和王贤交代了一番 跟着使者进攻 走到晋省 他发现 王舍、刘欣也都被召见 显然是泄密了 正想着 中常世久运走了过来 对这个人 刘欣可不陌生 当年女儿刘欣被迫自杀 直接原因就是 运和刘欣谈话 而现在 这个爪牙又要顾忌重演 前来斥责他们几个了 果然 运一开口 董忠等人就知道事情全部泄露 抵赖已无意义 就都认罪了 跟着过来执行逮捕的几个宫中内侍中 黄门拔出剑来 准备压戒他们 剑光速杀 令气氛陡然紧张 董忠大概知道不免一死 恰好他是从中军那边过来 还带着配剑 于是拔出剑来打算自杀 因为气氛高度紧张 势中往往一剑董忠拔剑 还以为他要拒捕 高呼 大司马要反 中皇门本来就拔剑在手 听得一个反字 立刻冲上前将董忠格杀 血肉飞剑 在一旁的刘欣 王舍被吓得不轻 宫外 王贤等人预感事情不妙 就带着中军兵马前来 正好听说大司马突然被几个中皇门所杀 在未闻亡命的情况下 主官被宦官所杀 对军人是一种侮辱 大批军人涌到皇门郎执勤的雅鼠 纷纷拔剑张努 一场已经被破获的政变 眼看有激发出兵殿的危险 惊险时刻 皇后的父亲 正在例行巡视狼鼠的宁使将军使臣 赶忙站出来告诉大家 说大司马突发狂病才被诛杀 请大家不要紧张 放下兵器 回到军营 宁使将军也是高级将领 他既然发话 大部分军人也就退去 一场危机解除了 往往知道董忠已死 鉴于他是自己一手提拔上来的 反而成了政变主谋时 感到愤怒 下令虎奔们用斩马剑也就是上方所制造的上方宝剑 将他的尸体砍成尸块 呈在竹篮里 一边示众一边喊 反掳出 这也是艳圣的做法 董忠的宗族成员就像当年敌义家族一样 被撒上浓醋、毒药、匕首、荆棘 全部活埋 已是最毒辣的诅咒 令其家族在地下也无法翻身 但对于董忠的忠君部下 往往不敢追究 说他们都是被董忠蒙添 全部赦免 王舍、刘欣已经自杀 不知道刘欣在死之前 是否会担忧他仅剩的儿子也将被杀 是否会想着还有许多学术工作没有完成 是否后悔、非要等、太白出 当然 太白兴出的时候 确实已经兵戈四起 刘欣没有说错 但那已经和他没有关系了 一个是谷肉堂兄 一个是心腹旧臣 连他们都要谋反 往往内心极度痛苦 也很忌讳 不敢让天下觉得自己重叛亲离 对他们的死秘而不宣 也没有扩大追究 特别是刘欣的儿子刘蝶完全不知情 也没有证据参与 往往显示了他罕见的宽容 免去刘蝶五官中郎将 改为钟散大夫 仅此而已 西门君会自然难逃一死 但他坚信自己是对的 临行那天 他对围观的人群 不知道里面是否有他的好友还谈 高声说道 刘秀真辱主也 十一 国师公刘秀已经自杀 西门君会是觉得还有一个刘秀呢? 抑或不相信国师公真的死了呢? 几天后 有狼官在皇宫的沟顿土山上乘鹿盘旁边 看见一个穿着老百姓衣服的白头发老头 一晃 不见了 狼官们私下里说 那就是国师公刘秀 他可能成仙了 燕公侯王家是王莽自杀的侄子王光之子 擅长补挂 王莽听说了这个老头的事情后 让王家给占一挂 王家占补后 说 不急 陛下要小心冰火呀! 王莽内心大概已是极度苍凉 苦笑着说 你个小孩懂什么呢? 那个老头啊! 是我的皇祖父 就是成仙的王子乔 他现身是要来接我成仙呢! 长安保卫战 八月间 往往听说 一个几乎被遗忘的谣言再次在民间传播 那就是当年狄义所说的他毒死汉平地的事 王禄堂里 往往大会群臣把当日所写增藏在汉家宗庙的金藤册书找了出来 一边读 一边泣不成声 以表明绝无杀害女婿平地的心计 群臣沉默着倾听 透过婆娑泪眼 皇帝发现 自从刘欣死后 朝廷里已经没有几个旧人了 他熟悉的面孔越来越少 环坛也不见了 他因为与点阅争斗 两人都被免职 已经返回故乡沛县 立国之初的十一宫 如今四府只剩下埃章 三宫只剩下王毅 四将只剩下王胜 这三个人里 埃章贪恋 目前人在洛阳守城 未闻有什么战绩 王胜是麦炳出身 只有唐帝王毅是他朔国仅存的国公 昆阳大战之败 虽然责任主要在王毅 但他的忠诚 无庸置疑 往往下令把王毅召回长安 由他组建新的执政班底 怕王毅误认为被召回是要追究昆阳失败的责任 往往特地在召令中谈及一件极为重要的事情 我年老、嫡子都死了 打算把天下传给你 王毅果然回来了 当然 不知是皇帝反悔 还是听了王毅对战争情况的报告后 君臣兄弟二人已经无心于此 总之 并无皇帝立王毅为太子的下文 不过 王毅的确担当了新朝顶梁柱 他被拜为大司马 权势仅在皇帝之下 他的班子里 大司徒是张寒 大司空是崔发 都是终生代理最受王毅信任的人 但他们二位擅长服命 缺乏正式经验 以前当过大司马的苗 代替了刘新的位置 拜位国师 侯林被拜为魏将军 比起汉末新出的风流人物 这几位实属平庸之辈 并无功夫之能 其实 平庸不平庸 亦已无济于世 去年造生仙车时 王毅已经进入一种癫狂状态 但他至少还有自信 现在的他因为战事无可挽回 忧虑得连饭也吃不下 可他并没有积极谋划 而是每天喝酒、吃鲍鱼、读兵法书 想从书中找到快速退兵的法子 困了连床也不沾 就在席子上平脊而眠 日常政务完全不理 遇到疾世就用艳圣之法 比如破坏汉原帝、成帝灵殿中的君臣画像 给园陵的围墙泼墨 诸如此类 但皇帝从未有过投降的打算 这也是他以圣王自诩的宿命 9月12日 幼队郡及汉红农郡西县十三的豪杰邓业、鱼匡起兵 自称府汉左右将军 守卫西县、五官的将领、军不战而降 加入汉军、声势好大 这支军队还没有和五官之外的庚史军联合 就已经北上直取郡制 攻杀幼队大夫及红农郡太守宋刚 再向西朝着长安进军 往往文训后 惶惶不可终日 他已经无计可施 还好 又是催发站了出来 说按照古文经学周理和左传的记载 国有大灾难时 应该通过哭来咽声 现在的局势 非人力能为 应该向天昊淘大哭以自救 往往没法 他敢在汉军抵达长安之前 率领群臣到南郊 在明堂 辟庸和九庙之间 向天臣说自己获得福命以称帝的来龙去脉 并做了一千多字的告天策书 向天摆明自己的功劳 常探说 上天既然让我受命 何不消灭各地的叛贼 上天如果认为我犯了错 何不用雷霆劈死我 他顿足垂胸 哭得上气不接下气 哭完后浮在地面上向天叩头 不仅自己要哭 陈明也要从早哭到晚 朝廷熬制了免费粥 哭完了可以吃一点再接着哭 而那些哭得好 哭得妙 能边哭边诵读册文的人都被败为狼 据说有五千多人因此成为狼官 这个数字如果属实 场面还是相当盛大的 哭天 当然无法直接退兵 但这不能说完全荒唐 毕竟左传里确实记录着类似的事 在笃信天地的时代 皇帝向天哭诉 也是向上天请示汇报 只要上天没有抛弃自己 那么再派出军队就一定能齐开得胜 哭完后 王莽把最后的军队也就是数万中军拿了出来 拜了九位将军 名号里都有虎字 总称九虎 每个虎将拨给四千钱以作激励 但王莽越发不信任别人 他曾委派四辅三公的七十二名蜀官位使者到各地传达社令 结果他们一出长安就坐鸟兽散 其中的大夫奎骁跑到天水 马上起兵逃亡 有鉴于此 王莽就把九虎的妻子儿女都接到皇宫里照顾 作为人质 九虎们一看如此不得信任 又一看 王莽在禁省里还藏着六十万金黄金 却只得到四千钱 也都没了斗志 九虎在长安东北的华阴一带十四迅速被邓业击溃 中军精兵损失殆尽 此时 庚氏君已经赶到五官 邓 与二人开关迎接 和庚氏帝的西平大将军身图鉴 丞相司职李松率领的西征军会合 大军开到长安城下 奎骁从天水派来的军队从西部开过来 长安被各路所属不同的军队围困 成为一座孤城 往往现在连南郊也去不了了 城里只有城门兵、岳骑等部队 他大赦城中囚徒 每个人都发了武器 杀诸引穴为盟 让这些武装起来的囚徒们发誓 如果对新朝有二心 死后会遭报应 统帅这支临时军队的是皇帝的岳父 宁是将军使臣 但这支军队一过了魏桥就四散逃走 一个人也没回来 不急于逃命的 反而用皇帝发给的武器 把魏陵附近王莽妻子、父祖成交的坟墓都给绝了 棺材拖出来烧掉 威威赫赫的九庙、明堂、替庸等宗法祭祀建筑群被复之一具 大火熊熊燃烧 照亮了长安城 赌信儒学之人 对宗庙的焚毁最为忌讳 对仙人灵鹫遗体的受辱最感痛苦 王莽在宫墙上见到大火把多年来治理作乐的丰功伪迹烧成灰烬 该做何敢想? 他想的是守城门的士族也不可信任 有人告诉他 这些士族都是东方人 而敌人也多是从东方过来的 他信任乐旗十五 就每个城门配一名校尉加六百乐旗 以做最后的抵抗 作为圣王 皇帝绝不会投降 十月十六初一 经过激烈的保卫战 长安城东墙的春王门 也就是汉朝时期的宣平门被攻破 大司徒张寒正好在门内巡视督战 当场被杀 大司马王毅、王顺的儿子王巡 运带兵节节抵抗 到了这天的日暮时分 城内各官邸已经空无一人 大小官员各自逃亡 十月初二 城内有两个年轻人朱棣、章鱼 担心外兵进来抢劫或是屠城 就赶紧加入繁忙的阵营 他们纠集了很多首都青少年 成群结队 纵火烧了皇宫的座室门 用斧子劈开进法殿的小门 还大呼小叫 四处高喊 繁鲁王莽 何不出降 十七 昨天还是皇帝 今天就成了繁鲁 王莽在宫中听到这些话 想必惊恐而伤痛 但最可怕的还是大火 大火很快烧到皇皇氏主所住的成名殿 公主的身边应该还有人在 并在事后回忆了她的最后时刻 火势越来越大 那一刻终于到来 她的最后一句话是 何面目已见汉家 十八 随即跳入火中而死 王莽可能并不知道她最爱的嫡女已经去世 在侍从的帮助下 她逃到宣氏殿 这是王露堂的正事 仍然有不少大臣和侍从跟随着她 但火势继续蔓延 连钱殿也没法呆了 惊慌之中 她分明听见宫女们绝望地叫喊 怎么办?怎么办? 但她仍然不会投降 她大概会想起子路 君子死而观不免 所以要穿戴好圣王的装扮 身着苍青泛红色的衣服 佩戴着天子喜寿 手中握着不知何人所现的余地匕首 当然 还带着她的威斗 皇帝忠诚的天文狼仍然恪受职责 在他身旁用饰盘占卜时日 威斗和饰盘可以结合起来用 就像传说中的撕南 也是在方位盘上放置一个金属的勺子 皇帝坐在席子上威斗斗勺的位置 随着时辰推移 她把威斗的斗饼指向一个新的方位 以与天空中北斗斗饼的方位相一致 这意味着从这个方向来的汉军将会被自动消灭 她已经不在近时 大概也没有人送来饭菜 她很疲倦了 但仍然不会投降 她坚定地告诉身边的人 天生得鱼鱼 汉兵其如鱼河 天生得鱼鱼 这本是孔子周游列国 在宋国被还追围困 险些被杀时告诫弟子的话 王莽自诩圣王 像孔子一样拥有天命 所以也绝不会被杀 眼前的困难也一定会过去 十月初三 天刚亮 身边剩下的大臣把皇帝连福代驾 从宣氏殿前殿出发 向西出白虎门 王顺的儿子和新宫王一在门外备好了车马 大家向仓驰的箭台奔去 箭台是二十多丈的高台 尚有建筑 从岸边过去只有一条路 当年 往往获得汉朝传国玉玺 得意非凡 就在这座箭台上白酒庆贺 现在 她怀抱拂命、威斗 颤巍巍登上了箭台 只希望池水能够阻挡敌军 她毕竟也六十八岁了 她坐在台上的亭阁里休息 环顾四周 几乎每个人都疲惫不堪 她看见追随者正陆陆续续汇集到这里 估算了一下 还有千余人 她可能会想起当年汉世善让的时候 可没有这么多人追随汉帝 可见 自己确实有天命 人心并不思汗 她也会看看 那些在新朝享受了高官厚禄的人有谁在 她没有看见最宠信的崔发 崔发不可能投降 一定像张寒那样殉难了吧 她看见的 王氏子弟有大司马王毅和他的儿子 世中王墓 还有王荀、王一、众臣里 有一直跟随自己的 运 有国师苗 有太父唐尊 当年十一宫里的王胜也在 他虽然只是卖饼出身 但真的是忠于自己啊! 王莽应该没有看见 王墓本来已经换好衣服准备逃跑 被父亲王毅贺令回来 现在 父子二人、王荀、运在箭台下面带领残兵拿好弓箭 安排位置、准备死战 其他众臣则在台上陪着王莽 整整一个白天 王莽终于可以不受打扰 也不必奔逃 他注视着箭台之下的战斗 时不时听见有人呼喊 樊鲁王莽安在 但他并不觉得恐惧 因为他是圣王 圣王是无惧的 他只是不明白 自当阿汉公至今二十多年 尊儒改制、顺天应变 一贯勤勉证悟、赏罚分明、不逊私情 而且手握扶命 但为什么登基之前就很顺利 登基之后越来越难 以致不可收拾呢? 十二、圣王不祥 已是暮秋 苍驰盼畔树木萧瑟 寒潭七青 若是鸟看 会觉得人宛如在天海之间 特别渺小 不知是否有人会想起汉武帝多年以前的那首《秋风词》 虽然不是写于这里 但苍凉感是相似的 秋风起溪白云飞 草木黄落溪艳难归 蓝有秀溪举有方 邪家人溪不能忘 饭楼传溪几坟河 横中流溪阳素波 肖谷明熙发照歌 欢乐极熙爱情多 少壮几时熙奈老和 从箭台上远眺 风景犹在 物是人非 王莽确实老了 对汉军来说 只要能活着冲进去 斩首夺旗 立下大功 这辈子就能荣华富贵 甚至历史留名 因此无不拼命奋战 从岸边通向箭台的路只有一条 想必也很窄 汉军拥挤在一起 据说围了几百重之多 只有前面的人倒下 后面的人才有机会顶上去且战且进 推测来说 这些人名为汉军 实际上不仅有军人 还有城中的市民、商谷、无赖、城外的贩夫、农人等等 箭台上下 新朝逃亡的官员 侍从加上仅存的士兵 大概还有千余人 继续在组织防御 汉军不断被台上射来的攻势射杀 战斗依然异常激烈 直到下午 汉军终于觉得攻势明显减少 台上逐渐弹尽粮绝 汉军逐渐冲到箭台之下 与往往军短兵相接 把守军几乎全部杀死 到了下午 这天的下午时分 往往看见汉军层层登台 攻了上来 台上已经没有几个武将卫兵了 多数是躲避的文臣 他们还都佩戴着印寿 衣着华丽 却乱作一团 犹如待宰的羔羊 汉军毫无怜悯 挥刃向前 杀人之后还将印寿取下带在身上 箭台上的建筑物里也有人在躲避 汉军冲入其中 不分青红皂白一概斩杀 一时血光四溅 一些尸体也从箭台掉进池水中 屠杀期间 一名叫做工兵舅的校尉忽然敏锐地发现 有一个士兵身上佩戴的印寿不同寻常 工兵就曾经在大红颅手下担任过大刑制里的工作 对新朝的印寿很是熟悉 他按捺住内心的兴奋 平静地询问这个士兵 身上的印寿是从哪里找到的 这个士兵似乎缺乏敏感 他指了纸箭台上的那幢建筑说 是从这个房子西北角一个他杀死的人身上包下来的 后人已经搞不清楚这个士兵究竟是一个叫做杜吾的商人 还是一个叫做杜渝的屠夫二十 但这都不重要 工兵就很快跑进室内 找到了那个被杀死的人 他虽然已经被持去印寿 但身旁的微痘 衣服的颜色 以及那令人印象深刻的面容 使他足以确认 这具尸体就是中年六十八岁的皇帝王莽 工兵就果断地斩下王莽的首级 拎在手里 大步走出室内 在箭台之上 他借着黄昏的残阳 向众人展示这个苍老、明目、虚发花白的首级 箭台上的众兵是煞时停下了战斗 但仅仅片刻 众人如梦初醒 蜂拥进入建筑物里去寻找那个无头的尸体 他们只为抢夺一块尸身 以证明自己也参与了对王莽的斩杀 军人分裂莽身 枝节击鼓乱分 争相杀者数十人 二十一 就是说 他们为了争夺王莽的一块尸体 几乎将其剁成肉泥 甚至为了争夺尸块而自相残杀的都有几十人 历史的相似并不惊人 多年以前 项羽自吻乌江后 汉军也曾这样抢夺过项羽的尸体 王毅取其头 乱乡柔倒争与相杀者数十人 最后 杨喜、吕马铜、郎中、吕胜、杨武各得其一体 二十二 有理由推测 最初记录王莽之死的使家在回顾这一情形时 可能参考或联想到项羽的下场 也可能当时的军人确实会对这类大人物做出分尸求赏的举动 工兵就终于成为最大的受益者之一 被耕使地封为华侯 往往已死 汉军的杀戮也告一段落 这时候 他们才会在上司的督促下清理战场 令工人或熟悉的人来辨认 检点被斩杀的尸体都是哪些人物? 剑台下躺着的主要是战死者 大司马王毅和他的儿子王牧 四将中的车骑将军王巡 以及 运 很快被辨认出来 剑台上被杀的主要是文臣晋士 有王顺的儿子王一 国师苗新 太父唐尊 宠臣赵伯 中常侍王参 以及麦炳的前将军王胜 他们都是王莽的殉葬者 有些名患高官可能也一同被杀 但或是尸体无法辨认 或是掉进水里尸骨无存 以至于无法肯定他们的结局 有些皇亲国妻和重臣向汉军投降 包括王莽的岳父更是将军使臣 王顺的两个儿子安心公王颜河说得侯王林 四将之一的立国将军赵洪 以及王莽最信任的大司空说服侯崔发等 他们战战兢兢地等候发落 汉末的皇太子刘英也被从软禁的地方放了出来 他已经十九岁了 但几乎不会说话 不认识外界的事物 俨然痴耳 庚使军校尉王宪成为最早代表庚使帝进入长安的汉军统帅 谎兮呼吸 他生出错觉 自称汉朝大将军 建立天子旌旗 住进王莽的后宫 俨然皇帝的做派 从他并无叛乱的实际行动来看 他大概率是被亲身经历改朝换代这件事冲昏了头脑 三天之后的九月初六二十三 邓业、李松、申图剑等将军 以及耕使帝的岳父、大司马赵蒙接连进驻长安 波水将军窦戎出现在队伍里 他已经投降赵蒙 并赢得了赵蒙的欣赏 后来还将成为东汉的大司空 开启东汉一招赫赫有名的窦士家族 阶下囚催发惊奇的发现 申图剑竟然是他以前的学生 他大喜过望 觉得总算逃过一死 朱将见到王献剑月 随即将他逮捕斩首 公兵就奉上的王莽头颅 想必此时已经腐败 朱将不敢怠慢 将这颗膨胀的头颅做一番防腐处理后装入匣子 加急送往晚城 更使地要用这枚头颅向天下宣誓自己赢得了天命 没了王莽的天下并不平静 王者已逝 群雄逐鹿 鹿死谁首 由未可知 注释 疑运 因同运 本文中致运的试迹 巨见后汉书 致运列传后汉记 致运传 两本章是王莽视角 因此仍采用心力 三陵建名 秦汉史 第731页 四汉书称四月 后汉书称三月 即汉历三月 心历四月 五心历七月 汉历六月 六汉书 《王莽传》第四千一百八十四页 七汉书 《王莽传》第四千一百八十四页 八汉书 《天文志》第一千二百八十二页 九因同斥 使董忠被当作主谋 或者说董忠是实际上的主谋 是因为识人在描述这场政变时 或是把董忠放在最前 或是以董忠代指他人 见赵国华 《刘新谋反事件考论》 在史学月刊 2016年第五期 十一后汉书 《斗荣列传》 第七百九十八页 十二汉历八月 新历九月 十三金河南西辖县一带 十四两地相距大约一百公里 十五月旗 最初是来自越帝的骑兵 这里指的应是能力超群的骑士 与月帝未必有关 十六 新历十月 汉历九月 后汉书后汉记 均依汉历座九月 十七汉书 《网网传》 第四千一百九十页 十八汉书 《外七传》 第四千零一十一页 十九汉书 《网网传》 第四千一百九十页 二十汉书 《网网传》作《商人杜吾》 《东关汉记》作《杜鱼》 《吾》与二字声音相近 应是一人 职业一说为屠夫 但商人、屠夫 其实也可能是一个职业 即从事屠夫的商人 二十一汉书 《网网传》 第四千一百九十二页 二十二汉书 《象集传》 第一千八百二十页 对网网尸体的抢夺 争相杀者数十人 字面也可以解为争着去砍杀的有数十人 但若设想当时情景 以及类比项羽被杀情景 当理解为因争夺相互残杀的有数十人为妥 二十三网网已死 此处为汉历九月 于运 孔子为汉之法 丘致命 帝卯行 孝晶元神器 一 万成 亡亡死后数天 几名使者从长安赶到南阳太守府正堂 更使帝正在变店与宠击韩夫人闲坐 使者们禀报了长安的消息 并捧出那个匣子 更使帝连忙令人打开给他验看 想来那人头应当甚是恐怖 但更使帝却喜不自禁地说 莽不如是当与霍光等 一 就是说 王莽若不称帝 其功劳应与霍光并列 更使帝并不能理解王莽称帝的原因 只将他当作篡位的权臣 这也将成为帝制时期对王莽的主流态度 而韩夫人笑道 如果不称帝 那有你的今天 看到这颗守级 更使帝觉得再无悬念 吩咐把守级悬挂在晚城的集市上 晚城是一线城市 集市上人口众多 虽然前番刘尹围城时死了不少人 但更使帝的入住当重新聚拢了人气 看见汉官把王莽的守级悬挂起来 众多利民前来围观 从围观到唾骂 从唾骂到提击 直到有人撬开首级的嘴巴 割下王莽的舌头 并分而食之 王莽确实令许多人受了苦 晚城又是新朝屠杀反叛者比较多的城市 远到居舍时期的刘崇、张绍家族 近到一年前的李通家族 所以晚城中有人格外痛恨 王莽并不奇怪 但是 当年万众其心将王莽送上帝王之位的人里 就没有晚城的居民吗? 包括那些在长安纵火 加入抢劫和屠杀队伍的普通民众 又有多少曾经为他歌功颂德呢? 痛恨王莽并不稀奇 但痛恨到要吃他腐败多日的尸体的舌头 即使考虑到古人对尸体的态度与今天不同 仍然感到一种变态的作秀 赞许一个人就将他捧为圣王 否定一个人就恨不能食肉禽皮 实在是当时许多人的本性 往往一死 那些固守城池的将领 搏杀拼命的士兵也就失去了抵抗的意义 例如王亲、郭亲聚守的京师苍 始终没有被攻克 但他俩知道王莽死后也就投降了 出于对忠于职守的尊重 更使帝封二人为侯 但也有人誓死不详 例如监管曹国的曹不坚、杜浦、陈定骏、大银、沈亦等人坚守城池 直到城破被杀 西汉灭亡之时 除了刘氏宗族外 只有一个东郡太守敌意起兵 新朝在这短暂的十几年里收获了一批人心 从这一点上看 比西汉强多了 现任东郡太守王洪是王莽的堂兄弟 听到王莽死后反而松了一口气 汉哀帝驾崩之夜 要不是他火速将消息报告王政军 王莽不会那么快就掌握朝政 但他们后来关系不睦 因为王洪希望王莽当霍光 安瀚而非灭瀚 新朝建立后 王洪的态度引起王莽的注意 被出为敌意的顾官东郡太守 可能有敲打他的隐晦意思 王洪也害怕有一天会遭遇不测 随身携带毒药 长存自杀之志 看见汉军兵临城下 王洪立刻举全郡投降 受到更使地的信赖 被委认为狼牙太守 后来更使失败 王洪一度归在和刘秀争天下的刘勇、张布一边 最后跟随张布投降刘秀 竟然保全了王氏他这一脉 其他王莽近亲就没有这样的幸运了 更使元年九月 就在王莽的头颅悬挂于婉城时 王顺之子太师将军王匡 国将埃张在洛阳投降 他们被送到婉城 犹如给更使地献服 随即被杀 洛阳拿下后 更使地准备迁到洛阳 就派刘秀为代理私利校尉先去打扫一下宫事 还没动身 前番在昆阳大战中败逃到汝南郡的盐游 陈茂拥立刘望为天子 盐游为大司马 陈茂为丞相 汝南郡与南阳、洛阳都很近 算是卧榻之策 更使地派唐直奋威大将军刘信向东徽师 刘望称帝仅十几天 就在汝南兵败 连同盐游、陈茂一并被杀 十月初 更使地带着朝廷抵达洛阳 摆在他面前的有三件大事 第一 处理好关东最危险的不确定因素赤梅君 第二 收服群雄风起的河北地区 当时有谚语说 邪不邪 在赤梅 得不得 在河北二 正是这个意思 第三 安排赴长安珠事宜 彻底恢复汉朝 赤梅方面 更使地很快派了使者到关东去招降 樊崇很有诚意 留下全部兵马 只带着二十几个首领跟使者到洛阳归顺 更是担心赤梅不好控制 没有给他们封王 而是封为列喉 东方局势暂时趋于稳定 河北这边 更使地的堂弟刘次 他和更使地属同一祖父 推荐 让刚刚和殷丽华结婚的刘秀杜和去收服 更使地经过一番权衡 在刘次等人力劝之下 同意派遣刘秀以破鲁将军的身份代理大司马 去河北招降 不过没有兵马良想 只配了官署 刘秀需要自己去开拓 但刘秀欣喜若狂 几个月来的韬光养晦 忍辱负重 此番虽然单车临河北 他却犹如猛虎入山 一去不返了 就在刘秀离开洛阳的同一天 更使地拜刘次为丞相 启程去长安主持局面 修缮公事 准备朝廷入官事宜 刘次一道 发现长安破坏的并不严重 只有卫阳宫被火烧了 其他宫殿几乎完好 数千宫女 月季都还在 收拾一下就可以拎包入住 但长安的秩序尾时不太安宁 原来 催发归降后 因为曾经教过《申徒剑诗经》 这一个多月时常去找申徒剑产说服命 大谈汉家终究灭亡的征兆 暗示申徒剑有所作为 催发曾经通过说服从一名京师变为三公 应是想顾忌重演 申徒剑后来无法忍受 又怕惹上祸端 正好刘次来到长安 就将此事告知 建议由刘次出面解决 刘次迅速杀掉催发 估计是担心局势不稳 把已经投降的使臣、王延、王林、赵宏等人一并杀了 至此 当年宣赫义时 一门石侯的王氏家族已尽之夜凋零 石侯里除了王莽和淳于常 杨平侯王凤 其曾孙已被乱军杀死 驱阳侯王根的儿子王舍因政变被王莽所杀 成安侯王崇、高平侯王冯时的后代在新朝灭亡时不知所踪 成都侯王商的儿子王义、孙子王牧死在建台上 安阳侯王阴的四个孙子王延、王林、王匡、王一全部被杀 得以善终的 一是王潭的儿子王洪、王仁 另一个是弘阳侯王莉的儿子王丹 曾和刘秀认识 因王力被王莽所杀 就背叛家族加入汉军 但他早早战死 索性留下儿子王洪到东汉被封为烈侯 当然 王氏家族的后代算上旁之还很多 更使二年二月 更使地终于抵达长安 下诏大赦 王氏家族里面只要不是王莽的子孙都赦免无罪 王氏宗族得以幸存 智得以满的更使地终于入主长安 具有了西汉诸弟们建造的宫殿 拥有了王莽储蓄的财富 他派遣使者到各地的割据军阀那里 要求他们归顺 天水的奎骁见到使者 觉得天下大定 欣然要走 均是方望建议他观望一阵子 但奎骁不听 方望很失望 辞别而去 奎骁到长安后 被败为幼将军 后升任御史大夫 西北逐渐稳固下来 更使地一直关注着河北 看到刘秀招降纳畔 业绩出众 从光感司令起家 仅用半年时间就消灭了河北实力最强的王郎集团 拥有十万大军 看起来是该将刘秀召回 以免伟大不掉了 二 更使二年五月 更使地派遣使者找到刘秀 封他为萧王 令他立刻带领诸将返回长安 河北这边不需要操心 他已经任命了幽州牧和上谷、于阳太守 刘秀孝奈了萧王的封号 却托词说河北远未平定 就先不返回长安了 后来甚至击杀了更使地派来的幽州牧和上谷、于阳太守 公开和更使地决裂 刘秀敢这么做 是因为更使二年以后 樊崇等人带着没有封国的满腔怨气返回了赤眉 很快就背叛更使地 并在秋天开始攻打更使军 更使地已经顾不上河北了 天下仿佛重演了两年前王莽灭亡前的格局 更使二年冬 赤眉军攻破更使地最初的据点晚城 逼近关中 更使地大惊 关中的立民逐渐发现 更使地入长安后 贪图享乐 政绩平平 没有建立其有效的统治 因而未必是天命所属的帝王 更使三年正月 奎潇的前任军师方望不甘寂寞 观察天象 认为天命在汉末的刘英 就跑到长安找到了刘英 此时的刘英像一颗弃子 无人在意 方望却如获至宝 将他带到临京三 汇集了几千人 立刘英为天子 更使地一看自己后方出了这么大动静 立刻派人攻打 将刘英、方望杀死 击杀刘英的人里面 竟然就有西汉末代充灵侯流场的儿子刘旨 方望的弟弟方扬逃奔赤梅君 刘英在婴儿时被立为西汉的皇太子 又同时善未给王莽 青少年被软禁在长安 刚放出来没几年就这样死了 但更使地的命运也渐渐黯淡 到更使三年三月 赤梅君已经入关并连续击败更使君 打到了长安城外 在赤梅君的压力下 更使政权发生内乱 身图鉴 原凭邻军陈牧被更使地所杀 奎潇险些被杀 趁乱逃回天水 袁绿林兵王匡则投降赤梅 与赤梅和兵后攻打长安 更使三年六月 方扬因为更使地杀了兄长方望 因此力劝赤梅君尽快立一个皇帝以号令天下 攻灭更使 于是赤梅在正县四立西汉承阳警王的后裔留盆子为皇帝 改元见识 这只从渤海海滨一直游荡到长安的流民集团 至此总算有了一些政治意识 当时在其地 祭祀承阳警王是很兴盛的民间信仰 换言之 赤梅的这种政治意识仍然包含了相当程度的宗教因素 并不纯粹 同在这个月 三十一岁的刘秀在浩武即位 改元见武 在祭天大典的著文里 刘秀郑重向上天表达了屠称的威严大义 趁继曰 刘秀发兵补不到 卯金修德为天子 如同王莽对拂命的赌信 刘秀也相信自己的天命依托于屠称 大业出定 刘秀向洛阳行进 专心巩固基础 对长安内外绿林兵和赤梅军的火兵做山关虎斗 伺机收取渔翁之力 九月 赤梅攻破长安 与此同时更使地的洛阳首将归顺刘秀 十月 更使地向赤梅军投降 刘秀则定督洛阳 赤梅入主长安 数十万曾经的关东流民住在当时世界上最大的城市里 法际迅速败坏 他们烧毁宫殿 抢劫市民 发掘地灵 据说还侮辱屡后遗体 长安被破坏殆尽 几乎沦为废墟 三府随即发生饥荒 人巷时 成锅皆空 白骨碧也溜 即使在皇宫里 叶廷的宫女 祭祠的岳祭 也大批饿死 赤梅军严重缺乏政治能力 无力建立有效统治的后果最终由普通人所承担 与之相似 王莽的失败也是缺乏政治能力 无力应付危局 所不同的是 王莽所面临的危局是他自己在造的 班固在《汉书》中为王莽做的虽然是传 但实际上就是帝王本纪 在最后的赞词里 颁固曰 西秦梵诗书以利思义 莽宋六义以文间言 同归书徒 拒用灭亡 将王莽与始皇帝并列 指出其书徒同归 实属慧言 当然原因并不局限于焚诗书 宋六义之类 千载之下 回眸来关 王莽之败 源于他再造了一个秦皇汉武所面临的危局 秦皇汉武 在今天是一个无比辉煌灿烂的名词 近乎盛世 这是因为 古代的天下已经演进为今天的民族国家 秦皇汉武对于塑造当代民族国家的意识形态具有无可替代的重要作用 但若回到当时秦皇汉武之局实属危局 秦朝无盛世 汉朝的盛世在文景和昭宣 恰好跨过汉武帝 对编户齐民来说 秦皇汉武的时代是严刑酷法、税务繁重、摇曳多如牛毛、战争频发 但民生不被重视的格局 王莽凭着对儒家理想的坚定承诺而受善为敌 得到海内民众的支持 但即位后的政策 无论怎样花样百出、祥瑞迭现 概括来说就是三个结果 第一 王莽改制没有成功 特别是王田制、私属制 都是旨在实质性缓解社会矛盾、消除贫富分化的改制措施 但却是最早宣告失败的措施 意味着国家与拥有大量土地的豪足博弈的失败 与此同时 一些无关实际、锦上添花的改制 如行政区化的改变、郡县和官职的更名等 却通过行政手段强行实现 进而造成官僚、行政系统的败坏 他坚持实施的几项改制措施 如盐铁砖卖、扩大所得税征收范围等 又基本上是汉武帝曾实行过且被当时的儒家诟病的弊证 总之 改制的失败意味着往往关于理想社会的承诺没有兑现 没能解决掉西汉后期的问题 这就抽离了王莽当圣王的根基 第二 再造了秦皇的对内统治格局 前番曾说过 秦制有三大特征 即编户齐民、言行库法、文法力 其实 这三者是秦汉及以后帝制中国时期的基础 无论是唐宋还是明清 都没有超出秦制的范畴 但这里有一个程度的深浅 也就是管多管少的问题 王莽推行改制的理念 是一种极端的统治思维 他希望用人为的手段 把大小事都管起来 从而实现社会的平等 但统治思维最大的问题 就是意识不到管起来具有高昂的成本 管得越多成本就越高 编户齐民不是机器人 总有人拥护有人反对 有人积极有人消极 文法力虽然效率很高 但缺乏弹性和柔性 如果政策有问题 效率越高后果越严重 为了确保改制的顺利 王莽又以莽撞无畏的志气 对违反改制的民众采取了极为严厉的惩治手段 将西汉后期相对宽松的律法变得格外苛刻 第三 再造了汉武帝与四林的关系 打仗 是迁一发而动全身的大势 中国所处的欧亚大陆 受地理和气候的影响 北部边疆有一道草原、渔猎与农耕的分界线 因此从州直到明清 没有哪个朝代不面临着边疆战争的威胁 正如言有所说 即使像汉武帝那样雄才大略 也得花费半生 耗尽大半国力 才能对匈奴追往主北 与西域纵横百合 向西南凿空开拓 而且最终要与四林和平共处 王莽与匈奴的奇怪战争虽然始终没有打起来 但年年在边疆驻守 俨然修筑了一道人肉长城 其耗费的民力和从内地抽取的财力根本无法计算 更何况他同时与北部、西域、东北、西南诸国对峙或交战 因此 王莽将新朝推入一个秦皇汉武所处的内外格局之中 秦始皇携秦治之酷劣 对六国进行降维打击 可以取胜并统一 汉武帝掠夺民间财富以及匈奴 但是用人得当、货币稳健、务实精干 最终显胜 但秦皇汉武也仅仅是以身免 秦朝二世而亡 汉武帝晚年改贤更张 不然汉朝也将威矣 王莽根本没有秦皇汉武的政治能力 也没有他们的时运、人才 也就无法驾驭这一危局 儒家虽然帮助王莽成功登基 但没有帮助他坐稳地位 儒家虽然崇尚精士致用 但儒家思想本身对现实证悟是缺乏手段和想象力的 这是两千年来儒家的一大软肋 但这恰恰说明 儒家的功用本不在现实 而在于理想 在于批判 在于驯服君主 是古代中国政治天平上的砝码 至于王莽的个性、相貌、心理特征、理想主义情怀 以及他是否蓄意以拂命祥瑞来欺识道明 这些不是他失败的主要原因 篡位直说 等同于污蔑 如果这也算篡位 那帝制中国诸皇朝的开国君主有几个不是篡位呢? 刘秀还真不算篡位 在古代的历史叙述里 刘秀是复兴汉朝的中兴之主 两汉虽有东经西经、前汉后汉之分 事实上是两个王朝 但在法统上仍被看作一个不可分割的汉朝 时人把秦朝和新朝都归于润位、不作数 刘秀是西汉皇族后裔 从血统上说 东汉当然是西汉的延续 但延续不等于复制 经历过新朝这几年 一切彻底变了 虽然后世会评说刘秀借王莽之繁密 皇汉是知青法八 但不管刘秀是否意识到 他和他的皇朝都被打上了深刻的王莽烙印 就像汉高帝实际上是一个战国人 刘秀实际上也是一个新朝人 王莽当安汉宫的时候 刘秀才六岁 西汉末年和新朝时人普遍具有的信仰他都有 他是新朝的太学生 是在新朝观念影响下成长起来的一代人 儒家经学以及相关的福命、灾疫、祥瑞、图称、尾书 都是他信仰世界里的重要部分 作为儒生的刘秀 非常热爱读书 喜欢钻研思考儒家学问 他每次出去打仗 总能带回一些书 并且倍加珍惜 好好收藏 他入主洛阳时 光叔就拉了好几车 即使当了皇帝 他也特别爱和老朋友们彻夜谈论儒家经典 分析经学一理 毫无倦意 这与王莽登基后 整日和大臣们聊经一礼乐 没有什么区别 正如王莽身边围绕着许多爱说服命的大臣 帮助刘秀成就地业的功臣里 也不乏儒生出身的官员将军 比如同学邓宇年十三通小诗经 冯义通 左传 甲复习上书 等等 当然 这些人并不是专门从事经学的经师 也未必跟从过什么名师大儒 但这更反映了新潮对儒家的推崇 已经引进到地方、基层 成为许多人普遍的教育经历 赵义曾感叹说 东汉中兴 则诸将率皆有儒者气象 九 儒者气象 说明 刘秀缔造的汉朝 已经和西汉大不相同了 它的皇朝延续了无数新朝的特质 在西汉 是一群儒家要改造帝国 而新朝 是帝国要标榜儒家 当往往打造的儒家政教体系陷入危局 归于失败 儒家转向刘秀 在新朝制度的基础上 为刘秀开出了新局 昔日 西汉皇朝没能彻底把握住儒家的话语权 汉埃帝对汉朝在寿命深信不疑却无能为力 刘秀则在西汉灭亡十几年后再起 证明了在寿命的真实性 但这次 他就要彻底把握住儒家的话语权 像新朝一样标榜儒家 不能将其送给他人了 东汉的使命是建立一个复兴了西汉 但延续了新朝正交的新汉朝 用当时话说 就是孔子为汉制法 春秋时期的孔子 怎么可能为汉朝制法呢? 这是因为在儒家《金文经学》的话语里 孔子是肃王 为千秋万代制定了法度 这里的法不是法家的律法 而是以伦理教化为基础的政治原则 用今天的话说 孔子是大立法者 他虽然早已死去 但留下的法度始终支配着社会的运转 如果以一个西汉人的视角看历史 会发现孔子死后只有秦 但秦是法家立国 所以说孔子为后世立法时 就是孔子为汉制法 这就好比说洛克和孟德斯鳩为美国立法 只是一种修辞 但是 经历了新朝 又不同了 东汉皇室需要强调汉朝是儒家命定的唯一圣朝 就把这句话解读为 孔子活着的时候已经预言 汉朝将实现他的理想 而证据就是大量的秦伟 比如《孝经元神器》里有邱致命 帝卯行 邱是孔秋 卯是刘姓 秦伟 是儒家在新朝基础上为刘秀开出的第一个新局 正如往往受善基于扶命 刘秀的称帝也基于秦伟 这倒不稀奇 刘秀所信奉的秦语并不新鲜 那年头称帝称天子的人里面 谁还没有个秦呢? 真定王刘杨有赤酒之后 颖杨为主食 因为他是汉高帝九世孙 又长了个大脖子 土匪张满本来只是打家结舍 也打出要当王的旗号 被杀之前感叹说秦伦误我十一 四川的公孙树有费昌帝 历公孙十二 刘秀知道后 像书呆子一样专门写信给公孙树 辩论这里的历公孙不是指他公孙树 而是汉宣帝 还在信的最后署名公孙皇帝 虽然公孙树最后败于刘秀 但刘秀写信争论称语这件事 和王莽指着针锋的守闻辩说天子是一六子 行为上没啥区别 当然 刘秀是最终的胜利者 他对秦宇就深信不疑 当年 王莽以拂命任命埃章 王兴等人为高官 被后代学者当作他荒诞的证据 其实 刘秀同样如此 因为伟叔赤福福里有王良主位做玄武之语 玄武和大司空都主水 他就把一个叫王良的县令直接任命为大司空 还有一则趁与孙贤争敌 刘秀就想把麾下的将军孙贤提拔为大司马 因被群臣反对而作罢 前面曾说过 王莽虽然以拂命封官 但并不授权 刘秀召秦宇峰的可都是实打实的官员 有一次 刘秀询问博学多文的新朝旧臣环坛 要建立灵台 用称来确定其位置怎么样 环坛此时已经老朽 沉默良久 说 臣不独称 十三刘秀问他原因 环坛大坛称尾不和如惊 刘秀大怒 要斩杀环坛 环坛叩头不止 鲜血直流 过了好一会儿 刘秀才压下怒火 饶了他一命 将他外放为陆安俊成 远远打发他 环坛在七十多岁遭此大难 路上就病死了 倒是颁标的好友尹敏 比环坛聪明 刘秀派他去叫定屠衬 删掉新朝时 催发为王王所作的称宇服命 尹敏对刘秀说 称宇礼俗 一看就是当代人而非圣人所作 怕是一物后人 刘秀不听 后来 刘秀看到尹敏较定之后的称宇里有一句很奇怪 君无口 为汉服 十四 君字没有下边的口 就是尹字 那么 这则称宇说的是一个姓尹的人为汉朝之府 而这恰恰又是尹敏较定的 刘秀就招他来问 尹敏大约心中非常得意 说 我发现哪 前人都很随意在称宇里加入有利于自己的话呀 所以我也加了这句 万一您信了 不就给我个大官做了? 刘秀听了 被赌得哭笑不得 没有怪罪他 但心里老大不高兴 尹敏从此仕途最高止于建议大夫 值得一提的还有刘秀定都洛阳 往往按照扶命定地德、都洛阳 一度要迁都洛阳 但始终没有成形 刘秀也信任类似的称宇 实现了往往未尽的梦想 犹如扶命是新朝的《基本法》 称为也是东汉立国的基石 刘秀去世前夕 正是向天下颁布八十一篇图称 并严禁后人篡改 这与往往向天下颁布四十二道扶命完全一样 整个东汉社会特别是中上层 对称伟保持着巨大的好感 不相信称伟的学者才是少数 从后世发现的一些东汉普通式大夫的墓碑看 有些是大夫甚至会把称伟附会在自己身上 李悦是儒家在新朝基础上为刘秀开出的第二个新局 刘秀总体是一位比较谦逊的皇帝 往往青年时虽落魄 但身份地位并不低 刘秀则务农范良打官司 岂于下层 因此 刘秀尽管也封善泰山 但对社会民生有比较清醒的认知 直到天下远没有到足以治理、作乐的程度 所以他对歌功颂德的祥瑞并不感冒 但祭祀、宗庙、学校等礼乐制度 他认为必备且基本延续了王莽时期的设计 比如风扇 见五中元元年 经过大司空张纯的多次怂恿 刘秀终于赶赴泰山风扇 这也是他晚年所做的最重要工作 张纯是何许人也 就是当年领头为王莽设计九夕礼仪的人 在张纯的安排下 刘秀按照王莽当年的礼仪风扇泰山 并在回来后建立明堂、辟庸、灵台 张纯本人则在从泰山返回洛阳途中病逝 比如宗庙 刘秀严格遵守王莽所推崇的为仁后之义 为了接续西汉 获得合法性 根据张纯的建议 刘秀按辈分以汉元帝为父 汉宣帝为祖 在洛阳太庙祭祀宣、元二帝 不祭祀亲生父祖 在长安的太庙祭祀成、埃、平朱帝 旨在故乡冲灵十五祭祀亲祖 若王莽在世 一定给刘秀点个大大的赞 王莽曾给汉宣帝、汉元帝等几位皇帝上庙号 刘秀非常认可汉宣帝的中宗庙号 予以沿用 比如郊寺 西汉把郊寺的地点改来改去 好几十年都没定下来 使王莽确立了长安南北郊寺天地 以汉高地配天、屡后配地的制度 东汉继续沿用这一南北郊寺制度 在研究以谁来配天时 刘秀最初主张瑶 因为瑶是刘氏的祖先 此时曾给王莽设计九庙的杜林站了出来 主张应继续以汉高地配天 被刘秀采纳 只是刘秀实在不喜欢吕后 就遵汉文帝的母亲、宝氏为高皇后配地 经学 是儒家在新朝基础上为刘秀开出的第三个新局 东汉建立不久 就按照西汉十四博士的配置重建了王冠学 排斥王莽时期新进的古文经学 延续了西汉经学的知识传承 而且和称为紧密结合 但是 经学自有发展的内在理路 王莽 刘欣对古文经学的推崇已经比较深入人心 因此 东汉的儒家对古文经学并不仇视 古文经学在民间大行其道 两者偶有冲突 大体和谐 直到东汉末年经学大儒正玄 对两派予以集大成的构建 除了上述三个新局 王莽曾经没干成的事 刘秀也尝试做了一些 例如 王莽没有把王田私属令推行下去 刘秀却趁着天下刚刚安定 多少做了一些土地丈量分配的工作 当然 刘秀立国的基础之一 仍然是国家和豪族之间的妥协 这本就是他从王莽失败中得到的教训 至于东汉多年之后将灭亡于豪族 还是后话 刘秀也先后发布六道释放奴婢 三道禁止伤害奴婢的诏令 继承了王莽对奴婢的人道主义态度 以至于有人认为这些法令就是王莽没有施行到底的私属令十六 还有勤俭节约这件事 王莽一直标榜简朴 也要求别人简朴 但他本人却从未做到 修筑九庙极尽奢侈 刘秀却表现出罕见的节俭 不论是日常生活还是死后的地灵 他的灵目是两汉地灵里最小的 总而言之 往往的失败不等于儒家的失败 儒家抛弃了西汉 葬送了新朝 但在一定程度上复兴了东汉 作为一个帝皇元年还在新朝打官司的人 刘秀对新朝没有那么深的不满 他的帝国起初继续使用新朝钱币 他也会拿出那枚写有白水真人的铜币感慨万分 迟迟不愿意让这个钱退出流通 直到后来才不得不恢复五朱钱 当然 王莽的钱铸造精美 在民间仍然流通 甚至流通到东晋 从这个意义上说 东汉大谈孔子为汉之法 实际表现为王莽为东汉之法 新朝虽然灭亡 但有无数新朝帝氏大夫留在了刘秀的政府里 例如贡公宋洪后为东汉大司空 秀依执法服战 怀平大隐侯霸君为东汉大司徒 上古大隐郭吉后为东汉太中大夫 等等 那些从新朝地方官摇身一变为东汉地方官的就更多了 但往往留给后世的遗产 远不止在东汉一朝 表面的影响 就是往往开辟了一条周公姚舜模式的善让之路 这个模式以周公来掌权 以姚舜来受善 穿插着赐九息、建公国或王国等措施 从而实现合法的权力交接 自东汉末年 曹操建卫国、授九息 而自卫王曹丕授汉县地缠让开始 这个模式持续了很多年 而且一直被模仿 从未被超越 这是往往留给后代篡位帝王们的礼物 另一个很重要的影响处于历史的暗流 那就是民意 往往的即位有着庞大的民意基础 在意、祥瑞、扶命等可以视为民意的载体 自此以后 在帝制中国 民意也变得愈发微妙 很多好事凭借民意才能施行 很多坏事依托民意得以肆虐 但民意始终不能直白、通畅地表达 当称伟、扶命后来逐渐被历代帝王抛弃 祥瑞和灾疫则依然以一种欲说还修的态度 顽固地在政治场域里生存 表达着或隐晦或显摆的民意 但是 往往最重要的影响 是在儒学自身 往往以善让的方式登上地位 这是儒家在帝制时代政治实践的顶峰 暂且不论往往其人 也暂时抛开其中的迷信 只说儒家不依靠军事力量 以和平方式实现了改朝换代和权力转移 不太影响普通民众的日常生活 更没有发生剧烈的内战和残酷屠杀 犹如儒家版本的光荣革命 就堪称一次重大的成功 是西汉政治儒学揭出的最大成果 不妨假设 如果王莽在执政后没有再造危局 上至天子下至臣民 都把皇帝干得不好 就得善为当作理所当然的事情 后代既起的王朝也能遵循这一约定并不断完善 犹如儒家版本的大宪章 那么 帝制中国能否摆脱制乱模式 让古代的老百姓少一些乱世苦难? 历史是不允许假设的 而且古代帝制之下 只要秦制不变 治乱是摆脱不了的 往往的失败 使善让丧失了严肃性 沦为残酷斗争的遮羞部 后世每一次和平善让的背后 都有着全臣对军事力量的绝对把控 也使得儒家改制被视为美好、伟大 但不可能实现的荒诞理想 换言之 新朝的失败终结了西汉的政治儒学 那种旨在驯服君主 用天人感应、灾意祥瑞来限制帝王 甚至大臣敢于要求君主下台的做法 渐渐失去了感召力 儒家施此良机 再无胆略气魄和自信对帝制进行根本性的政治变革 再也无力触及驯服君主、政权更替之类的宏大议题 这就是历史的残酷 对一个制度来说 如果把历史给的第一次机会搞砸了 后人就会认为这是一个被证明过的错误答案 于是东汉的儒学 又回到汉武帝、汉宣帝开创的王霸之道格局下 越发沦为政治的修饰物 地位被高度尊崇 但并不真正受重视 东汉不再有董仲书、夏侯胜、京房、刘相和刘新等帝师范的京师 儒家的政治地位名声暗讲 但东汉有更多的名士、孝子、巡历、学者 学术上 像郑玄这样的集大成者既熟悉称伪 也深研古文经学 还了解汉朝律令 力图将古文和金文经学由理智统设为一体 并注视汉律 是大夫们在道德上比例明捷 他们诗书、传家 涵阳百年、孕育宗族 造就了汉末三国赤壁千古的风流人物 名教中亦有风流 至魏晋六朝 才子名士们的谈玄 虽然被认为是对名教的抵抗 但其实都有儒家的底色 玄言中不无政治的威严大义 但作为思想学术 受道家的影响 儒学已从政治哲学演进为玄学和义书学 那些两汉的余序 一部分残留在越发无人问津的汉朝张剧里 一部分进入道教方术 特别是灾疫、术术、伏命、秤伟之类 随着后续王朝将其禁止 除了一小部分留在古代天文学领域 大多数已从庙堂之上跌落进最低的尘埃 直到今天 我们在道教神福的积极如律令时期里 在街头巷尾的占卜者处 多少可以窥到过往的依稀痕迹 至随堂 佛道大兴 如学旧柱飘灵 几乎不振 幸有寒玉元道 闻起八代之衰 玄空构建起从孔子到孟子直至他本人的一套道统 此时儒学的危机 已不必耻谈政治儒学 而是在佛教的彼岸净土和僧人的禅义超越中 努力赢得一点生存空间 继而入宋 自宋出吴子至南宋诸禄 皆以接续道统为己任 儒家自中唐土故那新四百年 终于发挥出能够对抗佛教的心性成圣之学 但无论是朱熙这一脉的道问学 还是陆九渊这一脉的尊德性 比起汉儒 其距离政治哲学的关系更远 当然 宋儒的政治品格仍然存在 把汉朝自上而下的宫廷政治哲学 转变为自下而上的个体、家族、社区的民间政治哲学 换言之 宋代儒家的政治品格不再纠结于驯服君主 转而致力于涵养君子和治理家族 孔子的制法终于找到新的方向 不是给帝王制造扶命称为 而是给民间创立相归民约、祖谱家法等 元、明之士、朱熙礼学成为王冠学 陆九渊之学演进为王阳明心学 但王阳明本人以至良知而发雷霆之力 堪乱评判 其后学却等而下之 明清鼎阁 刺激儒生们另开心路 务实求变 儒家的政治品格体现在天文、地理、农工、军事之类的实学 但一入清朝 文枉严密 对实学的追求扭曲为对文字音韵殉骨、版本目录效仇的研究 虽然自称重返东汉 实际上不仅疏离于政教 亦不关乎新性 直到清代中后期 学术礼路内在转移 常州学派兴起 延前家之路继续上诉 号称重返西汉政治儒学 重提金文经学 但尚未积蓄政教实际 以闻西洋炮剑之声 西洋正教携枪炮之力 侵入中土 时代已入第二个千年之大变局 儒学还在周 秦之变的第一个千年之大变局中跌跌撞撞 抬头已见改天换地 随着清朝废科举 无论是哪一路儒学 再也没有王冠学这一体制内身份的护持 而在学术领域 金文经学赤古文经学是新学伪经 古文经学及金文经学为荒诞不经 从此两败俱伤 把腾出的位置让给了现代学术 现代学术则从汉代学术继续上诉 回到先秦诸子 回到商周遗弃 将就儒学视为未经科学审视的粗陋资料 而非大经大法 此时生出的民国新儒家 将西洋政教理解为三代之志 以德国古典哲学 改造儒家理学 力图从老内圣开出新外王 将儒学拉回政治的轨道 至今延续百年 但其踪迹多存乎学术著作、期刊论文 对大众而言 仿佛纸上谈兵 至二十一世纪 特别是随着互联网的普及 道数更进一步为天下列 儒学又有锚定西汉政治儒学 以观照华夏当代乃至未来政治的学说 而孔子如何为当代立法 参与重塑当代伦理政教 肆意成为不可回避的问题 但放眼日常生活 虽然我们遵循的道德准则仍以儒家伦理为基础 但很难具体找到一项政治、一部法律、一样科学技术、一个市场主体属于儒家 儒家的灵魂似乎还在 但身体在哪里? 敢问 孔子应否并如何为当代立法? 敢问 往往留给后人何种经验教训? 注释 一后汉书《刘玄列传》第四百七十页 二后汉书《光武帝记》第十一页注引续汉制 三经甘肃平梁京县一带 四经陕西省渭南市华州区一带 五经河北省邢台市百香县一带 六后汉书《刘盆子列传》第四百八十四页 七汉书《王莽传》第四千一百九十四页 八后汉书《徇立列传》 九念二始札记孝正第九十页 十后汉书《耿纯列传》 颖《大脖子》 十一后汉书《祭尊列传》第七百三十九页 十二后汉书《公孙树列传》 第五百三十八页 十三后汉书《环坦列传》 第九百六十一页 十四后汉书《如临列传》 第两千五百五十八页 十五此时以升格更名为张陵县 十六吕思勉 秦汉使 十七道家神符常常以积集如律令作为指挥神仙的常用语 这是汉朝政府公文的格式语 就向今天政府印发公文 通知里会有特此通知或请遵照执行之类的话 参考书目 古籍 陈立 白虎通书政 中华书局 1997 阮源 十三经著书《复教勘记》 一文印书馆影印嘉庆二十年江西辅学课本 2007 皮希瑞 《经学通论》 中华书局 1954 《经学历史》 中华书局 1959 唐燕 《两汉三国学案》 中华书局 1986 司马迁 《史记》 《中华书局》 1997 班固等 《汉书》 《中华书局》 1962 范燕 《后汉书》 《中华书局》 1997 刘贞等 《东关汉记教著》 《中华书局》 2008 巡悦 《袁洪》 《两汉记》 《中华书局》 2002 司马光等 《资质通鉴》 《中华书局》 《2012》 赵毅 《念二史札记》 《中华书局》 《2005》 张学成 《文史通义教著》 《中华书局》 《1985》 《黄辉》 《论横孝士》 《中华书局》 《1990》 《苏瑜》 《春秋繁禄易政》 《中华书局》 《2002》 《汪继培》 《前夫论间教证》 《中华书局》 《1985》 《汪荣宝》 《法研义书》 《中华书局》 《1987》 《朱千之》 《新集本环谈新论》 《中华书局》 《2009》 《安居香山》 《中村张八集》 《尾书集成》 《河北人民出版社》 《1994》 《陈乔义》 《水晶驻教证》 《中华书局》 《2007》 《何清古》 《三府黄图孝士》 《中华书局》 《2005》 《孙兴衍》 《汉官六种》 《中华书局》 《1990》 《王立契》 《盐铁论教著》 《中华书局》 《1992》 徐天林 《西汉会药》 《上海古籍出版社》 《2006》 张震泽 《杨雄集教著》 《上海古籍出版社》 《2009》 《许慎》 《说文解字》 《中华书局》 《1963》 《许维玉》 《韩诗外传集市》 《中华书局》 《2020》 《周政府》 《文新雕龙注视》 《人民文学出版社》 《1981》 《刘欣等》 《西京杂记》 《外五种》 《上海古籍出版社》 《2012》 专著 《安座张》 《熊铁基》 《秦汉官职史稿》 《齐鲁书社》 《1984》 《陈毕生》 《经学》 《制度与生活》 《华东师范大学》 《2010》 陈焕章 《孔门理财学》 《中央编译出版社》 2009 陈坎里 《儒学》 《数数与政治》 《灾疫的政治文化史》 《北京大学》出版社 2015 陈启云 《儒学与汉代历史文化》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2007 陈苏震 《春秋与汉道》 《两汉政治与政治文化史》 《中华书局》 《2011》 陈职 《史记新政》 《中华书局》 《2006》 《汉书新政》 《天津人民出版社》 《1959》 《两汉经济史料论从》 《陕西人民出版社》 《1980》 《成树德》 《九朝绿考》 《中华书局》 《2003》 《成政局》 《汉代诉讼制度研究》 《法律出版社》 《2010》 《崔氏》 《史记探员》 《中华书局》 《1986》 《董成龙》 《武帝文教与史家笔法》 《史记中高阻力朝制武帝力教的大事因缘》 《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2019》 《杜正盛》 《编护其民》 《传统政治社会结构之行程》 《联京出版事业公司》 《1990》 《甘阳》 《文明》 《国家》 《大学》 《生活》 《读书》 《新知三联书店》 《2012》 《葛成庸》 《网网新传》 《西北大学出版社》 《1997年》 《葛建雄》 《西汉人口地理》 《商务印书馆》 《2014》 《龚鹏城》 《汉代思潮》 《商务印书馆》 《2008》 《顾邪刚》 《秦汉的方式与如生》 《上海古籍出版社》 《2005》 《郭伟传编》 《周公摄政称王》 《与周初史事论集》 《北京图书馆》出版社》 《1998》 《侯旭东》 《宠》 《信》 《任行君臣关系与西汉历史的展开》 《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 《2018》 《黄流珠》 《刘秀传》 《人民出版社》 《2003》 《江中奎》 《为史论威》 《上海书店出版社》 《2005》 《李开源》 《汉帝国的建立与刘邦集团》 《军工授益阶层研究》 《三联书店》 《2000》 《李若辉》 《九旷大仪》 《汉代儒学政治研究》 《商务印书馆》 《2018》 《李硕》 《楼船铁马刘继奴》 《南北朝启木战史》 《文金出版社》 《2020》 《林建明》 《秦汉史》 《上海人民出版社》 《2019》 《刘庆祝》 《陛下长安》 《中华书局》 《2016》 《罗建新》 称为《与两汉政治及文学之关系研究》 《上海古籍出版社》 2015 《吕思勉》 《秦汉史》 《上海古籍出版社》 2005 《吕宗利》 《汉代的谣言》 《浙江大学出版社》 2011 《马梦龙》 《西汉后国地理》 《上海古籍出版社》 2013 《蒙文通》 《儒学武论》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2007 《经学绝缘》 《巴蜀书社》 1995 《梦想才》 《网网传》 《人民出版社》 2016 《彭卫》 《杨振宏》 《中国风俗通史》 《秦汉卷》 《上海文艺出版社》 2002 《彭信威》 《中国货币史》 《上海人民出版社》 1988 《前幕》 《两汉经学经古文评议》 《商务印书馆》 2001 《国史大纲》 《商务印书馆》 2002 《中国历代政治得失》 《生活》 《读书》 《新知三连书店》 2001 秦汉史 《生活》 《读书》 《新知三连书店》 2004 《瞿同组》 《中国法律与中国社会》 《中华书局》 2004 《汉代社会结构》 《上海人民出版社》 2007 《饶宗怡》 李军明 《新芒简辑症》 《新闻风出版公司》 1995 《沈展如》 《新芒全史》 《正中书局》 1977 孙基 《汉代物质文化资料图说》 《上海古籍出版社》 2008 孙少华 《环谈年谱》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19 《汤志军》 《西汉经学与政治》 《上海古籍出版社》 1994 王宝炫 《西汉经学原流》 《东大图书公司》 1994 王子金 《秦汉文化风景》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12 《秦汉史》 《帝国的成立》 《中信》出版社 2017 夏曾佑 《中国古代史》 《河北教育出版社》 2003 《新德勇》 《建源与改源》 《西汉新莽年号研究》 《中华书局》 2013 《行一田》 《天下一家》 《中国人的天下观》 《中华书局》 2011 《必不爱宝》 《汉代的简读》 《中华书局》 2011 徐副官 《中国思想史论集》 《上海书店》出版社 2004 《中国思想史论集续编》 《上海书店》出版社 2004 《两汉思想史》 《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2001 徐景昭 《善让》 《世袭及革命》 《从春秋战国到西汉中期的军权传承思想研究》 《上海古籍》出版社 2014 许卓云 《求古编》 《商务印书馆》 2014 《严布克》 《士大夫政治衍生史稿》 《北京大学》出版社 2015 《波峰与波谷》 《秦汉未进南北朝的政治文明》 第二版 《北京大学》出版社 2017 《从决本位到官本位》 《秦汉官僚品位结构研究、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2017 杨洪年 《汉未制度从考》第二版 《武汉大学》出版社 2005 杨宽 《中国古代灵寝制度史研究》 《上海人民出版社》 2003 杨权 《新武德理论与两汉政治、姚后获得说考论》 《中华书局》 2006 杨树达 《汉代婚丧礼俗考》 《上海古籍出版社》 2007 杨向奎 《西汉经学与政治》 1943 杨永俊 《善让政治研究》 《学院出版社》 2005 杨振宏 《出土剪读与秦汉社会》续编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2015 余英时 《中国知识阶层史论》《古代篇》 《联京出版事业股份有限公司》 1980 张杰 《中国古代空间文化溯源》修订版 清华大学出版社 2016 张树国 《楚骚》 称伟 《一战与仪式乐歌》 《西汉诗歌创作形态与诗学研究》 清华大学出版社 2017 周震赫 《中国地方行政制度史》 《上海人民出版社》 2014 朱腾 《渗入皇帝政治的经典之学》 《汉代儒家法思想的形态与实践》 《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 2013 朱总宾 《两汉未进南北朝宰相制度研究》 《北京大学出版社》 2017 《美艾兰》 《世袭与善让》 《古代中国的王朝更替传说》 《新一本》 《商务印书馆》 2010 日《贺奸何姓》 《史皇帝的遗产》 《秦汉帝国》 《马标义》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2014 日《桥本静造》 《中国占星术的世界》 《王仲涛义》 《商务印书馆》 2012 日《日毕业丈夫》 《秦汉帝国》 《中国文明的历史》 《吴绍华义》 《四川人民出版社》 2019 日《西岛定生》 《秦汉帝国》 《中国古代帝国之兴亡》 《古山山义》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17 日《纸乌正和》 《汉代郡县制的展开》 《朱海宾义》 《复旦大学》出版社 2016 日《佐竹敬燕》 《刘邦》 《王永华义》 《北京联合出版公司》 2020 其他 刘祥平 《神经至人格》 修订本 《光明日报》出版社 2018 孙志心主编 《秦汉文明》 《历史、艺术与物质文化》 《图册》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20 《谈其箱主编》 《中国历史地图集》 《第二册》 《中国地图出版社》 1982 《美巴巴拉》 《W.塔奇曼》 《历史的记忆》 《塔奇曼论历史》 中信出版社 2016 《古希腊》 《柏拉图》 《理想国》 《商务印书馆》 1986 《游旭福伦》 《苏格拉底的申辩》 《克力同》 《商务印书馆》 1999 《美·保罗》 《倔西尔瓦》 《文思全勇》 《如何克服学术写作拖延症》 《上海教育出版社》 2015 《美·伯格·美·卢克曼》 《现实的社会建构》 《知识社会学论纲》 《北京大学出版社》 2019 《美·伯格·精准拉伸、疼痛消除和损伤预防的针对性练习》 《人民邮电出版社》 2016 《美·列奥·施特劳斯·政治哲学史》 《河北人民出版社》 1998 意大利《马基·亚维利》 《君主论》 《商务印书馆》 1986 《美·马克·克雷默·美·温迪·考尔·哈佛非虚构写作客 《怎样讲好一个故事》 《中国文史出版社》 2015 《英·马利·比尔德·罗马元老院与人民》 《一部古罗马史》 《民主与建设出版社》 2018 《庞贝·一座罗马城市的生与死》 《民主与建设出版社》 2019 古希腊·色诺芬·居鲁士的教育 《华夏出版社》 2007 《论建政》 《华夏出版社》 2006 荷兰·伊拉斯摩 《论基督君主的教育》 上海人民出版社 2003 论文 董涛、《王莽微斗及相关天文信仰问题考察》 在《重庆师范大学学报》社科版《2018年第五期》 逢时 《新莽风扇御碟研究》 在《考古学报》2006年第1期 胡平生 《卫阳宫前殿遗址出土王莽检读校士》 在《出土文献研究》第六集 上海古籍出版社 2004 《黄艺农》 《星战》 是《英语伪造天下》 以《营获守心》为例 在《自然科学史研究》1991年第十卷第二期 黄展岳 《关于王莽久妙的问题》 在《考古》1989年第三期 继国泰 《议论杨雄至经》 《代照》、《奏复》、《除狼的年代问题》 在《西华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第36卷第四期 李秉权 《西汉中常识新考》 在《史学月刊》2013年第四期 李大龙 《关于高沟黎喉舟的几个问题》 在《学习与探索》2003年第五期 李浩 《司马光重构汉武帝晚年政治取向说现宜》 与新德勇先生商榷 在《中南大学学报》第21卷第六期 李俊芳 《两汉皇帝即位礼仪研究》 在《史学月刊》2005年第二期 李俊芳 《汉代侧命诸侯王李仪研究》 在《中国史研究》2010年第二期 刘次元 《古代营货首新记录再探》 在《自然科学史研究》2008年第27卷第四期 刘光盛 《清华简系年与周公东征相关问题考》 在《中原文化研究》2016年第二期 刘凯 《九夕渊源考辩》 在《中国史研究》2018年第一期 刘伟 《天帝与祖先》 尚书 《金藤解义》 在《开放时代》2020年第二期 刘源 《五等爵志与殷州贵族政治体系》 建《历史研究》2014年第一期 刘宗迪 《太史公之死》 在《读书》2007年第三期 苏承建 《遇法五帝与父会周理》 《论王莽》六管及其税民之志 在《中国史研究》1989年第四期 田于庆 《论伦台照》 在《历史研究》1984年第二期 王国庆 《匈奴缠于未继承初探》 在《赤丰学院学报》2012年第九期 《吴国五》 《避顺姓氏考变》 在《中国典籍与文化》2005年第二期 徐冲 《西汉后期至新莽时代》三公治的衍生 在《文史》2018年第四期 《严布克》 《诗国》 《王莽雍布》 《曹布探元》 在《中国社会科学》2004年第六期 原青 《西汉中后期的善让思想叹息》 在《江汉学术》第三十三卷第五期 张家凤 《黄艺农》 《中国古代天文对政治的影响》 以《汉象敌方进自杀为例》 在《王剑文》主编《政治与权力》 《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2005 张力军 《清华简周公之秦武》与周公摄政 在《中国史研究》2018年第七期 《赵国华》 《留心谋反事件考论》 在《史学月刊》2016年第五期 《赵真》 《汉唐天文志书》中的《白衣会》 在《中国典籍与文化》2011年第三期 《日阿布信信》 《论汉朝的统治阶级》 以西汉时期的变迁为中心 在《台大东亚文化研究》第一集 《统治系统论》的设成 在《早期中国史研究》第三卷第一期 后继与致谢 王莽的面目一直灰暗不清 贴在他身上的标签 有圣王、篡位者、骗子、伪君子、政治家、改革家、早期社会主义者、空想社会主义者、左派如教士等等 网络上还有人不无褒意地称他是穿越者 二十世纪以来 因为社会观念的激荡 对王莽的不同评价像一支剧烈摆动的钟摆 还会出现欲言又止 矛盾反复一的状况 这当然有历史观念演进的原因 社会从古代跨入近代和现代 对历史人物的评价发生变化很正常 但王莽更为典型 不同观念和立场的人 都能从王莽身上看到自己所反对或拥护的一面 夸张一点讲 思想界每出现一个新的流派或学说 王莽就会多一个新的标签 这就是王莽具有一种特殊的魅力 众所周知 王莽的史料相对较为单一 虽然也有一些出土文献 但主要来自汉书、诸篇 特别是最后一篇《王莽传》 颁固以空前庞大的篇幅为《王莽利传》 名为《列传》、实为《本记》 班固既要以王莽、总结、前汉 又要以王莽、发端、后汉 还要在呈现史实的同时维护东汉官方对王莽的定性 这使得汉书、《王莽传》成为一部包含着威严大义的政治文本 即使是百分百的信实 但一定经过筛选、蕴含褒贬 给后人认识王莽蒙上了一层厚厚的面纱 因此 尝试描绘出王莽的多重面貌 成为我这次写作的直接动机 我想不妨搁置对王莽盖棺定论的冲动 回到他身处的时代 置身当时的政治、经济、社会和文化环境 站在两汉之交时人对历史经验、对公平正义的理解上 具体地看他的理想志业、人格表现、家庭关系、政治行动、改革措施、不以好坏是非、科学迷信等后见一概而论 而是借助他的行迹来探讨更深入的问题 因此 弥漫在汉代空气里的天人感应、祥瑞灾意、拂命秤伟 就成了一个很必要的通道 书写王莽的另一个动机是儒家经学 儒家从先秦诸子之一到西汉逐渐成为皇朝的经学 直至推动王莽的崛起 这是非常重要的事件 但是,理解儒家经学并不能只依靠儒家经典的文本 只阅读原文和著书是不够的 与王莽这个人物一样 经学也应该被放置在具体的历史演进中 才能呈现儒家在这一时期的使命与成败 王莽与经学成为两条明暗交织的线索 当然,经学是中国古典学术皇冠上的明珠 难度大 争议多 在本书中我无意也无力进行全面深刻的把握 只是尽可能将其与王莽成败的关系大概勾勒出来 剩下的问题就是如何通过叙事来实现了 这个关于王莽的历史非虚构或者干脆说历史报告文学 应该怎么写 对我而言 历史非虚构本身是一个矛盾体 既然是历史 当然不允许虚构 但非虚构这一文体追求叙事的戏剧性和在场感 人物要生动 细节要风盈 要有文学的感觉 总的来说 它不是细说历史 也不是学术研究 更不是史料翻译 而是介于历史写作和文学写作之间的独特文体 历史非虚构承载的使命不是学术研究 而是吸引更多人来关注这个话题 如果因此引发读者的兴趣 他会去阅读更专业更严谨的学术著作 但历史非虚构也应尽可能吸取学术成果 传递可靠 丰富 前沿的历史知识 最终 我只能在客观史实 文学叙事 经验实践 个人褒贬这四个维度上尽可能求得平衡 带着镣铐跳舞 这其中 经验实践 个人褒贬 均受制于自己有限的阅历和眼界 不免漏见 但关于客观史实 文学叙事这两点 不妨多说两句 一是史料辩证的逻辑 打个比方 写作《历史非虚构》 就向下属给上级写调研报告 上级对这个题材或是有所了解 或是有些兴趣 但没有工夫去实地调研 研读原文 了解前沿成果 才需要派人去写调研报告 而下属在调研中 所闻所见未必都是真的 古书不见得都正确 有些是古人的偏见 有些是记录或流传的错误 因此 下属还要多渠道去了解 包括历代学者的故事和出土文献的心知 辩析真伪 查漏不缺 最终还要给上级提出见解 以资参考 因此 呈现给上级读者的文本 需要有增值 有侧重 有态度 二是文学叙事的逻辑 历史写作要在多大程度上追求真实性和客观性 是一个经久不衰的话题 不谈学术写作 也拒绝像必虚造 历史非虚构应当允许一定程度的文学构思或者说文心 例如吸取文学叙事特别是现代文学的方法论 事件 历史人物的话不可虚构 但不妨在文学笔法、谋篇布局、史料剪裁、场景渲染等方面努力 给读者以通俗有趣的阅读体验 以前的历史题材纪录片常常是旁白念稿子、镜头放PPT、最多拍摄几段风景 现在一些纪录片则借助优秀地浮化道 让演员扮演历史人物 在精心复原的场景里演绎历史情节 给人以身临其境的体验 历史非虚构写作也应如此 古人不是生活在孤立的时空 史书不会面面俱到地记录一个人每天做什么 但这个人一定会和我们一样在生活 他会吃穿住行 也会吟诗歌勇 他会不断和他的时代互动 所以 尽管一个人物在史料里只留下几句话、几条履历 但我希望让读者感受到这个人物是处在历史语境中 这话说起来容易 做起来很难 自己才疏学浅 尽管努力尝试呈现出一个适度 风营 有依据的文本 但距离这个目标或许还很远 因此 我早有心理准备 无论怎样在史实、文学、褒贬和见识之间腾挪转移 也一定会同时遭受到这四个方面的批评 坚信实证的朋友会批判一些情节处理的轻率或想象过度 喜爱通俗 发挥的朋友会批评脑洞不够大 立场不同的朋友可能会很不赞同一些褒贬评价 拥有更高实践者可能会觉得幼稚 但这正是我所希望的 有批评才是姓氏 因此 先提前接受下任何批评 努力改进 然后继续勇敢地去写吧 最后是致谢时间 首先要感谢行剧文化黄一坤先生、文景和小涛先生、李迪女士 即为本书从运作到出版付出巨大努力的各位老师与朋友 感谢我的版权代理伍新华、沙嘉之伦女士 本书得以着准切入点并付诸实践 源于我们在一次喝酒时的热烈交谈 北京大学历史系陈坎里、同济大学哲学系古记名 复旦大学历史系雀海等老师与朋友在一些疑难问题及西建资料方面给予了无私帮助 北京师范大学林文超副教授 我读书时的同学中山大学哲学系刘伟、北京师范大学历史系徐畅、复旦大学国际关系与公共事务学院王磊、好友高远志、 王芳君、冯静静、李相品和李墨康丽等月看了出稿并提出宝贵意见 邓安庆、左君仪、妙雷等很多朋友对我长久以来的热情鼓励 在此一并谨致谢臣 当然书中的错谬责任均在我 特别感谢我的老师陈毕生对我思想的启迪 感谢刘伯先生、陆大鹏兄、敏雪飞姐姐以及老领导王勇的支持鼓励 感谢2004年辞世的福育给我拨下的一粒种子 感谢我的家人 对我的写作 父母和岳父母给予了无私的关心 妻子在职场上的敬业、勤奋不断激励我 三岁的女儿小白一见我写作就玩我鼠标砸我键盘 迫使我提高效率提前三个月完成了书稿 大白 2021年7月20日 于北京白佑白公社 注释 易格成庸 《网网新传》 第216页 西北大学出版社 1997 2014 1943 1994 20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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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 2114 2014 2014